好 南京地区的领导人和好伙伴 大家上午好 好 刚才那个公司的短片 大家有没有认真看 没有 很诚实 里面信息量是非常非常大的 我先给大家讲一段花戏好不好 大家知道不知道 中国有一个健康中国的规划 2030 那是哪一面颁布的 都忘了 你看大家都不知道 2016年 2016年10月25号颁布的 健康中国2030规划 规划纲要 大家为什么没有感觉呢 有没有任何人推动他 为什么没有任何人推动他呢 因为他强调的预防为主 他讲的大健康 那个 因为既然他这个规划纲要嘛 所以说的是非常宏观的实际上的 非常抽象的概括的 总共一万五千多字 大家知道里面用的频率最高的词 是什么词吗 是管理两个字 就我们的健康 影响健康的因素很多嘛 是不是需要管理 就像一个国家和企业一样 如果不管理 是不是又乱了套了 你管理就会出效益嘛 所以很多健康出来问题的人 都是他健康管理方面出来问题 所以他用的频率最多的 要管理我们的健康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他强调一个什么概念呢 强调了一个 从小健康到大健康的概念 那既然是大健康 那一定有个小健康的 对吧 那么什么是小健康呢 小健康就是以前我们理解的 那个狭义的健康 就是我生病这一段 我到医院找医生这一段 很多人是不是都这样认知的 我只要被医院打交道 我就认为我是健康的 我啥事都不管 到了医院之后 医生让我干什么 我干什么 医生在我身上做什么操作 我就配合医生做什么操作 所以很多人以为 就这一段就是健康 但这个呢完全是一个错误的认知 现在这个国家讲大的 讲什么呢 讲一个人的全生命周期 都要控控健康 都要管理健康 全生命周期包括什么 包括从受精疗开始 一直到死亡那一天 那么这样的话 和我们中间只有有病这一段 关注我们的健康 是不是完全不同了 多了哪个环节呢 多了哪些环节 你看我们到医院看病 说要有几个环节 那你抽着了 一个的诊断一个治疗嘛 我昨天是不是讲过了 那如果全生命周期呢 就要预防是这样的 而且要预防为主是这样的 那么治疗之后呢 对了 还是不是多了一个康复阶段 很多人从来没有采取过康复措施 所以这个大生命周期 从一个人的生命周期来讲的话 你要高度关注预防 包括有病之后的康复阶段 对吧 而以前我们只关注 是不是诊断和治疗在这儿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从每个人的生命周期来讲 是全生命周期的健康 这叫大健康 还有一个呢 从整个国家的层面来讲 什么叫大健康呢 要人人参与进来 而以前呢 我们认为健康都是医生的事 对吧 是医务工作的事 不是现在是 所有人都要参与进来 因为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民小康 你看我们身边那些这个贫困人口 绝大部分都因病反贫 因病自贫的 是这样子 你就是一个比较体面的中产阶级 你都经不起一场大病 所以我们的GDP的增长 基本上就被慢性病给消耗掉了 是这样子 所以国家就开始强调什么呢 强调人人都参与了 健康就是那个一 尤其我们的国家领导人 在福建基层访问的时候 考察的时候 是不是提出了这个概念 健康是一 其他都是零 讲完之后呢 全国人民都知道了 但是这事我都讲了二十多年了 就没有人信 就主席讲了一句话 全国人民都知道了 我就特别郁闷 后来一个朋友 朋友就劝我 实际上不用郁闷 因为你影响力比较小嘛 对吧 对很正常 对不对 所以这个有些话 就得让领导人讲出来 对吧 领导人开始关注健康了 那么这是一个大健康呢 就从规模来讲 是不是这个 所有人都要参与了 参与了 这个2016年就出台了 出台了 为什么没有 没有人来推动他呢 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一个政府文件 你想中国一般制定计划 都五年计划都不得了了 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万的 五年计划下来之后 国家就变了一个样 但是中国的大健康战略 二零年一直到二零三零年呢 十五年的那么长 好几个五年计划 对不对 国家还没有任何一个战略 像大健康战略那么长 是这样的 但是我们竟然没有人感觉 都不知道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任何人通过这个战略能够受益 除了我们本人 大家自己想象 医务公众的会不会推动他 不会 因为他强调预防为主 预防为主意味着什么 我如果推动他的时候 所有人都不在生病了 不在生病医院会不会倒闭 就会倒闭啊 那么医生靠什么吃饭的 医生靠患者吃饭的吧 吃饭 我们我们就诚实一点好不好 医生是个白天使 还有医生还是个职业 我想问他有问题 职业 大家都做家长的 你孩子报医学院 你希望他完全无私封键 还是因为这个职业好 职业好 对吧 因为在国外的话 医生是不是收入很高 市场化之后 尽管我们国家有很多公立医院 但国家的这个这个这个拨款 严重不足 差不多一个季度就化完了 是不是强靠自负行亏啊 是这样啊 所以他这个职业啊 是这样的 所以如果你让一个医务工作来推动 大家都去预防预防预防 都不生病 那医院一定会倒闭 这是肯定的 你收那么多年的医学交易 你投入那么大的成本 那就没有回报了嘛 这医务工作是会推动这个事情的 那么资本会不会推动这个事情呢 就是他在卖各种各种所谓的医疗产品 健康产品的人 他会被大家在家吃好喝好 呼吸好 不生病了 就我们这个按摩爷也卖不出去了 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不用卖了 这样最好 他们有没有这么动力 也不会有这么动力 没有任何资本 有这种意愿来推动他 所以只有我们老百姓自己关注自己 是吧 所以就2016年的出来 没有任何感觉 那后来的国家呢就急了 为什么急了呢 因为如果大家都不知道 不知道大健康的战略的意义的话 这个慢性病发病的死亡率 是否持续搬成感 就把我的社会财务就消耗掉了 所以到2019年的7月15号 就出台了一个配套文件 这个配套文件叫什么呢 这个健康中国2030行动指南 2016年只是个规划纲要 规划出来没有人动对不对 那大家让人动起来 在行动起来 动起来 动起来 这个文件有没有人看到 也没有人看到 你看健康那么重要的一个资产 竟然没有任何人关注 就行动 那行动里面呢 强调哪些呢 就开始把那个纲要细化了 大家知道这个行动指南里面 第一句话是什么吗 不知道哈 对了 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强调是什么 强调你能不能把你的健康 外包给医疗机构 不能 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健康的第一责任 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健康负责任 这是第一 第一句话 那里面的核心观念是什么呢 一定要从治疗为主 转向预防为主 我们观点是不要更新 这个配合大健康战略 一定要治疗为主 转向预防为主 在这个还有一个呢 关口前移 什么叫关口呢 关口就是医院的门口 关口前移 医院门口里面 我们知道是不是医疗行为 那么将关口前移移到哪去了 移到自己家庭的生活场景去了 你得吃好的喝好的 睡好啊 是不是那个健康的基本要素 这个都自己完成的 还是医生指导下完成的 你怎么吃什么喝 这肯定是自己的事嘛 不需要医生参与的 所以它是一脉相承的 然后呢 当然又制定了很多 约束性指标 什么叫约束性指标呢 你必须完成的 到2030年 必做到的 那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是什么呢 在基层医疗机构 到2030年 必须有百分之百的 非医疗 健康措施 落实下来 大家知道我们讲的是什么东西吗 我们讲的是不是非医疗解决方案 刚才那个短片里面 你看 大健康中国 安利倡导的健康的战略 健康的这个理念 比大健康中国 是不是提前了N多年了 我们一直都这样讲的 那么现在的约束用指标 是必须完成的 必须做到的 就基层的医疗机构 比2030年 百分百的 是非医疗的解决方案 啊 这是强制性的 那么有些呢 对老百姓的要求呢 那那就是就是 就是那个建议嘛 对吧 那对一些政府的机构呢 基层医疗机构 必强制性文章 对 这就是大健康 现在大家能理解这个 政府的对对健康 都重视了吧 啊 那么现在大家之所以没有感觉 是因为 大健康只有老百姓自己 可以受益 除了我们自己受益之外 没有任何人可以受益 有没有发现 啊 当然呢 如果如果您意识到大健康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国家战略的话 你能给大众提供健康服务 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商机啊 啊 所以他的很好的商机啊 从这个角度来讲 很好商机啊 像那个医疗机构啊 然后提检机构 他从这里面不会受益的啊 不会受益的 所以我们就感受不到啊 资本力量来推动他 这个给大家简单讲一下 我看到那个短片之后啊 我就很受启发 那么刚才讲了政府文件 2016年出来的 2019年呢 就开始一个行动当领啊 行动文件 那为了这个行动之后呢 有没有成果呢 还有考核 还有个考核的标准啊 考核的标准 所以总共后面有五个配套文件啊 配套文件 所以这个大健康呢 国家是非常非常重视的啊 对这个现在大家接触 安利的这个平台 推动大健康的话啊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 一个一个商机对吧 啊 我们经常讲 如果一个人有了很多钱 但是没有健康值不值 就不值的 如果关于健康没有钱呢 啊 很快乐的这个这个乞丐 也也也没有意义对吧 啊 最好是什么 在追求健康的路上 把钱赚了 赚了 这是最好的 所以我们现在的选择呢 我觉得莫名其妙 我们选对了 有没有发现 啊 今天上午呢 跟大家分享 两类这个 脂溶性维生素啊 昨天我给大家 下午分享的是 叫水溶性维生素 维生素呢 按它的溶解度 溶解性啊 是否在水里面溶解 还是在油里面溶解呢 分成两大类 一类叫水溶性维生素 一类叫脂溶性维生素 今天上午呢 重点给大家分享 两种脂溶性维生素 一个是 维生素A 一个是 维生素E 首先我们来看 维生素A 那么既然是 脂溶性维生素 昨天我讲水溶性维生素 讲了 水溶性维生素 主要融解在 水的介质里面 水的环境里面 那么 脂溶性维生素呢 它主要融解在 脂肪里面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身体里面 哪些组织 有脂肪 您就知道 脂溶性维生素 主要再拿其中了 说对了 说细胞膜的说对了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身体的 基本的结构代源 是不是细胞 细胞有个细胞膜 细胞膜里面 是比较很多 其他主分的 叫亚细胞结构 对吧 昨天我主要讲的 化学反应 主要在哪反应的 生理生化反应 需要在水的戒指里面反应的 对吧 但是我们的细胞里面 不是一兜水啊 它的很多亚细胞结构 比如说里面有线粒体 还有内质网啊 高耳机体 那么这些都属于什么呢 都属于模型结构 所以包括细胞膜 包括细胞合模 都是模型结构 模型结构 主要是脂类 那既然这样的话 我们知道脂溶温度 主要在哪里面存在 主要在模型结构存在 实际上 所以它的作用的这个部位 和微重C B细胞温度 是完全不同的 微重C和B细胞温度 主要在水的戒指里面去反应 而这个微重A 微重E呢 主要在模型结构上去作用 因为它这个脂溶性分数 它不溶结在水里面 这个大家是不是就清晰了 你看水量温度和脂溶温度 是不是开始有分工了 所以它的作用的部位不一样 所以它的作用的机理也完全不同 我们把这个最基本的概念 先搞清楚 那么这个 这是微重A 一般在细胞 带下来亚细胞结构其中 那么细胞带亚细胞结构 都是什么呢 都是我们细胞内部的 像线粒体 内质网 这些东西 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还有多种各种生理功能 好 那么微重A呢 我们了解最多的 是它的 在实际上的作用 对吧 因为它这个 它是这个感光的原材料 缺乏微重A的时候呢 最严重的 情景是叫夜盲症 夜盲症 我们一般人就没那么严重 那但是我们可以测试一下 自己是不是这个缺乏微重A 就大家像咱们这个 南京是不是有些这个隧道 就是大夏天 特别亮的时候 如果你突然进隧道的话 有时候隧道里面还开着灯呢 其实开着灯的话 这个和太阳那个亮度 是不是反差仍然很大 突然就眼睛像一黑一样 有时候这个这个 容易出现交通事故 甚至有提前就有 有那个提示牌子 所以前面前方有隧道 提前把汽车的大灯打开 是不是 那为什么呢 就怕大家突然有这样的 这个这个都市啊 出现交通事故 如果你开车进入这个隧道 里面还开着灯 你感觉到还一暗的话 很快不能不能适应的话 那这个可能甚至就缺乏微重A 包括大家去看电影 去电影院的话 如果去晚的话 找不到那个座号 对吧 都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它就出现夜盲症 我们一般呢 没那么极端 没那么严重 好 那么微重A 它有哪些生理功能呢 我们来看 微重A它的作用部位 主要在哪 我们就知道它在哪起作 它有什么生理功能 那微重A呢 它主要维护上皮组织的健康 增加对肌定的抵抗力 昨天我们是不是学过 人体的两大类免疫 哪两大类 特性 还是什么 是不是和非特性 非特性 那么大家自己想要 人的上皮和绵毛 是特性的 还是非特性的 非特性 非特性 是不是与生俱来的 天生的 与生俱来的 可遗传的 微重A 主要在哪起作呢 主要在我们上皮和绵毛起作用 所以它增强的是人的 非特性免疫力 那么我们哪些组织由上皮和绵毛呢 仔细想想 我们学过我们人体的八大系统了吗 对了 凡是具有管道的 对吧 就一定要上皮和绵毛 你看我们学习的八大系统 消化系统是不是管道 呼吸系统呢 泌尿系统 生殖系统 循环系统 是不是全是 所以一半以上 我们八大系统都是管道系统 所以微重A 主要在这些管道系统上去作用 所以它作用广泛不广泛 是非常非常广泛的 包括我们的上皮对吧 包括皮肤 有的很大的一个上皮组织 所以微重A 主要在这些组织器官进行 那么一个人如果缺乏微重A呢 它影响哪些组织器官的生理功能呢 很简单 因为它主要在上皮和管道组织器官吧 所以如果缺乏微重A的话 影响是不是这些系统的功能啊 你看 主要影响哪 眼睛 皮肤 呼吸道 泌尿道 甚至道 是这样的 所以如果有这些系统的常见疾病的话 如果我们要给我们的顾客提供 营养的解决方案的话 要不要首先把微重A考虑进来 一定要先把它考虑进来 这是这是 我们知道它作用场景的话 就知道这个方案啊 基本上就出来了 好 我们看微重A的表现 缺乏微重A的表现 我们通过微重A的正作用 就可以推断缺乏微重A 会有哪些磷状表现 就像我昨天上午讲蛋白子的时候 大家知道蛋白子是不是有很多生理功能 那缺乏蛋白子会有哪些磷状表现 你用逻辑推理就可以了 你比如说蛋白子的主要生理功能 其中有一个功能是酶 我们所有的生理生化反应 主要是在肝脏进行的 那大家想如果一个人缺化蛋白子的话 它的消化酶会不会能力减弱 就很简单呢 那么所有的组织的损伤 一核就要蛋白子 那缺乏蛋白子之后 是不是伤口一核减弱 你自然就会推论出来了嘛 所以缺乏微重A 我拿一些磷状表现 你把它的正作用记住 你就会反推出来 所以你不用死进行背 这样学习容易不容易学习 你比如说这个腺体费率减少 比如我们的胃 是不是一个膨大的管子 肠道都是管子 因为微重A主要在上皮 然后缺乏微重A之后 那些上皮的细胞 线细胞 还正常不正常 就不正常啊 那么它分泌的各种各样的生物活性物质 都有可能受到影响啊 就很简单 那加上我们整个上皮 这个皮肤 如果缺乏上A的话 那上皮细胞相互之间的关系 我给大家几个例子 大家有没有抓过那个活鱼 抓那活鱼是不是很难抓它 特别滑的 为什么那个鱼鳞呢 大家把每一个鳞片 比一层 想象到我们的一个上皮细胞 这个好理解了吧 像那样的正常情况下的话 是不是一个A一个 而且分泌一些滑液黏液是这样的 这是正常的 那如果不正常的话 缺乏分泌A的话 类似什么情况呢 对了 大家那个去买鱼的时候 有时候呢 卖鱼的帮那鱼 帮我们先杀好 敲死之后 它怎么刮那个鱼鳞片的呢 它的逆流那个鱼鳞知道呢 一刮一下的 鱼鳞是不是全翘起来了 就我们细胞呢 如果缺乏分泌A的之后呢 本来细胞一细胞这样连结 就像一个一个正常的鱼鳞片一样 最后它就打起来了 就毛糙了 就皮肤就粗糙了 那里面是不是就容易藏污纳垢 就这样 这就是这个表皮细胞增生啊 过度角质化 你脱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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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所以如果你摸着你皮肤很色的话 对吧 很色的话 有可能就缺乏分泌A 那么这个 包括这个其他的哈 生殖系统的这个上皮细胞啊 活性也受影响 那有可能造成什么呢 造成女性可能就不孕 男性可能就不孕 对不对 这是这个 缺乏的这个 临床症状 那么温柔A 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生理功能 叫抗癌的作用 昨天我们是不是讲过VC的抗癌作用了 大家还记得VC的抗癌作用 需要有几个环节吗 非常棒 三个环节 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是预防致癌物 亚乔胺的生成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如果已经形成了肿瘤 是不是预防它的转移 第三个呢 直接 是不是三面癌细胞啊 是这样三个环节 来得预防肿瘤 那VC的预防肿瘤呢 和VC就完全不同了 首先 大家想想 VC是预防什么肿瘤 VC VC VC是广谱抗癌功能 因为说的反应都在水泽进来那里行的吧 所以VC是一个广谱的抗癌功能 那VCA 是不是像VC那样广谱呢 就不是了 因为它作用的部位 是不是有特殊性 所以VCA主要预防哪些癌症呢 对了 主要预防肿瘤和粘膜的癌症嘛 就是管道系统的癌症 因为它主要在这起作用的嘛 那么 看起来 它不像VC 作用那么广泛 但是好在什么地方呢 好在我们人 我不能说人类 照中国大陆来讲 绝大部分恶性肿瘤 都是管道系统肿瘤 你比如说中国的十大恶性肿瘤 其实有一半是消化器官的肿瘤 第一位的就是肺癌对吧 接着像食管癌啊 胃癌啊 节肢障碍 包括肝癌 大概有一半都是消化器官的肿瘤 包括还有女性的宫颈癌 是不是也是管道的肿瘤啊 管道肿瘤 所以这个呢 VC呢 它的抗癌功能 啊 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因为长发的啊 高发的恶性肿瘤 绝大部分的管道系统肿瘤 那VC它是怎么预防癌症的呢 VC的预防癌症肌瘤 我们是不是很清楚了 那VC呢 预防癌症呢 它是让癌前病变匿短 它是让癌前病变匿短 那么下面呢 我来讲一下什么是癌前病变 啊 什么叫癌前病变呢 大家看到的在医院已经诊断出来的 是不是已经叫肿瘤了 叫肿瘤了 那肿瘤呢 它已经是一个实体瘤了 肿瘤 你看医院描述的全是体积的概念嘛 比如说几层级几层级 你不管大小 不管叫节节 或者叫任何东西 叫粘位 它总是已经是个结果了 对吧 但这个东西会不会一天就变成这个样子呢 不会 至少十年几十年才能变成这样子 那么在这之前呢 它有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叫什么呢 叫癌前病变过程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什么叫癌前病变 我们如果把一个一个人确诊恶性肿瘤 这个阶段 这种状态 我们比一成一个人 杀人放火 对吧 但想如果一个人杀人放火的话 这个人 他应该谁来处理他 警察 法院 是这样的 就判刑了 可能判他死刑了 如果他杀人放火的话 但是这个人会不会昨天晚上 还有这个学了一封经济分子 一夜之间起来 就变成杀人放火犯呢 不太可能 一般人不会这样的一个发展历程 对不对 他绝大半是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 大家做家长的 都知道孩子怎么变坏的 刚开始不写作业 逃课 然后给几个小朋友在外面喝酒抽烟 是这样的 胆子就越来大 还要打群架 但是像这种不良行为 我们都可以教育过来的 是不是可以逆转的 但有一天胆子越来越大 他就杀人放火了 我们想教育还行不行 不行了 就我们管不了了 法院警察接手了 是这样的 也就是说 杀人放火之前的所有的坏行为 都是可以逆转的 我这个表达清了没有 那么温柔A 就要在哪启动呢 就在这个阶段启动 一个人如果确诊的是癌前病变 那么温柔A呢 就有机会把他们逆转 当然逆转的不是所有的肿瘤 是消化器官 不是那个管道性肿瘤 对吧 上肥肿瘤 那么哪些这个这个信号属于癌前病变呢 现在我们很多人每年是不是到医院去体检去 啊 那么有这么几个典型信号 就是以癌前病变 就第一个身体任何部位的增生 比如说 很多人在医院体检是否甲道腺的结节 乳腺的结节 胆囊的膝肉 肠道的膝肉 你不管叫什么名字啊 或者叫沾胃对吧 这对身体来讲是不是多出来块东西 这个多出来东西一定是细胞分裂出来的结果嘛 就一细个细胞一个变两个 两个变四个四个变八个 比如细胞科隆用增长的结果 你不管是毫米级的还是厘米级的 是这样的 这肯定是这样细胞科隆用增长结果 而细胞科隆用增长这些生物学行为 和细胞癌变的行为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暂时呢 我们还不能完全确定 他就这个恶性肿瘤 是这样的 这个阶段就叫什么呢 就叫癌前病变 那么一旦发现这种癌前病变 一般的医院是什么给的建议 观察 观察对吧 定期观察 然后三个月复查一次 六个月复查一次 如果医生判断风险相对比较低的话 是不是就要一年复查一次 好 那大家思考一个问题 当医生建议患者三个月或者六个月复查的时候 他的结节或者增增或者虚度会不会发生变化 我举个例子 我举个例子 我抽空要喝一口 假设这个 这边有饮料 对吧 你是不是发现了 发现了 发现了 这地方不应该有杯饮料吧 因为它影响我们讲课嘛 发现了之后呢 你说这样 没事 过三个月再观察一下 过几分钟再观察一下 这杯饮料会不会消失 不会 不会消失 大家记得 我一开始讲了 我们到医院看病 是不是先诊断后治疗 诊断是不是发现问题 治疗是不是解决问题 不管你甲断结结长多大 乳腺结结长多大 肺部结结多大 是不是已经发现问题了 既然已经发现问题了 我们需要什么 我们是不是需要解决问题的手段 但医院有没有给解决问题的手段 他让我们三个月六个月定期复杂 定期复杂属于发现问题 还是属于解决问题 所以定期复杂 仍然属于发现问题 他不是解决问题 所以如果一个人 不管你在哪发现肌肉结疊 医生上定期复杂 你啥事都不管 就在定期复杂的话 只有一个结果 过一段时间 嗯 果然是肿瘤 是这样的 前一段时间 网上有个新闻 大家不要觉得新闻 印刷出来了 新闻就是正确的 那是记者写的呀 隔行入隔山呢 他有时候播烟球啊 或者什么呢 他必须了解这个领域啊 其中有一篇新闻 这样想啊 说一个女士啊 因为发现了贾中线结疾 两年没有复杂 最后变成贾中线癌了 啊 这是两个月前的一个新闻 我看了之后 哎呀 我就我就我就 我觉得这个 不知道悟到多少人 他变成贾中线癌 是因为两年没复杂吗 啊 是因为什么呀 哎 对了 他没有才有干预措施嘛 你想想这地方有个东西 你不管他光定去观察 不要说三个要观察一次 你天天观察一次 有用没用 没有 一定点用没有 很多人就以为观察就是解决问题了 很多人以为观察就能把它观察掉 怎么可能呢 大家想讲 太多太多这种人了 而且很多医生这样的 那大家最关键的问题 为什么医生让你观察这个阶段 为什么不给你猜 啊 哎 医生有的是招啊 手术放来话聊多的是啊 哎 很多人回来还没到那个点呢 什么叫还没到那个点 有很多人跟恐怕动物从来没思考过 你看你要确诊的肿瘤的话再记住 到节节都直接上手术放来话聊多好吗 为啥不上 很多人从来没思考这问题 你发现如果发现很好的节节 你就用手术放来话聊治疗 你很快就发现 你不死一节节 你会死一治疗 有没有发现 你当你发现死一治疗的时候 这个上疗话疗 你发现对身体的建设的作用大 还是破坏的作用大 你开始所有人开始否定他了 明白吗 所以在这个阶段是医院不敢治的 医治就露馅了 你姐姐不管他三年五年 甚至十年半年都没关系 是这样的 但你一治呢 很快就死了 身体急剧下降 所有人都知道 放来话聊 读情太大了 不能清一治 对不对 你会把它否定掉了 他又要等到你什么时候呢 等到你确诊 果然是恶性总额 为什么在这个阶段开始自你呢 因为他又建了一个新的逻辑 一旦你变成恶性总额的话 他把你的这个病和死亡化等号了 明白吗 你解决和死亡化等号 那太胡扯了嘛 你不可能接受的嘛 对不对 所以你用那个极端手段治疗的话 会把人致死嘛 你就知道你不是死亡疾病 你不是死亡疾病 你死亡治疗 那治疗这个就露馅了嘛 但是一旦确诊恶性总额的时候呢 他又给你建立一个新的逻辑 肿瘤等于死亡 你想肿瘤等于死亡的话 他这时候给你提供一个解决方案 你可以手足放来化疗 知道的 手足放来化疗可以延长生命 你死了的话也是正常的 不死也是正常的 有没有发现 因为他已经建立一个逻辑了嘛 而且这个逻辑所有人都接受了 那我当然不想死了 那不想死怎么办呢 我接受放来化疗 放来化疗对身体的伤害 我只有肌定的代价 我忍着对不对 因为你脑子里已经接受了 那个肿瘤等于死亡的概念了 所以医生都一定要等到这个阶段 因为这时候你心情上容易接受 记得把人刺死了 这个放来化了毒物被掩盖了 他认为是你死于疾病啊 因为你已经接受了这个肿瘤等于死亡了嘛 但结结不等于死亡啊 对吧 这都让你等等等等等等 我们身边有没有这种人 太多这种人了 所以这个医院 包括这个爱情病院 觉得哎呀这个这个弄了很多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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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术语的了 包括那个假装线 乳线的阶级 白瑞子一级二级三级 4A4B4C 上了啊 5 6 弄了很多级别 那我想问大家问题 这些级别有本质的区别吗 嗯 这个风险级别不一样而已 这我觉得这个哈 我们不要自欺欺人 6级已经做过病理检测了 肯定的版本了 发现癌细胞了 我想问大家问题 6级从哪来的 是不是1级2级3级是一定发展过来的 这是肯定的嘛 你说你要到6级治好 还是在1级2级3级预防好 当然预防好啊 但是医生呢经常误导患者 没事儿良性的多 是这个阶段良性的多啊 那恶性从哪来的 你不是这一遍一遍一遍演变过来的吗 那既然我明白这个道理之后 我想不在最安全的时候预防他呢 非要等到医生出来没事儿 等到有事儿来治疗的时候 再哭点抹乱的对吧 花钱也治不好了 所以很多人健康观念是要更新的 这样是要正确的认知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国家强调预防为主 预防为主 这个概念 所以体检出来的不管1级2级3级 只要有东西 是不是就不正常啊 你就知道 我如果不干预的话 将来一定会发展到5级对不对 一定发展到6级 所以现在开始预防 这很多人就给我抬杠 我有没病吃 你出来干嘛 当你有病的想吃了没有用 对不对 所以这是我们这个第一个观念 建立起来 预防为主 预防为主 所以医院那个级别 那是研究用的 满足医生的好奇心症 对我们来讲 是一样的 对吧 3毫米和8毫米 有本质区别吗 没有任何本质区别 1级2级3级 没有任何本质区别 对我们来讲 所以都要进去高度重视 对吧 而且用的级别越低的话 你稍微采取点措施 是不是就可能逆转了 你要变成6级的话 你就可能手术放来化来 不一定能逆转过来 清加大量不一定逆转过来 成本高不高 就高了很多 所以大家一定要 这个这个这个 关口前移前移前移 把这个概念建立起来 这是这个V重A的这个 预防这个 肿瘤的这个环节 是在癌前病变 癌前病变 那么它可以一直 肿瘤细胞的生长和分化 可以一直肿瘤细胞的生长分化 那肿瘤细胞的生长 大家知道是科论增长吧 一个变两个 两个变四个 四个变八个 这个叫科论增长 那V重A可以一直 肿瘤细胞的增长 那细胞的增长 和速度会被减缓 就会减缓 那讲到这呢 我来讲一下 为什么把细胞 把肿瘤的生长 一直下来 这个意义 特别重大 特别重大 我昨天大概提了一下白血病 白血病 白血病不属于肿瘤 大家记得 我来讲一下这个化疗 化疗是白血病的 不是治疗肿瘤的 以前肿瘤治疗 只有手术和放疗 因为肿瘤是一个实体瘤的概念 我们讲肿瘤是不是描述几层级几层级 都体积的概念 白血病就没有体积的概念 全人是不是到处都是 所以白血病不属于肿瘤 这个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那么治疗肿瘤呢 因为肿瘤 它是在身体的地方固定的 固定的一个部位 所以你用手术的方法把它切掉 或者用放疗的方法造它 那这个是不是很成熟的技术 所以之前治疗肿瘤只有这两个技术 啥时候有了化疗的呢 就是发现白血病以后 发现白血病不属于肿瘤 就没办法用手术放疗方法治疗 那大家知道白血病 恶性成分非常高啊 你没有办法治疗大 死的快不快 速度是非常快的 那科学家就开始研究这个 这个不属于重瘤 那我们怎么处理它呢 就查文献 就发现什么呢 发现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 或者第二次世界大战 战争创伤的人 大家知道那时候战争 用了化学武器嘛 受化学武器伤害的人呢 白细胞都偏低 那受这个启发呢 说这个化学武器有可能 有杀白细胞的功能 这个用化学武器啊 来治疗这个白血病患者 这个早期哈 都没有做做做动物实验 人体实验都没做 直接拿化学武器往人身上上的 但想要那人死的快快 血上加霜嘛 很快就死掉了 所以治疗白血病的这个 实验室在哪呢 是在这个这个停尸房的旁边 死了之后直接拉到停尸房去了 但是慢慢后来就在做动物实验研究啊 现在就变成现在的一个化来的模式了 毒性没那么大了啊 所以就不会立即死亡了 就个别情况下有立即死亡了哈 化来要 所以大家知道化来要多毒吗 从哪来的吗 化学武器来的 所以他的处理的方式和处理化学武器 是一模一样的 你的毒性有多大了啊 那么这个这个化来要上去之后呢 就会让细胞呢 细胞分裂一直下来 一直下来 为什么一直下来呢 所有的化来的原理 大家知道细胞 肿瘤为什么变大 是不是一个变成两个 两个变成四个 他癌细胞科论症的嘛 一个变两个 两个变成四个变八个 那么这个呢 实际上就是一个细胞周期的概念 通过一个周期 细胞呢 一个变两个 两个变四个 这个说的比较专业了哈 那么所有的化来要的这种原理是什么呢 不让细胞分裂 哪个细胞分裂 我把哪个细胞杀死 所以大家适合一个问题 这个化来要 是杀死癌细胞的 还是杀死生裂细胞的 所以大家记住 化来要是杀死生裂细胞的 不是杀死癌细胞的 医生告诉你化来要可以杀死癌细胞 他只讲了一半 那一半呢 他吓到你了 所有的化来要都是杀死分裂细胞的 不是杀死癌细胞的 因为化来要这种原理就是 哪个细胞分裂我杀死谁 但是呢 癌细胞呢相对来讲 分裂是个速度比较快 所以呢 很多人就把他演变成化来要杀死癌细胞的 那是你的一厢情愿 那既然化来要杀死分裂细胞的 我们正常细胞分裂不分裂 当然分裂啊 我昨天是不是讲过更新了 你没有细胞分裂 你身体怎么更新呢 所以化来要上去之后呢 癌细胞杀死之后 是不是正常细胞也杀死了 杀死了 那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们讲的 这医学上不需要杀死正常细胞嘛 所以把正常细胞杀死呢 把它叫做副作用 有没有发现 那大家仔细思考一个问题 如果化来要没有副作用 他有没有正作用 如果化来要没有副作用 他一定点正作用也没有 因为化来的原理就是 哪个细胞分裂我杀死谁 所以他大家一定搞清 他不是杀死癌细胞的 是杀死分裂细胞的 所以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就会出现 你用化来要的次数越多 你的正常细胞瘦传是不是越严重 所以我们经常把它比喻成什么 杀敌多少 杀敌一千自存八百 那也是我们的印象情愿 他说杀敌八百自存三千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我刚才讲了 我昨天是讲VNC的时候 是不是讲过细胞异质 有没有讲到这概念 我有讲到细胞细胞之间的连结了 大家记住细胞之间 还有个细胞接触医子呢 什么叫细胞接触医子呢 我举个例子 现在在南京这样大都市 有没有挤过公交车或者地铁 你在早晚高峰的时候 你挤公交车接地铁的时候 是不是挤满个人 那我们会不会在里面到处乱窜 不会 一般都比较拘束对吧 身边都是人都在那不动 为什么呢 因为有人医治你们 这叫接触医子 对不对 肿瘤型的一团组织的时候 每一个癌细胞相互之间 是不是也有细胞接触医子 所以并不是每个细胞都分裂 我表现清楚没有 因为个别细胞接触医子 不分裂嘛 而化脸药是杀谁的 每个细胞分裂是杀谁的 所以你用了化脸药之后 如果有细胞分裂 反正分裂细胞都被杀死了 这个肿瘤 肿瘤想看一下会不会变小 它就会变小 你比如我举个例子吧 比如我们叫分裂指数嘛 什么叫分裂指数 假设一团细胞 一团统组织里面 有100个癌细胞 我举例子哈 由于细胞接触医子 可能只有50个细胞分裂 50个细胞不分裂 那如果用了化脸药之后 理论上讲 有多少细胞被杀死 50个细胞被杀死 你肿瘤看起来是不会小50% 就看起来什么 有效 是吧 有效 如果有效的话 是不是继续化疗 继续化疗 那化疗就可以把肿瘤全被杀死了 那为什么从来没听过化疗 把肿瘤换来治好的 到目前为止 化疗已经半个多世纪了 二战接触以后 开始用化疗了 为什么 对了 因为他把那些分裂的细胞杀死后 不分裂的细胞 是不是开始分裂了 开始分裂了一团细胞之后 是不是仍然有一部分细胞是不分裂的 对吧 你再杀的话 还杀了一部分 还有一部分 对化疗是没有这么反应 我给大家几个例子 大家以前那个年纪大头都看过 以前的那个战争片吧 就地道战地雷战 就是我们的我们的游具队 都在地道里面 那个到处挖的都是那个地道 日本鬼子一点装没有 就往里面放毒气 见过那镜头吧 毒气为什么能把人毒死 对了是因为你要呼吸嘛 如果你有本事不呼吸 这个毒气能不能把人毒死 他就毒不死了 这个化疗就是 哪个细胞分裂我杀谁 但是如果细胞接触医子 我不分裂 你再多的化疗要对我一点有没有 所以每次化疗 总是把奶分裂细胞杀死了 不分裂细胞是一点反应没有 所以他要多次化疗对吧 那大家想啥时候能把所有的细胞杀死完 根本就不可能 你发现如果你不停的化疗 不停化疗的话 正常细胞就受不了了 因为正常细胞没有癌细胞 那么有活力是这样的 所以你看所有的化疗不管四次 不管六次不管八次 是不是基本上到那个时候就终止了 你好不好就结束了 反正到这就再次的话就露馅了 在这就把人制死了对不对 我一个高中同学 都制造什么 制造他的学校版只剩9个了 正常学校版的话9万 一般都是100万到300万之间 对吧 9万 再约那个专家 专家死活不接的 找个能借口不接的 为啥不接他呢 接的就会死在他病房 到年纪做报告的时候 我治死了多少人 多少人死了 就很难看那个数据 后来死在家了 那张数据 就来不及抢救了 所以这个 那么我们将把细胞移植下来 细胞分裂数据下来 重要不重要 因为他分裂数据越快的话 是不是风险越大 但是如果用化疗的方式 移植他的细胞分裂的话 你要付出很大的成本和代价 对不对 那么微妆有个什么功能 他在移植细胞 数量的增长 但是他有没有化疗那种负用 他就没有那种化疗负用 所以把细胞移植下来的话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措施 但是医院的措施呢 成本是非常高昂的 非常大的 所以他能预防上皮细胞的肿瘤 像胃癌肺癌这些都是什么呢 这样都是他作用的部位嘛 对吧 而且刚好在中国的高发的这个肿瘤 是不是就这么几大类 所以维生A重要不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这是维生A 但是维生A是一个什么样的营养素呢 刚才讲了是一个脂溶性维生素 脂溶性维生素和水溶性维生素 最大的区别是 他储存在脂肪组织里面 是可以长期组成的 他过量之后都储存起来了 所以他容易什么 容易中毒 他不像昨天讲的水溶性维生素 你通过小便的汉液 是不是排出体外了 所以他没法排出体外 所以就会中毒 所以我们就不能直接 服用维生素A来预防疾病 那么我们可以服用什么呢 对了可以服用维生素A的原材料 维生素A的原材料 胡萝卜素 包括类胡萝卜素 也是脂溶性维生素 但是他们过量之后没有毒性 那区别在什么地方 刚刚讲了 原材料没有毒性 但变成成品之后就毒性了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大家知道中国是一个管制枪支刀械的国家 对吧 但是那个枪刀从哪来的呢 用什么东西加工的呢 是不是金属 金属加工的 各种金属加工的 但是如果你是个屋子回头站 你家里堆了一大堆的废铜烂铁 国家管你不管你 不管你 但你把它加工的刀和枪呢 就开始管理 知道这个原材料和成品的区别了吧 所以成品的话 我们直接用的是V中A V中V中 你直接补充它 补充多乐 就可能这样的一个副作用 包括干性化 纤维化这样的 后果很严重 但是如果我们补充它的原材料 过量的话没事 堆的再多 肺痛烂解没事 你顶多就影响美观对吧 你比如说皮肤发黄啊 是这样的 皮肤一黄的话 我们知道 有个信号 你的量够了 够的往下减 是不是就可以了 或者暂时停用 因为它有储备嘛 储备消耗完了之后 再往上补充 是这个样子 这个我讲清楚了吧 所以纽出来提供的什么东西 是它的原材料 纽出来不直接销售备用 哎呀哈 好 那么脂溶性维生素啊 和水溶性维生素呢 一般的表达习惯不太一样啊 咱们昨天讲的水溶性维生素 是不是都以重量来表达的 质量来表达的 多少毫和多少克 对吧 那么脂溶性维生素呢 一般用活性单位 国际单位来表达 这都没关系哈 他们都可以换算的 怎么换算呢 你可以在这个网上检索哈 不用记 我现在很多东西网上有的 我都不在记了 因为你在记 你都记不过互联网 你没有发现 你都记不过网络哈 所以把脑子省下来干什么呢 用于思考 用于思考 凡是网上能检 检索出来的 大家都不要死记应背的啊 背的疾病 我们用一种方案就可以了 这我讲类风丝 性关节炎 强劲脊炎 红曼狼窗 牛皮炎 包括亏阳痕结肠炎 是不是同一类 同一类 所以以后再不要问了哈 它的核心组合一定把B-C子放上去 鱼油对吧 然后有鱼油的话一定和有微生液加上去 然后再把其他的基础营养素加上去 那讲到这呢 我要讲一个概念哈 讲概念 就是我上回提过了 就是我们的方案复杂 还是医院的方案复杂 我们的复杂 我们的复杂 我们的复杂在哪里面表现的 在身体的内部表现的对吧 医院的复杂是不是都在表面上 表面上 大家有没有发现 你在医生那哈 医生给你开 是不是开药 开药慢性命治不好嘛 治不好过一段时间再也找医生 医生说要不我换个药 医生总有招有没有发现 从来没有说这病我治不好 患啥药都是不好 从来不说这句话 你只要再让他看 你看一辈子他都有招 有没有发现 就是好不了吧 他觉得医生那种白宝箱一样 今天换这个药明天换那个药 对吧 今天这个组合明天那个组合 但是就是病不好 到我们这呢 没别的招 打过来打过去就这几样东西 是这样的 好 那我想问大家问题 我们为什么只有这几样东西 对了 你发现你不管什么建筑物 倒过来倒过去都是钢筋水泥 不需要别的呀 对不对 我们人人类不就是需要其他的药素吗 我倒过来倒过去 那关键是我们只有这几样东西 为什么可以解决那么多健康问题呢 这是最重要的 为什么 好 那我们来看 我们营养素组合在一起的时候 它的体内有多少种可能性 我们到今天下午已经学了好几种营养素了吧 这还都大众营养素 功能营养素我们都没讲呢 蛋白子 B组温素 微容C对吧 包括VE 包括这个VA 包括钙米片 矿物质对吧 那大家想一想如果 如果 我随便举例的 蛋白子有多少种生理功能 先按总算 我一会再讲这个陷阱在哪 蛋白子有多少种生理功能 你说10种对吧 就按10种算 B组维生素呢 你按总的话知道它20种 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家族很多嘛 那么VC呢 你别说可能说个具体数 8种 就按8种算对吧 然后那个V重A呢 8种都记下来了吧 V重1呢 8种都按8种 然后那个 这个钙呢 100种 别这么夸张 好 我们就在几种吧 我们把几种 大家想想如果一个人 把几种样素一起吃下去的话 它在体内有多少种可能性 你有具体数字吗 应该怎么算先说 是不是全部相乘啊 排列组合吗 你算一下把它都乘下来 10乘20 乘好几个8 不是加是乘啊 你算多少种 至少十几万种以上的可能性 对吧 大家一定要记住 我们一样说在体内是忽向什么加持的 对吧 忽向出镜的嘛 对吧 那么这个 这个是我们指挥它的 还是它自动自发的 自动自发的 它有几十万种不同的组合 几十万种不同的组合 就意味着什么呢 它可以解决几十万种不同的疾病 那我们人类的疾病 现在目前西 它能够命名的疾病多少 大概两万多种吧 就世界卫生组织给它命名 对吧 大概两万一千六百多种 所以我们营养素进入体内 可解决多少问题大家知道吗 所以解决几乎所有的健康问题 谁解决的 对了 是我们身体自己的 不是我们让它解决的 所以我一概强调 我们只是把我们身体 你需要的原材料 供应给我们身体就可以了 供应给我们身体 你不用管了 你不要指挥这营养素 在哪里起重去 你一指挥就乱套 这样我们做家长的 我们要养孩子怎么养的 给他吃好的喝好的 他是不是长成大公共大小伙子 我们需要指挥这营养素进去 到哪里起重去吗 所以这营养素进去 先不要关免疫力 先让它长过 我们能指挥吗 根本就指挥不了 所以我们干脆不用指挥的 因为我们相信我们身体 比我们有智慧 是不是这个逻辑啊 你看医生干的什么事 都是假设他比我们身体聪明 是不是这样子 比如说我昨天讲的 免疫治疗 把自己身体的血细胞抽出来 把免疫细胞在外面 教训他一通 回去干活去 直接在体内都不干活 你只要听你的话 教训大家能干活吗 可能吗 根本就不可能啊 因为他做的工作 全都是肠子 他们比我们身体聪明 而我们假设 我们身体比我们聪明 我们只需要把原材料 供给身体 我们身体是一个最美的建筑师 对不对 就像把钢筋水尼 交给你建筑师 你不用管了 你相信他之后 将来这套房子 就一定给你建好 是不是这样子 不是我们家只会到 我这个表达清楚了没有 所以你不要觉得 内风是这几样东西 怎么这么血管的 青老夫也是鱼油啊 这东西也是鱼油啊 因为他需要的原材料 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只要把原材料 供给身体 我们身体自我修复 我讲清楚了吗 刚刚后面呢 我会花点时间给大家讲 我们组合的原则是什么 对吧 如果你组合的原则精准的话 是不是效果更好啊 就会更好啊 这是这个这个 所有的自身免疫 功能疾病 一定把鱼油和小麦 这个核心组合 然后其他其中营养素 是不是再上来啊 再上来啊 这是总的原则 那么下面呢 可以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食物纤维 食物纤维 在其他的营养素里面呢 这个纤维素呢 是非常独特的一类营养素 它独特在什么地方呢 因为它是人不消化也不吸收 那我们讲的营养素都会 采用我们生理工程的调节嘛 它会变成我们身体的一部分 这个大家都好理解 这个营养素的作用对吧 那纤维素呢 人不消化也不吸收 它为什么还是人类营养素 需要的一部分呢 这个很多人就可能很困惑啊 我们先看一下 那么这个纤维 它有哪些生理功能 食物纤维呢 它促进肠道的蠕动 在结肠期生口中 增加分辨的体育中呢 西肢肠内致癌物质的浓度 那么我们先讲一下 这个纤维素的特点是什么 大家就学会基础养素 知道纤维素 是不是分成两大类 一类叫水溶性胶维素 一类叫非水溶性胶维素 对吧 好 那么胶维素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 最大特点 它是溢水膨胀 膨胀成凝胶状物质 什么是凝胶呢 大家见过的最经典的凝胶 就是水豆腐 大家对水豆腐不陌生吧 那是最典型的凝胶状物质 然后呢 包括什么 包括那个那个酸奶啊 包括那个小孩吃到果冻 对吧 这都是凝胶状物质 那么 纤维素呢 它人不消化也不吸收 但它是一旦遇水就变成凝胶状物质 凝胶状物质什么特点呢 它是吸水了嘛 所以会增加自身体积 体积和重量增加5到8倍 因为它人不消化也不吸收 在消化道里面 是不是只能变成大便排的地方 所以大便就会很顺畅 是这样的 所以这就是很多人要预防便秘密的话 是不是医生都建议他吃粗粮的原因 什么粗粮里面最要是用到哪个东西 只要用个纤维素的功能吧 它的功能就是玉水膨胀 因为玉水膨胀它是个凝胶状物质 这个凝胶状物质在结构上什么特点呢 它里面有很多孔眼 咱们在南京啊什么可能感受不到 像北方大冬天 有没有吃火锅吃那冻豆腐的 你吃冻豆腐就知道 切开之后里面是不是有很多孔眼 那孔眼已经比较大了 咱们肉眼看得见 很多像那个小孩吃的凝胶 吃的那个叫什么 果冻里面也有孔眼 这太小了我们肉眼看不见而已 那么这些孔眼呢 它基本上是这样 我们尝到的这个小分钟不能进去 大分钟进不去 第二个呢 进去容易出来难 这个大家好想象这个概念吧 什么叫进去容易出来难呢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拿一块这个水豆腐 它典型的凝胶嘛 再切一块立方体的水豆腐不用太大 你泡在一个碗里面 碗里面是个盐水对吧 如果你把这一块水豆腐泡在一个盐水的那个碗里面 你泡它24小时 这个盐会不会进到豆腐里面去 一定会进去 所以豆腐就会变咸对不对 变咸因为盐进去了嘛 那么你再把这块豆腐再拿出来 放到一碗清水里面去 也放24小时 你看盐会不会全都跑出来 不会 只有一部分跑出来了 这就是进去容易 是不是出来难呢 出来难啊 所以这个呢你看我们肠道里面 是不是有很多有毒有害物质 就是小分层物质呢 就会进入到这个纤维素的 但是你说要喝水嘛 你看我们吃纤维素 是不是一定要喝水啊 就利用了益水膨胀的原理 膨胀的凝胶物质 那么这个呢 这个这个 这个肠道里有毒有害物质 包括重金属 进入空间里面去 因为进去容易出来难 它就变成大变排的体外了 这样的话 我们肠道安全系统会被提升 就提升 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吃粗粮 现在知道这个原理了吧 啊 这就是粗粮的原理 利用了它浴水膨胀的原理 那么当然它排便速度加快的话 就吸收那个那个肠道内的致癌物了啊 风险就降低 那么第二个呢 影响肠道内的细菌代谢 大家现在都已经对医生菌哈 这个不陌生了哈 我刚才讲的是人不能消化 也不能利用纤维素 但是细菌可以消化的啊 啊 你比如说那个外面的木头 就典型了纤维素嘛 没有人吃木头的 但木头为什么会腐烂呢 是不是有细菌呢 啊 啊 所以这个我们知道我们肠道里面有有害菌 还有有益菌啊 他两个就是这个这个此消彼长嘛 我们需要的是不是有益菌 有益菌 那大家现在都补充这个益生菌了 知道这个益生菌是什么东西吗 包括我们吃的益生菌一段里面一百亿 啊 对 我们吃的是益生菌的种子 明白了吧 你只要那一百亿益生菌听起来数量很大 没啥用的 仍然很少 因为他都不是以这个数量级来算的 都以千亿级别来算的 所以吃这个是益生菌的种子 种子意味着什么 在鲜花道里面 在肠道里面 是不是还有大量的繁殖啊 你的繁殖才有用啊 那益生菌要繁殖靠什么繁殖呢 对 靠香维素 你说那DG果汤的 细菌了 对吧 他就靠香维素 细菌以香维素做原材料 做饲料 在上面大量的繁殖 所以大家补充医生菌的时候 一定要在同时补充什么东西 一定要补充香维素 如果你补充香维素 不补充香维素的话 你吃多少医生菌 藏哪里还那么多香维菌 还是那个医生菌 他没有增加嘛 啊 你要这个 靠这个 所以医生菌是医生菌 有没有听到过医生源这个概念呢 医生源就是医生菌吃的底屋嘛 对吧 你把这个东西 两个一块补充上 这是影响肠道的细菌代谢 那讲到这呢 我想讲一下医生菌 现在生产医生菌的厂价多不多 多 大家记得医生菌 它本质上仍然是个细菌的 对不对 如果本身是个细菌 大家想一下我们 叫消化大力吃进去的时候 胃酸酸不酸 胃酸很酸 然后胃排光瘦到小肠 12脂肠那块 是不是强碱了哟 如果我们没有一个高明的技术的话 在这医生菌不是在胃里面繁殖的 也不是在小肠繁殖的 要在大肠繁殖的 那么强酸强碱 可能这个医生菌 已经全部消灭90%以上了 就没啥用啊 包括现在很多人是否喝酸奶 喝酸奶的发酵菌呢 对不对 那不是要到大肠里面的这个繁殖的医生菌呢 所以生产这个医生菌的时候 需要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技术 什么技术呢 就那个英文叫coating技术 这个coating就外面弄了一层保护膜 这个保护膜既要抗酸又要抗碱 然后呢保护了这个细菌 通过肠道到大肠里面定植 在这里面繁殖 所以你不要看到这个宣传 说我们这里面有多少多少医生菌 你真正吃下去的时候 经过强酸强碱环境以后 刚才大肠里面就没了 我讲清了吗 所以我们那个扭出来的医生菌 那100亿是到哪有100亿 到肠道之后还有110 所以就是你吃的只有多都没少的嘛 对不对啊 所以这个coating技术很重要啊 不是一般的企业能能有掌握这种技术的 这是这个这个一这个消灰素啊 能够影响消化道的肠道代谢细菌代谢 好那么还有一个呢 能调节脂质代谢 这个呢相对比较专业些 我们是不是经常讲到降血脂降血脂 医院有降血脂的药 我们是不是血管的清道夫也会降血脂 但是几乎没有人问我血脂降哪去了 咋降的 啊 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因为血脂血脂血里面的脂肪嘛 而且我们讲过循环系统 是不是丰费循环 他降哪去了 哎对了 大家看这个试图都知道 降到哪去了 降到肝脏去了 降到肝脏去了 那我们来讲一下降血脂的原理 为什么相对数非常重要 如果没有相对数 你降血脂根本都降不下来的 降不下来的 这个很重要啊 很重要 我曾经在武汉讲过课 武汉他们会量非常大 当时六百多人 我马上就上去讲课了 工作人员告诉我 他说你看后门那个人了没有 我一看是一个 气质很好的一个专家模样的人 他那是武汉哪家医院的一个教授 破固执 不相信营养素和健康有关系 那我就问 我说他不吃饭吗 他吃啊 不吃饭 人咋活呀 我说吃饭不就是吃饭 没那营养素的吗 另一类东西没用的食物残杂 他相信吃饭有用 不相信营养素有用 我说那我要跟他沟通什么呢 对不对 他说你看好不容易把他请来了 你给他聊聊 那我就过去了 过去了 我知道他是谁 他不知道我是谁 因为他被我们案例伙伴死缠烂打 约了他嘛 说有个博士来讲课 不论男的女的长什么样 他是不是也不知道 我过去的时候我就问他 我说你来参加这样的健康讲座 那是 该保养了 我就问他干什么呢 他当医生 我就问他 你有没有接触过这个这个 治疗过这个高学者的患者 他有啊 问他怎么治疗他 开药啊 降学者药 我就问了一个问题 我学者有没有降下来 他有的降下来了 有的没降下来 说的是不是也很客观啊 我说那没降下来 我们先不管 我向你请教一个问题 最后降下来的 最后降哪去了 他愣了一下 变成别的东西了呗 说的是不是这样的 我接着又问了一句 那变成啥东西了 我们学过循环学的 那功能是不是运输功能 你你拉一车土豆往北京拉 就到河北坏掉了 运到北京叫什么 坏土豆还叫土豆 他怎么变成别的东西呢 我就问那变成啥东西了 我再一次问 你这一问的话 我们那些生理生化反应 我都忘的差不多了 我这也很正常啊 我说你看别看我是博士 你让我现在参加高考 我也会落巴 你很多东西都不用了嘛 对不对 都忘了差不多了 我说听说他们这次把你请来了 你帮我把一下锅 我怕我一讲这个打笔方案 实际科学去 我这样一讲他就很谦虚 我来就是学习的 来就是学习的 让工作人员看我们聊的差不多了 把他让在第一排了 第一排全是螺旋鱼 为什么把他让在第一排 走不了 我们还能控制别人吗 像我今天下午你不想听 站起来就走 我拿你一点招都没有 怎么怎么不让他走呢 结构决定功能 我讲的这个疾病的本质嘛 螺旋鱼的结构是不是要舒服很多 因为他这个教授嘛 我们要尊重他 所以就做在第一排 结构决定功能 不是为了控制别人 我们谁也控制不了 对吧 我来讲一下这个 为什么 你要降血脂 没有这个东西根本降不下来 好不好 我来讲一下 那么医院现在降血脂呢 它是用药物 我们是不是用营养素 营养素 那药物现在全球用的最多 就是他境内的药物 我们来看他境内药物 怎么起床的呢 怎么降血脂的呢 看这张图的 最右边那个长方条的这个方框 看到了吧 叫怀美医自己 看到这个东西了吧 这就是医生开的降血脂的药 降血脂的药 他在哪启重的呢 看到箭头了吧 指到哪了 指到肝脏去了 指到肝脏去了 我们先不要讲他的原理 我一会讲原理 我们先从逻辑的角度来讲一下 这个药 这肝脏肯定了 任何药物都会上肝吧 对 那么这个药降血脂 他能不能降血脂 血脂在哪儿 血液里面 他在哪里去用 肝脏 他在肝脏去用 奇葩不奇葩 南岩北则 先从罗里来讲他能不能降血脂 降不了 但是呢 降不了怎么这个药全球都在用呢 这一个单药一年的全世界能卖130亿美金 你看多厉害呀 几百亿人民币啊 这个一个药 好我们来讲一下 他怎么降的 看到肝脏内部了吧 最上面是乙酸腐脂 往下一个箭头箭头往下 先不管哈 叫什么名字先不管的哈 看到中间有个胆固存了吧 这个胆固存在下下走 是不是有个胆子酸 胆子酸是我们胆子里面重要的一个组分 对吧 消化脂肪类的东西 这个叫什么呢 这个叫胆固存的内原性合成 所谓的内原性合成 肝脏内部用其他原材料 一步一步合成了胆固存 这叫内原性合成 那么这个胆固存在往左边看 看到了吧 还有个双向箭头 一个LDR 低密度子蛋白胆固存 也就是说肝脏内部的胆固存 有几个来源 就有两个来源了吧 上面是不是内原性合成 用其他东西合成的胆固存 外原是不是直接运输过来的 胆固存 那么这个外边是哪 血液中的 对了 血液中的对吧 所以肝脏内部的胆固存 来源有两个 那么这个药 在肝脏怎么降低血液中的胆固存呢 我们来看 他作用了肝脏之后 作用在哪个步骤呢 看到这个步骤了吧 那么他提到什么作用呢 我们来看箭头上面 是不是有个括号 括号里面是正号还是负号 负号 负号 我们学化学的时候 学化学反应 如果这步反应 我们给了一个负号 是阻断的还是促进的 就阻断 如果是正号的话 就促进它 所以也就是说 这个怀炎煤的一支剂 他就在肝脏内部 就阻断了这一步的化学反应 阻断了这一步化学反应 下面还有没有内原性胆固存了 就内原性胆固存的合成就被阻断了 那阻断了之后 也就是说 本来内原性胆固存的供用商有两个 对吧 现在一个供用商不供用了 另一个供用商要不要多供用点 一定要多供用点 否则就不够用了 所以外原的胆固存一定要多供用点 才够我们用 那外原的供用商如果多供用的话 他自己的库存是增加了还是降低了 他自己的库存就降低了 我往外发货发的多了 库存就越来少越来少 合理不合理 非常合理啊 你看那个箭头是不是开始向下了 所以大家没有发现 西就理论都是一套套的 是这样的 理论特别完美 但是为什么 如果你按这样讲 每个人学者都会下降 为什么还有人降不下来呢 你按这个逻辑 所有人都会降下来 但实际上有人就是降不下来嘛 对吧 那为啥呢 对吧 他一定有漏洞嘛 所以 理论上是非常完美的 那关键是 有些人为什么降不下来呢 关键是这一步 它变成胆子酸以后 胆子酸排到哪去了 从排到肠道去了嘛 这个肠道 这个胆子酸又还原成谁了呢 又还原成胆固醇了 看到了吧 这就下边这个胆固醇 这个胆固醇又被我们肠道吸收了 对了 这叫胆子酸的肝肠循环 知道吧 通过这样的肝肠循环 又进到血液循环去了 所以它是降不下来的 啊 转圈是吧 嗯 所以如果要降下来 怎么降 对了 只有一招 阻断它的肝肠循环 知道吗 只有阻断 这个单纯的肝肠循环 靠什么阻断 只有靠相关素阻断 因为刚才讲的 相关素是不是 遇水膨胀 膨胀到凝胶状物质 里面是不是有很多空眼啊 然后 胆固醇就进入到 空眼里面去 因为 相关素不被人消化 也不被人吸收 就会变成什么 变成大便 是不是排出体外 排出体外 所以 来一轮 带走一轮 来一轮 带走一轮 知道为什么医生建议患者 吃粗粮了吧 知道为什么粗粮很重要了 知道吗 那么经过这样的话 这个胆固醇 慢慢慢慢就降下来了 那 接着降下来的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它降的是 我们血液中流动的血脂 还是 血管壁上固定的血脂斑块 是不是只能降流动的 已经固化到血管壁上的东西 有没有发生变化 没有发生变化 所以 如果吃药 降血脂 能不能治疗冠心病 不能治疗冠心病 因为冠心病是那个斑块本身 是不是疾病本身 是那已经形成的固体斑块 才是疾病本身 所以吃降血脂的药 我们想治疗冠心病 门都没有 那能不能治疗高血压呢 也不能 原发生高血压原理是什么 血管壁上的弹性变差了嘛 为什么变差了 是不是又沉集了 血管壁上沉集了很多脂肪斑块 动脂肪硬化斑块嘛 所以你用这类药的话 只有一个作用 我不让原有的疾病既不恶化 如果它有用的话 但是已经存在了疾病 它管不管 它是管不了的 所以你想指望这类疾病 把病治好的话 你想都不用想 对不对 所以这个消息是重要不重要 重要 我讲过这个之后呢 我有一个伙伴 很好玩的 她原来卖服装的一个小姑娘 她服务了一个顾客 是个孕妇 她到孕妇家服务的时候呢 她还没见过孕妇的老公 干什么职业的 也不了解 不出气 然后呢 有一次到她家服务的时候呢 她老公在家 她老公呢 就说肚子比较大 说这个要吃这个药 吃那个药 减肥啊 她爱上也说的 你在Google 所以我那个伙伴就说了一句 你光吃药没有用 你得补充消息素 手段肝肠清环 说她老公愣了半天 你干啥呢 我做安利的 你哪知道肝肠清环呢 听着听着 你们做安利还学这些东西啊 所以我一问她老公是个医生 说对我们安利的人刮目相看 你们想安利人还学那么深的东西啊 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你不想把原理给别人讲清楚对吧 所以我们不想讲大道理 这是这个这个纤维素 知道怎么可以调出织织织代谢了吧 通过阻断肝肠清环 对吧 重要不重要 重要 那么知道一个人需要多少浅维素吗 一个成年人一天 嗯 需要多少量 需要30多克 30多克啊 需要量是很大的 量很大啊 在她的作用原理 那么浅维素呢 还有一个生理功能 可以减少摄受热量 这个主要用于减肥啊 刚才讲了 纤维素是不是可以预防便利 因为它增加了分辨的体积和重量吧 你排便肯定就顺畅了很多 对不对 那么第二个还可以功能就 用于减肥 减少摄受热量 这个减肥怎么用呢 大家知道减肥绝大部分 胃口好啊 但是你胃口再好 你只有吃饱的时候嘛 这个人什么时候开始有饱的感觉呢 大家知道我们胃是有弹性的嘛 像它这个容器 所以胃上呢 有个容量感受器 容量感受器 就把信号告诉个大脑 我吃的差不多了 大家想我们减肥的话 如果是做了一大多的好饭 说这个也不能吃 那个也不能吃 是相对比较违反人性 所以大家记得哈 我们所有的健康方式都反人性的 都是反人性 人性是什么 人性 我可以胡作非为 但是我不受又不受惩罚 这就是人性嘛 我抽烟喝酒熬夜对吧 想干什么干什么 但我没有任何后果对吧 这就是人性 但是可能不可能 不可能 所以这个知道啊 骗子特别知道人性 你有没有发现 挣钱 不用劳动可以挣快钱 所以就很多人就会上当作骗 一天就马甲牵出来了 对吧 病衡过就好了 是吧 手刀病后 腰刀病后 所以很多人就会上这个当 在这方面特别佩服骗子 这个 真的哈 他们真的真的很了解人性 那么大家想一下 如果我们不让这个东西不让吃 那个不让吃的话 就违反了人性吧 但是我们想吃 但是你又不吃锅量 咋办呢 你可以餐前 吃这个香味素 吃了香味素 是不是要喝水 因为腺素胃排空时间更慢嘛 胃里面是有一定的容量了 你再吃的话 你总是到了容量感受器 发动信号 你就吃饱了嘛 你就不吃了 就这样的话 就强迫这个人呢 少瘦入性的热量 所以减 用于减肥的话 啥时候这个 吃这个香味素 餐前吃 如果是便秘呢 可以餐后吃 对不对 可以灵活处理 这是这个用于减肥 好 还有一个呢 香味素里面 还有一个成分叫木质素 以金属性对抗化学物质 包括食品添加剂 对身体的有害作用 这个就刚才和第一条 讲的原理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就不再重复了 那么香味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什么功能呢 就是前面的黑字 前面的黑字叫成的 我讲的这其他的样素 都是叫成的标题 没有一个是我的 只有这一条 红的是我自己加上去的 你和我讲的相对比较夸张 我以前的公司约束 我不让我夸张 不是不让我夸张 我实话都不让我讲 这个好了 那个好了 不让我讲 我觉得不讲的话就 可能少救了很多人 那个可以预防个治疗糖尿病 以前治疗这个词都不敢讲的 这个特别特别重要 糖尿病 我讲的二线糖尿病 完全是一种生活方式疾病 生活方式疾病 我开始讲脂肪的时候 刚才是不是讲过的脂雷 是不是讲过那个胰岛数抵抗 胖人容易得到糖尿病 知道治疗糖尿病的药都是什么药吗 早期 不是胖精类 全是减肥药 你把体重空的好了 血糖自然就正常了 所以 在调理糖尿病 在调理糖尿病 这个一个独特疾病上 纤维素特别特别重要 立竿见影 立竿见影 那么这个延环胖精化的吸收 影响穿过血量水平 大家都知道这个一个人吃了饭之后 我讲的都是你吃的混合食物 是不是有碳球化物 你吃了餐后血量会不会上升 一定会上升的 这个肯定的 那么一个人游了糖尿病之后 如果血量很高的话 血量是有毒性质量的 高血量有毒性质量 如果血量很高的话 你早一天会病发症 就出来 那么我们想不想有病发症 不想 那就不要让血糖水平骤人升高 怎么办呢 你可以通过大量的纤维素 就吃素量 吃了素量之后 大家知道 我们吃的是多糖啊 太阳化是不是多糖 在消化代理 是不是会变成单糖啊 单糖就是小分子嘛 所以当一个人游了足够多的 纤维素以后 那么这个葡萄糖呢 就相当一本葡萄糖进入哪去了 进入香树的空间里面去了嘛 进入空间里面之后 参候血糖水平会被下降 就会下降 下降 因为进去之后 不是所有的都会出来啊 啊 是不是出来 只是出来一部分 出来一部分的话 血糖会升高 但升高的幅度是不是小了很多 它就起一个缓似的效应 因为我们血糖调节 是个反馈调节嘛 它就不会 过多的在刺激胰岛 是什么胰岛素 因为参候血糖越高的话 对胰岛素刺激是不是 越强烈 刺激越强烈意味着什么 反馈调节 赶快分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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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胰岛素 胰岛就会累死了 但是如果参候血糖 没那么高的话 它的反馈刺激信号 是不是就弱了很多 所以胰岛就会得到休养生息 我这个表达成了没有 所以生活方式特别特别重要 那么这样的话 它是一个缓似作用 那么血糖甚高 但生活的速度非常缓慢 非常缓慢 那么再加上这个生活方式 其他的生活方式的配合 加上营养素的支持 就是到目前为止 我说到目前为止 我复导了二星床的病患 全部都百百的康复 我说的康复 你不管以前 有没有打过胰岛素 吃了几种药 都康复 但是有个前提 现在找我调理糖尿病的 那个 我们先了解一个 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第一个就是它的C太实验 胰岛素 它刚分泌的事 不是胰岛素 是没有活性的 要把那个C太切下来之后 才有活性 就把那尾巴切下来 我表达清楚了没有 就像我讲 那个蛋白质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香味蛋白源 要变成香味蛋白 是不是才有凝血啊 它有个变化的过程 刚分泌出来 不是胰岛素 没有活性 把它C太切下来之后 是不是才有活性 就有一个胰岛素 是不是一定有一个尾巴 所以这个人 能不能完全康复 看它的C太实验 如果C太实验 这个量还差不多 还足够 它是不是有完全康复的可能性 完全康复可能 所以这个参数 我们也要知道 他如果有人找我们 调理的话 一定要他做这个实验 现在医院检查 基本上不检查这个指标 大家知道 为什么不检查这个指标吗 所以想象医生为什么不检查这个指标 因为医生脑海里面已经夹着不可能好了 现在不可能好了 检查它没有用 C太 C大学英文字母C 太就是胶原蛋白的太太 月子旁有个太 C太实验啊 然后呢 再查一下糖化血红蛋白 这个指标 糖化血红蛋白 一般反映这个 因为糖化血红蛋白 血红蛋白 是我们知道 是不是这个这个这个 血红柱 红血包裹收命一百二天 所以他反映了这一百二天啊 基本上就属于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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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的啊 这个这个这个平均的血量水平啊 所以C太实验和糖化熊蛋白 那么一般上这个患者调理呢 以三个月为一个周期 你再检测一下C太 再检查一下糖化熊的脉啊 但他平时的检测也很重要 对吧 因为这个呢 因为因为大家记得说 我们所有的生理指标 是不是都动态的 都动态的 你今天稳定来 可能是你空着眼神就稳定了吗 但有没有长期稳定 你一做糖化熊蛋白实验 因为这连续三个月吧 你不能每天造假吧 啊 就把这个这个误杀是被消除掉了 所以我一般 那个他要让我调理调理的话 我先把这两个指标拿给我 医院都不查的 因为医院都假设 你永远不可能好 查也没有意义对不对 查不到无所谓 但是我们要要这个 因为这个指标都可以什么 反映他身体的变化对不对 无其可及 这两个 还有一个呢 就是那个网上啊 淘宝网上有卖那个 唐那边患者那个 血糖监测 表格的 现在淘宝网上啥都有 我不知道几块一本 很简单对吧 所以我一般建议他 先做两个这个试验 你把那个数字告诉我 然后你在淘宝网上 先把那个记录本 你买回来 你每天吃了什么 喝了什么 你早上做了空服 晚上睡觉之前 不管哪个节点 你在家做了这个血糖的检测 你都给我记录下来 这样的话我再辅导他 否则的话他好了之后就忘了 不知道怎么好的对吧 而且我们也拿不到数据有没有可见 这个很重要 我们说多少有点姿态 知道 到目前为止 二行当面患者全部好 一行当面患者也有可能好 也有可能 然后你就不讲了 因为那些健康项目公司 也不让我们讲 你就先不讲了 这个非常棒 非常好 非常好 再看 我刚才讲了 是不是香维素 你说香维素吃点素粮 是不是搞定了 如果医生跟你这样讲 喝点吃点素粮就好了 谁还到医院看病呢 所以医院呢 他就不叫香维素 叫什么呢 考了先 看见没有 网上卖200%一盒 叫肖胆胺 是多少东西呢 每盒12盒 每盒多少 4克 这什么 5克是不是4克 知道这个 这是什么东西吗 就是香维素 您把说明书看出来 看一下 吃了这东西在厂道里 既不消化 也不吸收 阻断老单子生的肝肠心管 吃了这 但人家不要香维素 一叫香维素的话 就听到特别low 有没有发现 一叫这个药名的话 上面名字 是不是一下子高大上出来了 哪个老百姓知道他叫香维素呢 原理和香维素一模一样 所以你看 知道人家知道人性吧 什么要反人性 我们一干的插到底 说大白话是没有人信 别人把大白话包装一下 就信了 我上次开关下讲 有一次我接儿子放学回家 他要路上去问我一个问题 老爸 你知道不知道 听到没听过一种手术 叫身体无用组织 之集体切除处 我说没听过 哪有这样复杂的手术 身体无用组织 之集体切除处 我说没听到过 好了 想了一路 后来他告诉我 就剪发 剪头发 你说要当成为理发的话 特别low 就叫身体无用组织 集体切除处 立马是个高大上出来了 前天我在网上参加了一个会议 就是年终了嘛 很多人是开开年会啊 其中一个健康的 就是消化系统的肿瘤的年会 所以这个治疗肿瘤要创新 因为大家都谈爱说变吧 太安社变说明 大家对目前的手术放来化疗 结果是不是不满意啊 这种集体潜意是什么 而且有两个院士 就没到创新 创新再创新 什么创新呢 其中有一个创新手 不能完全去赖效果 来对抗 直接杀那种流 我们要依赖宿主的 本身的治愈能力 我想谁知道宿主是啥 啊 啊 宿主 什么叫宿主 宿你得借宿嘛 宿主当什么地方啊 他把肿瘤当成一个坏蛋 这个肿瘤寄生在谁身体里面呢 是不是经常患者身体里面呢 患者本人的身体就叫宿主 他说哎呀 还得靠患者自身的免疫力 low了 患者自身的免疫力 都听得懂啊 不当回事了 哎 把他表成还要靠宿主自身的抵抗力 一下子显得像学术教了 有没有发现啊 所以知道 很多都是在那装 所以很多人知道为什么看不起我们呢 因为我们讲的他都听明白 这就是人性啊 绝大门老百姓是自卑的 你讲的话我听得懂 我看不起你 因为我是个普通人 你讲的话应该和我有距离 你才想专家 你看专家讲的我都听不懂 对不对啊 你讲的我听不懂 你肯定没本事 所以大家知道 这都是属于韭菜级别的 爱因斯坦讲了一句话 非常精彩 他说如果你不能用简单的语言 把一件事情讲清楚 只有两种可能性 第一个你自己都不懂 第二个已经准备好骗人了 所以我们没有准备骗人 有没有发现 所以我们一讲就讲大白话 所以这是我讲的 这个纤维素 重要不重要 所以你不要觉得 人不消化也不吸收就不重要 很重要 非常重要 这是人类的其他的样素 在其他的样素大家记住 都是我们调理健康的最主要的工具 我们就没有时间讲功能用产品了 功能产品 功能加上了之后效果就更好 那么我们就不休息了 我就讲一下我们营养素怎么组合好不好 怎么用量 因为很多人关心这个问题 我来讲一下我本身的我个人的经验 供大家参考 供大家参考 大家听到在两天的课之后 以前工程不让我们讲量 现在我是不是讲了量了 大家对量有什么感觉 你发现量重要不重要 量是非常重要的 你没有足够量是不会起作用的 我们经常讲 离开量 谈功效 不是离开量 谈独性 都是耍流氓 这句话讲的是很精辟的 再读的东西 你看一眼 你闻一鼻子 死不了 有没有发现 所以一定要足够的量 量是很重要的 那么这是第一个 当光量之后 你还得有个正确的组合 是不是有前提啊 你先用正确的组合 然后再有合适的量 才会起效果 那我将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个人的经验是什么呢 就是不管 因为找我们的人 绝大部分都是健康有问题的人 公司鼓励我们 找健康人预防疾病 亚健康人是不是预防疾病 说是这样说 太难了 你有没有发现 他没有问题 不来找我们 对吧 所以找我们的人 实际上我们 这个顾客群 都是已经被确诊 有各种各样问题的人 至少是个亚健康人数 那么他带来的问题 那是五花八门的 五花八门 那我们给他做营养素建议的时候 我们怎么建议呢 大家记住哈 不管他是带着什么问题 也就是说 不管现代医学给他整个人叫什么病 这对我们来讲都不重要 他最大的问题 他的主要矛盾就是 你把这个病给我解决了就好了 但是我们给他的出发点 不是解决他的病 而是让他全身都好 我讲清楚了吗 那么什么要全身好呢 就是意味着 我把这个营养素组合上去之后 他所有的组织器官都会受益 而不只有这个甲轮炎结结受益 对吧 不是这个乳腺组的受益 而全身所有的组织受益 那也就是说 我们要把哪个营养素先放在前面呢 打底呢 我蛋白的贝利剑 是作用比较广泛的营养素 作用比较广泛就意味着什么 是没有选择性 就选择性差的 所有组织器官都需要的 对吧 这个传织性的 所以把谁组合在一起 蛋白质粉和贝利剑 对吧 或者蛋白质粉 是不是和B组分数 因为贝利剑上市晚嘛 我们早期是B组分数 这两个都没关系 可以做打底 这个打底没有任何针对性 有没有发现 你谁都不针对 哪个组织都不针对 为什么要这样讲呢 大家记住 因为患者带着他问题来的时候 他基本上描述的是主要矛盾 有没有发现 你想他生病的人 觉得他们都是营养状况 或者健康的生活方 生活方式不健康吧 可能都是医生的病啊 但他只关心这个主要矛盾 我刚才已经讲了 当我们把营养素 供应给我们身体的时候 我们能不能指挥个营养素 我们指挥不了营养素啊 你说他前勺 一天就吃一勺蛋白的粉 他营养 先别管他 先提出他的免疫力 我们能指挥吗 不能指挥 他想提出免疫力 但是我们 到了我们身体内部做 我们身体比我们聪明 我们身体认为 你的免疫是吃药的 这个营养可能最主要 这一勺蛋白的粉 先干什么去了 先修补营养去了 所以他的免疫可能一天两天 就提升不了 所以你的感冒可能两天都没好 我讲听了吗 所以这个呢 一定要把这个营养素呢 作用比较广泛的 因为我们不知道 我们身体里面哪地方 比他的疾病更需要营养素 是这样的 那么这样上去之后 这个患者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他刚刚想解决的主要矛盾 还没解决 但其他身体状况 已经得到改善了 他也会觉得什么呀 轻松了 这个东西真有管用 真是个好东西 这样会增加什么呢 增加他的疑重性 疑就是依赖的疑 疑重性 这医学都知道 当医生的疑重性 说大白话 就是听话了嘛 你看医学是不是 把简单的事情弄得特别复杂 都听了 听话了 听话了什么 你说什么 他是不是做什么 他自行不打折扣啊 这样的话他是不是好的就快了 所以患者的疑重性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把作用比较广泛的 营养素先打底以后 那么他全身受益 他的一重性就快开始增加了 增加了 那么增加了之后呢 就要对我们后续 比如我们调整方案干什么呢 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打底的方案 蛋白质粉 贝利剑或者蛋白质粉 B组维生素 接着怎么组合 针对性的对吧 针对性 比如说这个人是个有心脑血管疾病的 对了 怎么组合 我只讲营养素这块 蛋白质粉加贝利剑对吧 比如说接着往上加什么 深海归油 是不是软链值啊 好 擦足 然后呢 哎 对了 回答完全正确 为什么要用纤维素 对 你得知道 你这样学的东西降到哪去了 不是 先降到肝脏去了嘛 肝脏 肝脏在到哪去 肠的 你还在阻断你的肝脏循环吧 你把这楼里关系搞清楚之后 营养素的组合清晰不清晰 清晰啊 如果这个人是个便秘呢 打底的组合是什么 蛋白质 贝利剑 纤维素 还有益生菌嘛 是这样的 那如果这个人骨子疏松呢 蛋白质粉 贝利剑 蛋白质 蛋白质 是这样的 对了 还有有机制嘛 是这样的 那这个人是 这个肿瘤患者呢 哎 我讲的是 提醒大家一下哈 我们都不要跑到医院的 治疗的前面去哈 我都假设 你医院该怎么治疗怎么治疗 我们只负责在一块 我表达听了没有 我一会再讲一下 我们服务库再注意事项好不好 有几套注意事项 否则大家容易踩坑哈 啊 所以这个这个我都是假设 我们只负责我们这一段 而不是代替医院的治疗 这个一定搞清楚哈 这很重要哈 那么如果是肿瘤的话 蛋白质粉贝利剑 说美容C 哎 看养花三件克嘛 对吧啊 啊 益生菌啊很好 那就有个这个强症体力炎呢 鱼油啊 小麦啊 非常棒啊 非常棒啊 知道组合的原则了吧 所以你看 你会不会组合 它的前提是什么 你对营养素的功能 是不是要了解 好 所以你看我们我讲的两天 讲的营养素 是不是我们解决问题的工具 你得知道这个工具 这个锤子能干什么 对吧 说了定定的还能干别的东西 是吧 以前我们是什么呢 以前我们讲的这样 这个冰箱哪地方坏了 应该用什么工具去修到 对吧 现在呢我们反过来了 先讲你家里面工具枪 有什么工具 你发现 哦工具可以干干这个干那个 将来冰箱坏来会修 袭击坏来以后 空灾回来也会修啊 你就知道 你会用工具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学的 用工具来带动问题的解决 以前那时候我们讲 先讲一个问题 对吧 让工具去填护 实际上这样 现在完全不同了 好这是这个营养素的组合的原则 下面呢我来讲一下这个潜在的风险 就是我们服务我们的顾客的时候 需要关注的东西 关注的东西啊 这是我个人经验 第一个 我们给别人提健康建议的时候 永远不要提疾病的名字 永远不要提疾病名字 尽管我讲过的时候 讲了是不是很多很多病 但是我们给我们的顾客 不管你手写的 还是微信发过去的 永远不要提疾病名字 如果你要发现 糖尿病条理方案 尽管你没有治疗这个词 这个也属于非法性医 你只能说身体调理建议对吧 健康调理建议 生活方式调理建议对吧 这个没问题 一提病的话就不行 因为大家遇到的这个事情比较少 我觉得比较多 他国家这个市场 有不同的部门来管理市场 他们标准是不一样的 你看我们最大的风险 就是非法性医嘛 那我们就北京医管区 到底什么叫非法性医 你给某个红线对不对 我们不要他这个红线 他要用一句话讲非法性医 很简单 第一个 你不能接触患者的身体 你不是医生接触患者身体 就是非法性医 第二个呢 永远不能用 带任何有批号的医疗器械和药物 来处理别人的健康问题 我说我们从来不用这个 是这样的 你看我们是不是就不算非法性医啊 但是大家知道 视频医药品管理局 管理市场怎么管理的 他那不是这样子 你不接着患者身体 你跟他发工也不行 你没发现 气功对吧 发工也不行 为什么我们不用气功 但你不用气功 有用气功的 是这样的 这一个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你只要说你的方案是条例病的 就属于非法性医 所以永远不能提病名 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什么故事呢 他说有一个药店呢 有人很 现在药店满地开花 就是比比比卖那个 里面的店都多 有没有发现 大街上 他那个老年人呢 经常到下面到 那个药店里面去买药 货架上在那看嘛 像个超市一样 现在药店办的 他看上去 晕了晕了头晕难受 你说你一个店员 你怎么处理这个事情 你说哎呀坐下歇歇对不对 大爷歇歇我给你量量血压 老年人容易高血压嘛 晕了一两瓶 哎呦 190 110 大爷你高血压 你先吃点症癌药吧 你知道这个大爷干了什么事 带着偷路设备的 你给他用了症癌药 他是高血压 但是你不能说呀 问他谁说 他让医生说 有刑警司找医生说 我说这就是生活的常识嘛 没事是常识啊 有事就不是常识了 那我说那到底怎么说呢 他190了110 说你高压的素质是190 你低压的素质是110 但是你不能说他高血压 明白了吗 你想想 他纯束这个胖子讹诈他嘛 然后呢 就敲诈这家药店 给2000块钱 就就就就埋了 那个店长不干呐 是不是 我们干了好事 对吧 你还这样敲诈我们 肯定不敢 不干他就告 告的话 视频药品监督观理 你不能不管啊 告就管 那按规定 这个店员罚来3万 这个腰店罚来5万 这个老板也特别有机 我宁愿给你5万 我也不给他剩2千 不惯这个毛衣 就这样的 但是你想多吃亏下 你挣那5万多难呢 知道吗 那这个店哪他有钱呢 我们呢 如果别人要碰吃我们呢 那可能一辈子倾家当然了 可能像我们身败明了 你别看条理好那么多人 有一个遇到这事 可能一辈子就完了 谁替我们伸张张艺啊 对不对 都没办法事情啊 所以这个陷阱 一定要什么 注意这个 啊 什么 不要踩 不要踩 不要踩坑 对 不要提病名字 永远不要提病的名字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这是很大的一个坑 永远不要提我们的顾客和患者 做任何医疗决策 医疗决策 做医疗决策 做医疗决策 那么什么医疗决策呢 这个我下不咋办 反正类似这种问题 都属于做医疗决策问题 比如说 医生让我活检 我还要不要活检呢 你说别活检了 没用 这就替别人做了医疗决策 对吧 我还要三次化疗 三次放疗 我还做不做 哎呀 腹中的那么大来别做了 伤身体 替别人做医疗决策了 我讲清楚了吗 这个医疗决策的问题 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 我每天遇到的最多的就是 别人希望我替他做医疗决策 因为中国人没有做过决策 小时候家长管 但你干了一些事 上学老师替你做决定 长大了老板替你做决定 结婚了配偶替你做决定 都没有做过主 是吧 没有做过主是什么呢 就没有承担责任 没有养的这样的习惯 都希望责任外包 有些医疗决策 对肿瘤患者来讲 我说肿瘤患者偏多 你现在那个泪风湿啊 这个慢性命 问题都不大对吧 一般的肿瘤患者 他不知道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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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自己没有养的这样的习惯 都希望别人替他做主 对不对 然后呢 把责任往外推 我们千万不能洒乎乎的 然后呢 把别人的问题背到自己的背上 永远永远不要替别人做医疗决策 你一旦替别人做医疗决策 他要好了还好 他要不好 将来讹上你了 又吃不了多多种了 所以大家要学会分辨 什么是医疗决策 这个方面的问题 当然讲了哈 我手术还做不做 对吧 这东西 大家知道 谁的问题 我们可以替他做医疗决策 我们只能自己替自己做医疗决策 或者我们是我们孩子的监护人 我们可以替孩子做医疗决策 配偶的我们都不能替他做 每个人都自己的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有的时候我不会做医疗决策 不会做医疗决策 就承担代价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出来学习知道吗 为什么公司把正确的认知放第一位吗 凡是人才两空的人都做了错误的医疗决策 你如果做的医疗决策是正确的 永远不可能人才两空 你这可留一头啊 要不要钱花完了 人是不是康复了 要么呢 这个人死了 但是钱留下来了 怎么可能一头都没留下来呢 你一头都没留下来 还说你做对了 可能吗 根本就不可能 所以知道我们学习的价格了吗 当然还有关心如何做医疗决策 有这个很大的话题 这是我们服务我们顾合的时候 两个最大的陷阱 第一个 永远不管他带着什么问题来 像我们自学 我们给他的方案建议 永远不要提病名 第二个 永远不要提患者做医疗决策 我这个药要不要减量 我的血量都正常了对吧 最近我头也不晕了 我血压也正常了 我要不要减 或者减一种药 我原来吃三遍 我现在吃一粒行不行 都让他问谁去 问医生去 问医生去 那也都说 我的名字倒是个坑 往火坑里面跳 我不拦他 你明明知道 往火坑里面跳 都不能拦他 我讲听了吗 你说 那你不是不关心别人吗 先让自己活下来再说 啊 各位 大家坐过飞机吧 飞机安全广播是怎么广播的 如果虽然情况面罩脱落 先给谁戴上面罩 自己戴上面罩 先照顾同行的小孩老人 你先自己活下来 你才有机会帮助别人 我表达清楚没有 啊 这个很重要 因为现在西医的强势地位 已经法内固定下来了 新现代医学他把人自私啥事都没有 一分钱都不少药 我们试试 你试试 你把人都弄死了 可能和我们一点关系没有 但是我接了最后一棒 风险大不大 非常不大 所以第三个陷阱就是 永远不替别人擦屁股 永远不接最后一棒 什么叫最后一棒呢 医院都已经放弃到了 医院说只能活几天了 只能活几个月了 你说 我们扭出来厉害 你是不是扭出来 没事 他真没事还好啊 好了之后也不给你送进去啊 如果万一不好了呢 死你手里了 知道吧 这个风险很大 所以这个三个比较严重的陷阱 第一个 不要提病灵 第二个 对了 不提病灵做医疗就了 第三个 永远不要接最后一棒 最后一棒 替别人背黑锅 这样我们都承担不起这样的责任 所以这个这个 我们看到我们过后的时候 不要把它当成一个生意 你要把它当成一个生意 看待 你不能光看到利润 还看到风险 我表情了吗 所以大家记得一句话 有所为有所不为 有所不为 不是我不能为 能为我的不为 这个不是见识不救啊 不是见识不救 是先把我们自己保护去来的做 因为没有法律保护我们 对吧 我们在体制外 这个很重要 这是这个今天给大家分享的 这个营养素 包括如何搭配 用什么量 我希望 后面有啊 没有了吧 我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好不好 好 谢谢大家 再见 好 还需要点毅力 当然我相信 这么早起呢 不会 应该这两天的课程呢 会给您带来非常多的养分 所以这时候寒冷应该也不是那么重要 您说对吗 好 那么我们这两天 为期两天的课程呢 我们会给大家带来哪些内容呢 我先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 那么我们这两天的内容 会涉及到蛋白质的生理功能 B族维生素的生理功能 维生素C的生理功能 维生素A的生理功能 维生素E的生理功能 脂肋的生理功能 人体钙营养 食物纤维的生理功能 相信这些课程 会给您带来满满的养分 也希望能够给到大家更多的帮助 那今天呢 我们也邀请到了 这位非常重量级的嘉宾 我相信大家对他都不陌生 但是我还是要非常隆重的 为大家介绍一下他 那么他1997年 毕业于军事医学科学院 中国老年保健医学研究会 自然疗法副会长兼秘书长 他著有肝炎肝硬化 及肝癌治疗的戊区 慢性病治疗现状与对策 痰癌不色变等书 他就是我们安利的 超版人营销总监 十八五先生 接下来 请准备好 我们现场最热烈的掌声 有请安利超版人营销总监 十八五先生登台 请 前面领导人南京地区的好伙伴 大家上午好 好 好 刚才主持人介绍了我一大堆的身份 大家没有发现 实际上最重要的是最后那个 对吧 因为最后那个是挣钱的身份 前面那几个都是赔钱的身份 都听着好听 声音不行是吧 好 现在怎么样 好 那我就立嘴近一点 好 那个 今天我们这个活动应该是在网上看过我的 学习过八大系统的吧 对 那就好了 因为我们这两天的学习会经常会把八大系统的内容 给它调出来 因为大家已经学了很多知识模块了 但是并没有把它们串起来当成一个珍珠香烈 也就是不会贯通 是这样的 那么这两天的课呢 我们希望通过对营养素的一个讲解 把我们在其他场合学的其他知识 把它贯穿起来 把它融合贯通起来 所以这个尽管是一个基础制度的学习 但是我相信大家学了之后呢 对我们的营养素的功能 对营养素作为解决健康问题的主要工具 应该有个深刻的了解 所以如果有没有学习过我 人体八大系统来学习的 那可能我调度那些知识模块的时候 可能你就感觉有点陌生了 如果有这些朋友的话 我建议这两天学习结束以后 我们再回去把那个人体的八大系统 再重新复习一下好不好 否则的话我在讲哪个概念的时候 讲哪个系统的时候 讲哪个系统哪个功能的时候 你可能脑子里面就没有那个画面 是吧 所以这些知识呢 你很难把它套进去 套进去 那么这个刚才主持人讲了 我们这两天讲的呢 都是基础知识 我们为什么要学了20多年的营养 以健康的关系了 为什么要回过头来 重新学基础知识呢 什么叫基础知识呢 一加一等于二 四则运算就是基础知识 我在八大系统里面 其中讲了一个概念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 我其中提了一个概念 这个提的频率不是特别高 我把讲的这个解决 健康问题的技术性能包 有人对这句话有感觉吗 有印象吗 有人有印象 那什么叫技术性能包呢 就没有人没有人问过我 什么叫技术性能包 你比如说刚才主持人介绍我 我是不是写了好几本书 好几本书的话 你要从现代医学分类 对疾病情分类的话 你会发现跨界跨度是非常大的 比如说第一本这个传染病方面的书 肝炎 肝胰化 肝癌治疗的误具 对吧 第二本呢是慢性病治疗先动为对策 光慢性病医学分类就分类非常复杂 我一本书一个小册子 把它盖过进去了 那第三本书呢是痰癌不色变 对癌症这个大类疾病呢 也进行了盖过 实际上还有个第四本书 就是今年九月份出版的 《肿瘤患者自然疗法》 像大家没发现这四本书 现在医学几乎没有一个能解决的 有没有发现 我讲到疾病 那你说我一个人这么厉害吗 医院分科分那么细都没搞定 我一个人写了四本书 而且这四本书不是胡编乱造啊 不是为了平直证胡编乱造的 都是实践成果汇报 那大家仔细想一个问题 我是不是跨界的一个人 我是不是跨界很成功的一个人 如果你要回答是就错了 我没有跨界 现在我只干了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我把疾病的本质搞明白之后 我掌握了疾病的普遍规律以后 肝病 糖尿病 高血压 包括肿瘤 都是普遍规律下面的特殊规律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为什么我们要学技术性能包 为什么我们要学基础知识 很多人之所以不会解决问题 就是因为他基础知识不扎实 会了基础知识 你就有了技术性能包了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什么叫基础知识 我们学数学的时候 学四则运算的时候 是不是一加一等于二 三三等九 是不是这样的 好 那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一加一等于二是个啥概念 什么叫一加一等于二 大家明发现我们学数学学的极其抽象 这个东西不需要论证 我们全是背的 这个运算法则全是背下来的 强制下来的 从来不需要论证 一加一就是等于二 二加二就是等于四 那什么叫一加一等于二呢 就自然规律就这个样子 任何两个东西相加都等于二 一把椅子加一把椅子等于两把椅子 知道吗 一个话筒加一个话筒 是不是等于两个话筒 所以一加一等于二就是普遍规律 就是通用知识 当我们掌握了这个普遍规律和通用知识以后 任何两个东西相加我们会不会 我们就会了 所以一加一等于二 包括其他运算的法则 都叫技术性能包 比如说在这各位 我们很多人是不是都学过开车 我们在哪学着开车的呢 是在家校 大家还记不记得你在家校用的 什么车学的价值技术? 你的教练车是什么车? 什么牌子?什么型号? 有人说商塔纳 你记得记忆力不错 我想问大家问题 你家买车买的什么牌子车? 你用商塔纳学的开车对吧 但家里买的车是不是买的那辆教练车? 不是 什么牌子都有 甚至这几天纯电动车是不是也会开 你稍微训练训练大巴车都会开 那大家想一下我们在家校学的什么东西 我们家校学的是商塔纳那辆车的驾车技术 还是汽车的驾车技术? 我们学的是汽车的驾车技术 这我们学的就是驾车的技术性能包 你把这个汽车驾车技术掌握之后 商塔纳会开 捷达会开 奔驰宝马是不是都会开 纯电动车都会开 现在大家对技术性能包有感觉了吗? 有感觉了 那再回过头来 我写了好几本书 从西的角度跨界跨的非常大 那我有没有跨界呢? 没有 实际上我只学习了一个东西 就是疾病的技术性能包是什么? 那么疾病的本质是什么呢? 我把这个问题搞明白之后 所有的疾病就特别简单了 就像我学了驾车技术一样 什么车我基本上都能开 那么疾病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 我记得在南京我讲过 我讲了差不多20年了 今年3月份的时候 我在另一个市场讲的时候 一个领导人听完我的课之后 就问了一个问题 他识博士 你这些课我十几年前都听过 和现在讲的几乎一模一样 我现在讲的和十几年前 讲的几乎一模一样 他就问了我一个问题 他识博士 你的知识不更新吗? 你的知识不迭代吗? 大家觉得他讲的有没有道理? 嗯? 因为我们经常提到要更新 要迭代这个词嘛 他就很困惑 他说我现在讲的和十几年前 讲的一模一样 所以他认为 我是一个不进步的一个人 因为我讲的东西 没有更新 没有迭代 包括公司进去大健康以后呢 公司领导就问我 能不能给市场伙伴 推荐一些健康方面的书 营养方面的书 我就推荐了 戴威斯那套系列重书 我们领导人都看过吧 戴威斯 美国著名的营养学专家 写的吃的营养科学观 那个系列重书 公司领导就说 我没增加过市场领导的意见 有人反映这本书太老了 能不能推荐一些新书 最近几年出版的书 有没有人有这种困惑的 我就问公司领导 我说那个数学上的四则运算 加减程度四则运算 你知道不知道多少年了 他不知道 我说两千多年前了 希腊人发明过 我们现在能不能把它迭代 能不能把它更新 一加一不再等于二了 三三一不等于九了 不等于九了 可能不可能 不可能 所以大家知道什么东西才需要更新和迭代吗 不靠谱的东西才需要更新和迭代 靠谱的东西需要不需要更新迭代 是不需要的 所以我讲的疾病的本质是什么呢 很多人可能学到都忘了 疾病的本质在我的八大课程里面 有八大系统里面 在前身里面 因为前面是三个关键课 后面是个几个专体课 加起来是十八节课 那节课呢 公司把它的名字叫做探索疾病的本源 对吧 疾病的本质是什么呢 就是身体结构的变化 有人还有印象没有 那么什么是疾病呢 疾病就是在病营中下的身体结构的破坏 进而导致生理功能的变化或伤失叫疾病 大家对这个第一有没有印象 在病营中下的身体结构的破坏 进而导致生理功能的变化或伤失叫疾病 那么这种对疾病下的定义 大家想我讲这个概念讲的是什么病 疾病是在病营中下的身体结构的破坏 竟然导致生理功能的变化或伤失叫疾病 我讲的什么病 这个定义 对了 是不是讲的所有的疾病 所有的疾病 包括从感冒到肿瘤 是不是全是这个逻辑关系 那么这个病如果要好的话怎么才能好 对了 您的这个逻辑关系是不是向上有早 有几个要素 任何疾病如果想好的话从感冒到肿瘤 有几个要素 先看这个正逻辑关系吧 病营中下的身体结构的破坏 竟然导致生理功能变化丧失 生理功能变化丧失就是临床表现 也叫临床症状对吧 那么如果想好的话 是不是逆到这个逻辑关系向上有早 上有几个要素啊 两个嘛 任何疾病是不是一定有病因 没有病因的疾病是不存在的对吧 所以任何疾病一定有病因 从这个感冒到肿瘤一定有病因的 那有了病因之后 这个人是不是一定会生病呢 不一定 这个病一定造成身体结构的破坏 这个人是不是他会生病 所以还有第二个要素 身体结构的不坏 就这么两个要素 任何疾病的发生发展 一定有这个两个要素 那这个疾病要想好的话 怎么才能好呢 很简单 第一个是消毒病因 第二个修补结构 任何疾病治疗 就围绕着两个关键点 变形就飞了 从感冒到肿瘤 所以这是一个普遍规律 那么感冒肿瘤 糖尿病 内风湿 任何叫出来的名字 是不是都属于特殊规律 就像你学了价值技术一样 给了你G28你会开 是这样的 给了你奔驰宝马 是不是都会开呀 因为那是个特殊规律嘛 顶多方向班的功能 多一个件少一个件 顶多操控盘不一样而已 是这样的 轮带胎压不一样而已 对我们来讲重要不重要 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不重要 所以大家要学习技术性能包 那么这两天 就教大家 这最基础的东西 永远都会变的东西 那就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我们一辈子 实学这一次就够了 就像数学的四则晕散一样 对吧 你像我们学了这么多东西 为什么觉得还困难呢 觉得没信心呢 因为我们又学这些最核心的东西 我们上来就用上场大学车 就因为我们只能开上场大 是这样的 只会开上场大 但是如果把这个技术性能包掌握以后 我们就有了灵活性 就可以举一反三 举一反一百 是不是都没问题啊 所以你看起来你可以跨很多界 什么病都没调理 实际上它的底层逻辑是不一模一样的 所以我们今天要学习这个东西啊 那么这个 这是我们用的频率最多的哈 这个就是我们解决健康问题的工具 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各种各种营养素 那么今天呢 我上午跟大家分享一个 关于蛋白质的生理功能 蛋白质 这是我们用的频率最高的啊 我经常开玩笑讲 这是我们解决健康问题的大中商品 离开了它 所有的方案都会大打折扣 我们来看看蛋白质有哪些生理功能 后面的这个虚然就比较费劲了哈 这个这个屏幕比较比较矮 主要轻哈 以轻为主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蛋白质有哪些生理功能呢 我讲这些生理功能 大家记得哈 这是教材上的字 一字都不辣都不差 不是我说的是教材上说的 为什么要讲给大家听呢 因为如果我们不解读的话 很多人每个字都认识 但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就像我们孩子为什么要上学一样 因为老师解读之后呢 我们印象就深刻了多了哈 也知道他的应用场景了 首先我们来看蛋白质是生命的物质基础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 蛋白质生命的物质基础 它指的是什么生命 谁的生命 对了 一切生命的物质基础 只要是自然间存在的生物 从最低等的病毒到最复杂的人类 只要是生命 只要是生物 都是蛋白质构成的 换句话说 没有蛋白质 有没有生命 没有生命 没有蛋白质 整个自然界什么都没有 没有任何生命 比如说大家这两个比较熟悉的 新冠病毒 外面就要有一个蛋白质外壳 里面是不是遗传物质 最简单的生命形式 病毒都要由蛋白质构成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什么人需要蛋白质 只要是人 只要还活着 是吧 就需要蛋白质 它是在物质基础 那么第二个呢 是供给生长更新和修补组织材料 我们来看什么叫供给生长 所谓的生长从小到大 这个发育过程就叫生长 那么明白生长的定义之后 我们再来看 一个受精卵在母亲子宫里面发育 从一个受精卵变成一个胎儿 这个过程叫不叫生长 就叫生长 那么分别以后 一个新生儿长了一个成年人 叫不叫生长 叫生长 所以知道什么人需要蛋白质了吧 所以孕妇怀孕需要不要偶尔骨通蛋白质 小孩长个呢 都需要蛋白质 人家需要 那么第二个叫更新 什么叫更新呢 更新用新的代替旧的 旧的脱落死亡 用新的来代替的 持续的维持生命活动 那么这个过程就叫更新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大家最熟悉的 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红细胞的平均寿命是一八二天左右 就意味着什么呢 每天我们是不是损失一八二分之一的红细胞 但是为什么每天抽血检查的时候 红细胞的数量基本上是恒定的呢 因为每天还要再生出来是不是一八二分之一 所以它这个维持一个动态的平衡 每天损失一半二分之一 还要再生出来一半二分之一 所以我们的血细胞呢 是一个平衡状态 但不是稳定的平衡 而是一个动态的平衡 这是以红细胞为例 那我们的免疫细胞就更是这样了 每天和细菌病毒做作中 所以免疫细胞每天要大量的免疫细胞死亡 那么免疫细胞呢 每天还要更新出来那么多 如果只有死亡没有更新的话 生命估计一天就结束了 包括我们洗澡 你洗澡的话是不是上皮皮肤搓下女人来 对吧 那都是什么东西呢 就脱落的上皮细胞 那为什么你每天洗澡都能脱落 都能搓下来女人来 为什么不会变成血淋淋的呢 因为每天是不是又新生出来很多上皮细胞 所以这个生学过程就叫更新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知道更新是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而且随时随地在进行 那讲到这呢 我就给大家讲一个关于健康的一个观念 因为公司特别强调正确的认知 实际上的公司的三句话 我觉得讲的非常精彩 正确的认知 正确的产品 实际上还有正确的方案 要解决健康问题 这三个缺一不可 那么现在我们公司强调的是营养早餐 老百姓中间那也传说的一句话叫 早上吃的像皇帝 中午吃的像大臣 晚上吃的像乞丐 吃上个 那我想问大家问题 这个是不是正确的认知 早上吃的像皇帝 中午吃的像大臣 晚上吃的像乞丐 刚讲了这些生命活动 是白天早上进行的 还是24小时进行的 今天24小时进行的 为什么晚上吃的像乞丐 就我们从来没思考过这个问题 没发现 你白天的活动 对身体来讲是不是都是消耗 消耗要不要更新 啥时候修补呢 这个生活学过程主要是晚上进行的 那晚上进行如果没有原材料 怎么修补呢 大家都坐个高铁吧 速度非常快 一天这个高铁能跑好几个来回 北京到南京 晚上高铁到哪去了 进场保养 鱼类没发现 晚上进场保养 白天跑晚上进场保养 人和高铁是非常类似的 如果晚上你什么都不吃 都没有营养素 你怎么修补呢 因为白天活动都是消耗嘛 所以正确的认知重要不重要 非常重要 那为什么很多人晚上吃的像乞丐呢 因为他对这个皇帝的概念有问题 我们理解皇帝吃的一定要三分饭 我也吃了 要满汉全息 现在如果我们从健康的角度来讲 皇帝应该吃的什么样子 不行 要营养要均衡嘛 对吧 营养要均衡 你看那些大吃大喝的人 都吃出一身病来 没有一个吃不健康的 说明什么 说明你都真的像皇帝那样满汉全息吃的话 都是一身的病 所以我们现在吃的要皇帝就像什么呢 你特别讲究这样的 营养均衡这样 那这样的话 一日三餐 是不是都应该吃营养餐呢 多应该吃营养餐 因为更新是24小时的生命活动进程 不止只有早上才有的 那么这是更新 第三个是修补组织的材料 什么叫修补呢 组织创伤后的愈合 这个过程就叫修补 大家都有这样的生命体验 假如你做菜不小心的话 手上切个口子 一般都不需要到医院包扎和分合的 你顶多弄一个创口碟 是不是过几天就长好了 而且长得一定点痕迹都没有 这个过程是不是叫愈合 而且自动自发进行的 对吧 那么这是表面的 那么我们身体内部有没有这种创伤 有这种创伤 不管是宏观的还是微观的 我们身体会不会自动愈合 就会自动愈合 那讲到这呢 再讲到我刚才讲的疾病的本质是什么 这个身体结构怎么破坏 身体结构怎么破坏 身体结构怎么破坏 既然身体结构破坏了 要想好的话要不要愈合 要不要修补 靠什么修补 靠身体的原材料吧 身体结构是个各种的营养素 其中最重要的营养素是什么东西 是不蛋白质 所以什么人需要蛋白质 什么病需要蛋白质 所有的病人是不是都需要蛋白质 这是我讲的 营养素是健康的物质基础这个概念 任何治疗 离开了营养素 这个打底方案 都属于空中楼阁 都属于空中楼阁 所以营养素是健康的物质基础 其他都是建造 离开了这个基础 其他建造都不可能成功 所以我觉得现在一些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误区 什么呢 他否定了营养素是健康的 污子基础这个概念 经常这个 跟患者灌输 观念 那营养素都骗人的 吃药一顿都不能辣 吃营养素一点都没有用 我早年遇到最多的有这个 那我就反问 我说医生让不让你吃饭 患者就愣 吃饭才吃啊 不吃饭 人咋活呀 我说你吃饭吃啥的呢 想半天不知道吃啥的 吃饭是不是 味料吃饭里面的营养素 饭里面另一类东西是什么东西 是不是没用的食物残渣 以大备的星子排在嘴外 我们吃饭觉得 味料吃轻松营养素 那现在变成一个 商品化的营养素 为什么就不能吃了呢 吃饭是带残渣的营养素嘛 饭是带残渣的营养素 那么扭缩的营养素呢 是不是不带残渣的食物 如果吃饭就有用 吃扭出的营养素有用没用 一定有用 而且更有用 为什么 因为扭出的营养素是营养密度最高的 只有现在一个营养密度的概念 对吧 那么什么叫营养密度呢 就是同等热量的食物 里面有多少营养素 营养素含量多少 或者是同等质量的食物 里面营养素含量多少 这叫营养密度不同 比如说大家都熟悉的这个物理学的密度 就是单位体积这个东西的重量 对吧 比如说都是一粒方米 一粒方米的水和一粒方米的棉花 重量一样不一样 不一样 这叫密度不同 算的 那么营养密度呢 刚才讲了 它是同样的食物 就要通通热量的食物 或者通通质量的食物 它里面还能营养素不一样 这叫营养密度不同 比如说今天中午 大家饿了 到外面去吃饭 如果你仅仅是为了甜饱肚子 消除这个饥饿感的话 你发现很简单 你吃一大碗白米饭 吃两个馒头 是不是就不饿了 但是如果吃饭是为了健康呢 我们会不会这样吃 不会 你可能吃一碗蛋炒饭 我讲的蛋炒饭都是那个 要定国家标准的蛋炒饭 据说羊豆蛋炒饭要定国家标准 就多少颗的糙米 里面有一个鸡蛋 然后多少颗虾仁 多少颗肉丁 包括胡萝卜丁 豌豆等等 大家试想一下 如果吃的都是米饭 一个吃白米饭 一个吃这个标准化的羊豆炒饭 哪一个营养密度高 是羊豆炒饭的营养密度高 那明白营养密度概念之后 我们来看 我们吃饭和吃扭车的营养素 谁的营养密度高 扭车的营养素 营养密度最高 因为它里面没有食物参照 现在大家理解那些 为什么大吃大喝的人 都吃出一身病来吗 你以为大吃大喝都吃了很多营养素吗 没有 他吃了很多能量 因为营养密度很低 是不是 所以这个吃饭 要不要讲科学 是要讲科学的 这个修补组的材料 只有蛋白质 没有蛋白质 任何疾病都不可能康复 因为所有的疾病 都是身体结构的变化 结构变化就是水疮 水疮就需要修复 那么这是这个 讲的蛋白质的整理工程 修补组的材料 当然讲了蛋白质是生命的物质基础 那叫结构的物质基础 那蛋白质还是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 什么叫活动呢 大家知道 如果光有结构没有生命活动 这个人是个什么人 就是死人 尸体是不是只有结构 人死的结构一模一样 什么都没变 但是呢 他就是个死人 对吧 但是人是说有活力 是不是我们生命活动在维持 在维持 所以蛋白质还是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 什么叫生命活动呢 大家知道 一个人要不定的和外质进行物质交换 和能量交换 是不是才能活下来 那么物质交换能量交换 全是大自然功用的这东西 要变成我们人家的血和肉 是这样的 那这样的话 大家知道这个生命活动非常复杂 如果没有这样的生命活动 你吃的米饭 你吃的馒头 你吃的鸡肉 你吃的鱼吃的虾 可能一辈子也不会变成我们的鸡肉 是这样的 但是我们吃了饭之后一两个小时 就变成我们身体的组成部分了 甚至吃馒头在口腔里面 几秒钟都有甜味 是这样的 说明什么 说明物质是不是发生了转化 那么什么东西在促进这个物质转化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叫煤 这个煤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在初中高中学化学的时候 是不是学过一个东西叫催化剂 催化剂 两种物质在一块反应 形成一个新的物质 如果没有这个煤 没有这个催化剂的话 可能它一辈子反应不成 但有了催化剂之后 瞬间就完成了 所以这煤厉害不厉害 非常厉害 所以之所以我们吃的外界的食物 能变成我们的血和肉 都是因为有的煤 而所有的煤都是蛋白质 大家记得哈 蛋白质不都是煤 但是所有的煤都是蛋白质 所以没有蛋白质 根本没有生命活动 所以就是完全是个死人 那么第二个呢 还是激素 大家知道很多激素 它的原材料是以胆固醇做原材料的 但有少量激素 是以蛋白质做原材料的 比如说 大家熟悉的胰岛素 胰岛素就是以蛋白质做原材料的 所以一个糖天病号则 如果你每天只是 吃很多药来刺激 异岛分泌 异岛素 但是如果没有蛋白质的话 是不是巧妇难为五米之水 所以这次这个这个部分激素 也是蛋白质做原材料 还有部分维生素 部分维生素 我们下午讲第九维生素 再给大家讲 这蛋白质的生命功能 那么第三个呢 蛋白质还可以代常性的提供能量 这个呢 在临床的误区就比较大 我们来看一下 蛋白质 它不是个能量物质 它是代常性提供能量的 我们一般都 把其他的营养素 蛋白质脂肪碳成化物 八代三种是不是叫做能量物质 实际上对蛋白质定义的 定位是有错误的 蛋白质不是能量物质 蛋白质只会 代常性的提供能量 我来讲一下什么叫 代常性提供能量 大家看这段话 当碳水化物和脂肪功能不足 或者氨基酸的受入量 超过体内蛋白质更新需要的时候 蛋白质也是能量来源 大家一定要仔细琢磨这句话 因为中国的蚊子非常的奥妙 当碳水化物和脂肪功能不足 或氨基酸的受入量 超过体内蛋白质更新需要的时候 蛋白质也是能量来源 所以蛋白质提供能量 大家有没有发现 他先设置了两个前提条件 哪两个前提条件 蛋白质也是能量来源 当碳水化物是否和脂肪功能不足 这是一个前提条件 那意味着什么呢 如果满足了这个前提条件 蛋白质功能不功能 蛋白质是不功能的 第二个前提条件是什么呢 安全的受入量 超过体内蛋白质更新需要的时候 是吧 只有同时满足在两个前提条件的时候 蛋白质也是能量来源 就意味着如果不满足前面的两个前提条件 蛋白质是不功能的 就像我们经常讲 这个人如果不是爱偷东西 绝对是个好人 他是不是个好人 他就不是嘛 对吧 所以我们知道 中国的语言有时候要反着理解 对不对 好 那为什么要强调这个概念呢 因为他牵涉到一个临床的应用 而且产生很大的误区 这个应用是什么呢 就是肾病患者不能吃蛋白质 我们是不是很多人都这样认知 不仅医生这样认知 很多患者也是这样认知 对吧 肾病患者不能吃蛋白质 刚才我们讲了蛋白质是什么功能 第一个 是不是所有的生命都蛋白质构成蛋 它是生命的物质的这个结构的物质基础 第二个是不是生命的物质基础 既然有结构还有生命功能都需要蛋白质 那大家试想一下 肾病患者是不是一个生命 肾病患者是不是人 透气患者是不是人 他要是人生命都需要蛋白质 那为什么肾病患者不能吃蛋白质了呢 从哪来的呢 都是因为对这句话的误解 我们来讲一下 为什么对这句话误解会造成很多患者 不敢吃蛋白质 不敢吃蛋白质 你的病就好不了 你吃了蛋白质不一定会好 对吧 但你不吃蛋白质肯定好不了 为什么 因为所有的疾病是不是都有结构的变化 结构要上修复 需要不需要蛋白质 是一定需要蛋白质的 所以你不吃蛋白质 你肯定好不了 这是百分百的 但是并不保证你吃了蛋白质一定能好 那为什么对这句话的误解会产生了很多临床的误导呢 大家知道 碳水化物 脂肪和蛋白质在三大物质 它的化学构成是不一样的 碳水化物和脂肪 它们的化学组成成分是碳氢氧 大家知道碳氢氧 不管是碳氧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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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以蛋白质如果变成能量代谢的话 它没有变成我前面讲的结构物质和功能物质 它如果变成能量代谢的话 就有很多含磷 含瘤 含氮 的化合物 那这些化合物经过肾脏排出体外的时候 就会加重肾脏的负担 我这个表现清楚没有 所以这样的话 这就为什么医生不让患的是蛋白质的原因 因为它假设你吃蛋白质都会变成能量 但是如果你的碳磷化合功能冲突 而且你的氨基酸刚好满就是你的需要 我后面会讲B氨基酸 这时候你吃的蛋白质会不会变成能量 是不会变成能量的 不会变成能量就不会加重肾脏的负担 我这个表现清楚了吧 但是我们平时吃饭的时候 会不会吃的刚好合适呢 不会 总是有多有少 对不对 所以这个经过调查发现 人体的所需要的能量差不多10%到15% 是来源于蛋白质的 但是本质上蛋白质并不是能量物质 我讲出了吧 所以你吃的不合适的话 不均衡的话 蛋白质才会提供能量 但是这个能量是代常性提供能量 你碳磷化功能不足 那么蛋白质领上去 蛋白质领上去 你肌肉就会消瘦 大家知道糖那边患者 是不是最后人体消瘦 为什么消瘦 因为葡萄糖不能提供能量了 但是每一个生命活动都需要能量了 那我蛋白质拆吧拆吧 我变成能量物质 就像什么呢 就像这几天降温 咱们这人说 刚才主任说降温 降到零度已经冷得不得了了 对北方跟你啥都不算 是这样的 北方一零下就几十度啊 像这样的话 如果没有取暖设备的话 人是不是带不住 你很快就失误了冻死了 那如果你家里没有取暖设备 咋办呢 我俩活下来 把房子拆了取暖 有没有发现 你的蛋白质有结构物质 就是房子的那个结构那个部分 你把它拆掉之后 你房子会不会到处漏风 到处漏雨 因为人的肌肉消瘦就是这个样子 这是这个蛋白质 大家记住 所以碳气化物重要不重要 脂肪也很重要对吧 如果这东西不足的话 那蛋白质以后变成能量 就消耗掉了 那么再来看 蛋白质还有一个 什么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呢 还是免疫的物质基础 这个这两年呢 大家对免疫是不是 认识深刻了多了多 因为专家在两年用的频率最高的说法是什么 免疫是不是王道 这两年的新冠疫情 早期呢 不知道怎么治疗 后期那就有了疫苗之后呢 发现疫苗呢 也不能完全依赖疫苗 实际上呢 因为很多感染的也是打过疫苗的 甚至打过这个两针三针 是不是都有啊 现在还 包括这个 这个这个西安这次事件也是这样啊 所以这个专家提到最多的 就是这个免疫 是王道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人类有哪些免疫 人类有哪些免疫 怎么保护人家健康的 包括疫苗 是怎么起动的 那么人类的免疫呢 分两大类啊 人类只有两大类免疫 一类叫特异性免疫 一类叫非特异性免疫 我先讲一下什么叫特异性免疫 所谓的特异性免疫 就是这个免疫呢 有专门的针对性 大家学过人体的八大系统 免疫系统 是不是保护人家健康的 那么特异性免疫呢 只有专门的针对性 非特异免疫呢 就没有专门的针对性 我来讲一下 什么叫专门的针对性 比如说免疫的功能 是保护人家健康 其中有一个功能 叫免疫防御功能 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免疫防御功能 是不让致病微生物 是不是侵害人的身体 如果侵害人的身体 是不是把你消灭掉 那么这个叫免疫防御功能 那什么叫特异免疫呢 特异免疫就是 在众多的致病微生物里面 各种各种的病毒 各种各种的细菌 其他我不管 只要是乙肝病毒过来之后 我一定要把你消灭掉 新冠病毒来我不管 Igp病毒来我不管 Igp病毒来我不管 但是如果是乙肝病毒来的话 我一定要把你干掉 这是不是有选择性 这个叫针对性 这个就叫特异性免疫 那么第二个 非特异免疫呢 我不管你是谁 不管你是乙肝病毒 不管好的坏的 我都忘记了 我都把你干掉 这个就没有选择性 没有选择性 就叫非特异免疫 那我们来分析 这两类免疫 哪一个是先天的 哪一个是后天的 特性免疫和非特异免疫 先说哪一个是后天的 对了 特性免疫是后天形成的 非特异免疫是先天的 为什么说特异免疫 是后天形成的呢 我们再回到我们学的 八大系统那个课程中去 我们先讲免疫的时候 讲这个生的系统的时候 我们生理的 所有的系统的 每一个细胞 从哪来的 不是梦里 从受精卵来的嘛 是不是从一个 受精卵细胞来的 受精卵细胞是一个单细胞 我们八大系统的 每一个细胞 都从受精卵细胞来的 那么受精卵细胞 然后在体内开始发育 一个变两个 两个变四个 四个变八个 这样的一个生物学的 倍增过程 那倍增到一定细胞的时候 就接到一种发育的指令 有一团细胞 往神经系统发育 有一团细胞 往消化系统发育 一定有一团细胞 是往免疫系统发育 那么光免疫系统发育的细胞 将来会发育成免疫系统 它的使命 是个保护这个人 那么在母亲子工人 发育的时候 免疫系统的使命 是保护这个人 但是他有没有保护 这个人的能力 大家记住 他的使命是保护这个人 但他有没有这种能力 这是两回事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大家知道 中国是一个 扶兵役的国家 年轻人就要 就去参军当兵 大家知道 这个军人从哪来的呢 从社会青年 是不招募来的 经过程中选拔以后 如果他合格了之后 一换装 他的身份是不立马变成 中国人民解放军 身份变了 他的使命是什么 是不保家卫国 但是他刚穿上军装的时候 他的使命已经明确了 保家卫国 但这个年轻人 会不会使用武器 会不会牵达格斗 不会 有这种使命 没有这种能力 今天大家好理解了吧 我们的免疫系统 在子宫里面发育的时候 赋予他这种使命 但他并没有这种能力 为什么呢 因为在母亲子宫里面 发育的时候 他根本不知道 敌人状态的模样 也没有给敌人 打过架 是这样的 如果在母亲子宫里面 就给敌人 全天给敌人打架 早秋流产了 火不成了 是这样的 所以母亲子宫里面 是不是最安全的环境了 他健保到细菌病毒的嘛 一件事 你先天用疾病吧 后果是很严重的 是这样的 也就是说 他什么时候才会见到敌人 是否分源以后 大自然里面 吃饭的时候 大量细菌病毒提起了 呼吸的时候 大量细菌病毒 你玩具 衣服 天天接触细菌病毒 那么在细菌病毒 进入体内 有干好事 是不是有干坏事的 如果干坏事的话 我们免疫系统干不干 就不干 因为我的使命是 保护这个人嘛 所以一旦这个 坏的细菌病毒 进入体内之后 我们免疫系统 就给他干一干 那么这叫什么呢 这个就叫免疫反应 那么有了免疫反应之后 大家记得 我们免疫系统 有一个非常独特的 生理功能 就叫免疫记忆功能 季端呢 一般会记忆被子 什么意思呢 我一出生 跟这个细菌病毒打过一架 那么将来我二十岁以后 五十岁以后 我在大自然中 在其他场上又遇到这个致命危生了 这致命危生又进入体内了 我可以立即把原来的部队调动出来 把它消灭掉 你不知不觉就把人保护起来了 我这个讲清了没有 所以这就是特性免疫 一定是出生以后 跟这个致命危生 亲自干一仗 是不是才建立起来的 这叫特性免疫 所以不打一仗的话 根本不知道谁是好的谁是坏的 那大家试想一下 疫苗是建立的特性免疫 还是非特性免疫 对了 疫苗是建立人的特性免疫 那疫苗其中的原理是什么 就在体内是否模拟了一次感染反样 是模拟了一次感染反样 怎么模拟 你的亲自喝这个疫苗 疫苗像是一个坏蛋吗 疫苗就模拟了坏蛋吗 是不是和我们的免疫系统 把它认出来 给它打一张 但是大家想一下 如果你的免疫力本来就比较差呢 你能不能建立自己的免疫力 打一张白打 建立不是免疫力 所以大家没有发现 即使要注射疫苗的话 这个人是不是要有基本的免疫能力 你才能打疫苗 所以早期的疫苗 大家知道都是什么人打呢 是不是健康的 中间那一段人打 年轻人成年人打 老人不让打 是不是小孩不让打 现在的全员都打了 知道吗 全员都打了 所以如果你没有免疫苗的话 打也是白打 因为你激发不出来免疫力 所以现在大家理解的话 为什么免疫力是亡道了吧 你打不打疫苗 免疫力是个最基础的东西 你打疫苗 建立的基础 你有足够的免疫力 打了疫苗 你可以激发免疫反应 不打疫苗 全靠这个免疫力 抵抗这个治病微生物 你打不打 免疫力都是亡道 这个专家强调最多的 就这个概念 那么第二个呢 非特性免疫 我们的特性免疫 是有选择性的吧 非特性免疫 就没有任何选择性了 我不管你什么细菌病毒 我也不管你好的坏的 我都不让你干 我都不把你干掉 这什么东西呢 这都是先天的 与生俱来的 比如说人的完整的皮肤结构 完整的年末结构 比如我们先天的 这个唾液 包括胃酸 这是不是与生俱来的 而且可疑传的 这种呢 就属于非特性免疫 那么我刚才是不是 讲了一个例子 我们军事业科研 那个教授的例子 他做了手术之后 伤口不能愈合 他为什么那么着急 为什么风险那么大 从免疫的角度来分析 皮肤素酸 皮肤素酸是哪个免疫遭到破坏 对了 是不是非特性免疫 因为完整的皮肤结构 棉膜结构 注意先天的嘛 与生俱来的 所以他的非特性免疫 都会破坏 所以知道 为什么创伤后果很严重吗 就是这个道理 他要及时地 把他伤口医合掉 然后呢 重新恢复他的 非特性免疫 这几年大家在网上看到新闻 这个狗咬人的新闻 叫做对吧 对 那大家思考一个问题 狗咬了人之后 是不是一定要打狂犬疫苗 看情况 看什么情况呢 如果像我刚才讲的 像北方现在大冬天 这么冷的天 你出门穿着大皮裤 大棉裤 狗咬一下 两个白印都没有 你要不要打疫苗 为啥不需要 因为你的非特性免疫 没有做到破坏 啥时候需要打疫苗呢 啥时候你的非特性免疫 做到破坏了 你才需要打疫苗 因为这风险大 非特性免疫 没有做到破坏 什么都进不去 是这样的 这个分情况 这是这个 那么蛋白质是免疫的物质基础 也就是说没有蛋白质 人有没有免疫力 一丁点免疫都没有 所以一个人要 要想这个预防疾病 或者有了病之后 想尽快的康复 蛋白质重要不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 那么蛋白质的 还有一个生理功能呢 维护神经系统的正常功能 大家学过人体的八大系统了 那么神经系统的主要生理功能 有几个 大家忘了差不多了 神经系统主要有哪些生理功能 几个 传统那样它的机制 作用机制 我说它的功能 说对了 第一个是兴奋 第二个呢 意志 神经系统就这么两大类生理功能 一个叫兴奋 一个叫意志 什么叫兴奋呢 对刺激信号有反应 就叫兴奋 对刺激信号减弱 或者没反应 就叫意志 那我们人的神经系统呢 绝大部分在白天 是不是出在兴奋状态 比如说光线的刺激啊 声音的刺激啊 颜色的刺激啊 各种各样的刺激 我们对它有反应 就说明我们神经系统 出在兴奋状态 那大家试想一下 我们在这听讲座的时候 包括这个图像的刺激 声音的刺激 人应该打瞌睡 还应该精神抖操 如果一个人听歌的时候 打瞌睡呢 该兴奋的时候 没有兴奋嘛 出在意志状态 如果在晚上的时候 如果是晚上 大家想 我们一般的神经系统 是不是出在意志状态 该睡着了 睡着了之后 这个这个 打雷都听不着 说明我们神经系统 出在完全一种状态 那如果一个人晚上 睡不着觉 在床上翻来覆寝睡不着觉 白天上课的时候呢 打瞌睡 这出于什么病 这就是典型的神经病吧 就神经该兴奋的不兴奋 该医治的不医治 算了 你看严重的四面患者 到医院看病的话 你患哪个都好 是不是挂到神经内科都好 大家裸奔的人不属于神经病 属于精神病 对 这个神经系统正常功能 灾性分性们 该一直一直 所以孩子如果上课 老打瞌睡 你要检讨一下 是不是缺乏蛋白质 还有一个生理功能 这是遗传信息的控制 什么叫遗传信息的控制呢 大家都知道这个种瓜得瓜 是不是种豆得豆 现在可以做亲子鉴定 谁是谁的生物学附近 对吧 包括考古发现的时候呢 说这个曹操的后代 都快上千年了 是吧 一千多年历史了 我们为什么可以肯定的讲 种瓜一定的瓜 种豆一定的豆 而且几千万年来都这个样子 说明遗传信息的稳定性 是吧 很可靠 那么谁在管这个遗传信息的稳定呢 这个蛋白质 当然是一个特殊的蛋白质 叫主蛋白 主蛋白一直在维护遗传信息的稳定性 种瓜永远都瓜 种豆永远都豆 那么有人就问 那如果一个人缺乏蛋白质 会不会将来生出来孩子 不知道像谁了呢 不会 永远不会 各位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遗传信息的稳定 是最重要的生理功能 一个人再缺乏蛋白质 都不会影响到这个生理功能 他会饿死他 把他淘汰掉 也不会影响这个功能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我缺蛋白质 不知道孩子将来像谁了 这个担心完全多余了 只让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那么蛋白质还有个生理功能呢 维护毛尾血管的正常伸透压 保持水分在体内的正常分布 我来讲一下 什么叫伸透压 什么叫水分在体内的正常分布 大家知道人的平均水分 含水量是70%左右 但是水分在体内不是平均分布 是正常分布 什么叫正常分布呢 该多的多该少的少 比如说大家知道 我们的骨骼系统 含水量是比较低 大概40%左右 但是我们的循环系统 血管里面 含水量高不高 高 90%以上都是水分 也就是它永远 90%以上水分 血液里面 骨骼里面永远都是那么低的水分 这个叫正常分布 该高的高 一定要高 该低的一定要低 这叫正常分布 我们的血液在体内不是平均分布的 是正常分布 那么为什么一个水分 可以维持这样的一个分布呢 该高的高 该低的低呢 因为是有渗透压在起流 什么叫渗透压呢 渗透压就是物质浓度差 带来的这个水分 转运的一股力量 大家不用记这个 转有名字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让大家理解这个概念 大家有没有腌过咸菜 腌咸菜基本上这样 先准备一个腌缸 里面放上调味品 放上盐 然后再把这个青菜 洗得干干净净净的 那腌制之前 这个青菜是不是很水灵 放到烟缸里面 以后放一段时间 过一段时间 再拿出来的时候 我们发现 这个青菜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第一个是不是变蔫了 第二个是不是变咸了 变蔫了就意味着 这个水分从青菜里面 跑到哪地方 跑到烟缸里面 它变咸了呢 说明烟缸里面的盐 是跑到青菜里面去了 产生这样的物质交换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物质要这样的交换 一定有一个力量来推动它 那么这个力量就是什么 就是渗透压 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假如这一瓶水 和一个大海的水 我想问大家问题 从水的浓度来讲 哪一个水的浓度高 大海还是这瓶水 对了 这一瓶水的浓度高 因为这一瓶水 纯水嘛 它百分百的是水 但一个大海的水 里面是不是有很多矿物 所以它水的浓度不是百分百 所以这一瓶的水都浓高 我拿出来一滴水 它都是百分百的水 我讲的浓度和量 是两个概念 那大家想象 这个青菜淹制之前 青菜里面的细胞里面 水的浓度高 还有烟缸里面水的浓度高 青菜里面水的浓度高 烟缸里面因为很多盐 所以它水的浓度是低的 所以放在烟缸里面 然后水可以自己流动 所以水可以往哪跑呢 从高浓的时候到低浓度去 就从青菜里面跑到烟缸里面 所以菜就会变腰 那么盐的浓度 谁高呢 烟缸里面浓度高 所以盐就从烟缸里面 跑到青菜里面 所以结果菜就会变咸 变腻 是吧 这两个物质交换 都需要一个力量来提供的 这个力量就叫深度压 那按理想 我们学业里面 有百分之九个水分 百分之九个水分 谁应该往外跑嘛 但是实际上并没有 跑到外面来 说明什么 说明是不是有个力量 来锁住我们学业中的水分 那么这个力量 什么力量呢 叫深度压 这个深度压谁产生的呢 很重要的一个因 就是我们血里面的一种蛋白质 这个蛋白质叫白蛋白 白蛋白就维持了我们血的深度压 那么白蛋白是谁生产出来的呢 谁合成的呢 肝脏 身体只有肝脏可以合成白蛋白 合成之后 释放到血里面 来维持我们这个深度压 维持水分 在血里面不往外跑 那大家想象 如果一个人如果有严重肝病的话 会出现什么后果 对了 这深度压是不是发生了变化 他就没法锁住血中的水分 血的水分往哪跑 就往外面跑对吧 往血管外面跑吧 跑到哪 跑到腹腔去 这造成什么呢 造成腹水 大家听说过吧 这肝腹水 肝腹有这个道理 肝腻化负水 肝炎肝癌三部局 那么肝腻化负水 就是因为肝脏严重受损以后 喝成白蛋白的能力急剧下降 所以没法维持这个正常的深度压 水往外跑 这肝腻化负水 那么 当一个人发展到肝腻化这个阶段的话 医院怎么处理的呢 抽负水 还有呢 素白蛋白 抽负的大家好理解 反正这个腹腔里面拿那么多水 我抽一点就少一点嘛 对你那压力小一点 那么素白蛋白 是不是纠正深度压的 就是还有一招 还记得吧 我在八大系统里面都讲过 讲泌尿系统讲的 还有一招 用利尿剂 大家还有印象吗 讲到利尿剂 我们把我们学的这个泌尿系统再复习一下 尿液形成 分几个阶段 生成 有位女士已经回答对了 今天可能没有奖品 我看工业没准备好 第一个形成鸡蛋是什么 是个形成原尿 原尿 一个成年人 健康成年人 大概一天可以形成多少原尿 200升左右对吧 就200公斤左右 但是人的体重是不是才60公斤 六七个公斤 它形成200斤 200升 不是200斤 200升 说明什么 说明原尿是不是一定要经过重吸收 所以经过重吸收 最后才变成中尿 中尿排出来多少呢 排出来原尿的1%左右 99%的原尿 是不是都被重吸收了 丽尿剂在哪其中的 丽尿剂是意识到原尿的重吸收 是吧 原尿重吸收收到了意识之后 中尿排出来多不多 中尿排出来就多了吗 尿液从哪来的 体液说的有点模糊了 从血液来的嘛 原尿从哪来的 血液 从哪地方出来的 肾脏 肾脏到哪个部分 肾小球对吧 好 大家再次考一个问题 肾小球属于泌尿系统 还是属于循环系统 学得非常棒 肾小球是个血管球 所以肾小球属于循环系统 不属于泌尿系统 尽管我们在泌尿系统里面讲它 因为它这个血管球 所以它本质上是以循环系统 也就是说尿液的成分和血液的成分是一样的 大家好理解了吧 这是把血液中的有毒有害的东西 是不是分明出来了 那么尿液里面主要成分是也是水 也是水 那为什么用利尿剂可以治疗负水呢 因为它所有的负水 包括尿液都来于血液嘛 血液就那么大量 我用了利尿剂之后 尿液变多了 是不是像一个分流 那么负水就产生没那么严重了 这是现在一些治疗 肝硬化负水这么三招 第一个抽负水 第二个酥白蛋白 第三个呢 用利尿剂 那么这三招有没有治疗肝硬化的措施 没有一个是治疗肝硬化的 所以当一个患者发展到这个阶段 你到医院治疗的话 你想好 这根本就不可能了 这三招全都是对症治疗 实际上 在这个阶段是根本就不可能再好了 这我说现代医学的局限性 那么既然这样的话 是不是这个患者又等死了呢 如果到这个阶段 你治不好的话 你不采取别的措施的话 那么在五年内死于肝硬化的 可能有大概高达86% 就不用发展的肝癌都死掉了 因为后果太严重了 负水 大家知道负水水在哪 是不是在腹腔里面 腹腔里面很多大肠 大肠里面是有很多细菌的 负水有可能感染的 你腹腔感染三人七度感染 我刚才讲了 是什么场景呢 就会腐烂发售啊 你用抗生素还没有用啊 干不能太衰竭了 你所有的抗生素要干脑解脱啊 再用大量的抗生素的治疗的话 干功能可能就衰竭的更快 这样一旦到这个阶段的话 基本上就进入恶性循环了 我说现代医学治疗 基本上会走这个老路 那是不是到这就 一定要悲观失望了呢 不是 如果他用营养知识的方法的话 还是有机会的 这是我给大家推荐的 Davidson那套系列重书 在座各位领导人 应该人手一侧吧 至少 一定要人手一侧 那这本书里面 其中讲肝硬化的时候 有一段话 我看了之后 我就特别兴奋 他说在另一个研究中 有68月患严重肝硬化的患者 医生让他们每天吃高蛋白饮食 他讲高蛋白饮食 我就开始查这个数据 什么叫高蛋白饮食 大家知道一个健康人 每天需要多少蛋白质 每天每公斤体重 是不是需要1克到1.2克蛋白质 但是高蛋白饮食 知道每天每公斤体重 需要多少蛋白质 需要2克种蛋白质 然后呢 并补充一粒符合的微生肚丸 和两叉手的酵母 我当年看到Davidson这套系列 重书之后呢 我就把它匹配成 我们扭出来的营养素 高蛋白饮食 我们用蛋白质粉 对吧 补充一粒符合微生肚丸 我们有什么 有贝利剑 两叉手的酵母呢 是不是天然鼻子维生素 那结果怎么样呢 结果连最严重的患者 也很快就康复了 而最严重的疤痕 也在几个月内 完全被新生祖族所取代 如果继续改善野生羊 肝病便不再复发 大家看到这段话之后 你兴奋不兴奋 现在一些对治疗 这个阶段的肝病 是不是非常悲观 但对Divis来讲的话 很容易的事情 最后看到这段话之后呢 我就特别兴奋 兴奋呢 我就想找患者去试 证明Divis讲的 对不对 这本书你通读下来之后 你发现很有意思的 我为什么推荐Divis的 这套系列重书 包括我推荐的其他书 也是一样的 我推荐的书 基本上都是属于第一人生写的书 而且都是我亲自看过的 而且我证明过的 为什么大家要读第一人生写的书呢 第一人生写的书 都是知识的源头 都是生产知识的人 都是创造知识的人 大家能理解了吧 大不同的书 都是抄别人的 都是抄来抄去 那叫编著 那叫编的书 Divis叫写的书 是完全不一样的 真正的知识都这样采生出来的 第一手知识 那么Divis的书呢 因为很多人为什么读起来觉得费劲呢 他和我们一般人读的书不一样 因为他第一人生写的书 他是知识的源头 他写这本书的时候啊 信马优将 你发现他的题目 有时候以疾病做题目 有时候以营养素做题目 有时候用形容词做题目 你都不知道要讲啥 比如还有个题目叫百闻不如意见 你都不知道要讲什么 对吧 而且讲得非常散 非常散 那么你会读的话 你会发现里面发现很多 有嫁度的东西 这次他讲干一话 他其中讲VC的时候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关注过其中一段话 他讲 他对一个肝炎患者来讲 就是病毒用肝炎 如果每天让他 每三到四个小时 吃一千到两千克后的VC 有时候这个患者一天之内 病情终迅速跑短 细菌能康复 有人对这段话有没有印象 对一个肝炎患者来讲 现在一些至一倍都是不好 对单分子来讲 一天就好了 这个反差大不大 非常非常 我看的时候非常正确 但这个好不是白白好的 他现在有条件的 什么条件 这个大量VC 多大量呢 每三到四个小时 补充一千到两千毫高VC 那换上了最大的组合 就是每三个小时 是不是两千毫高 那么一天二十四小时 是不是八倍 八倍应该多少毫高呢 应该一万六将毫高 是不是十六颗 他一天就会好 迅速的康复 所以我们知道 肝炎患者需要不需要 大量VC 需要 那他讲那个神奇的VC1的时候 VC1一个很重要的圣经功能 是不是去除疤痕 去除疤痕 那么他讲的去除疤痕的时候呢 他就随便提了一句 他比如说肝硬变就是体内的疤痕 有人看过这句话吗 可能没注意 因为他不在肝硬化这个当节讲 他就去除疤痕那个当节讲的 所以你通读完了之后 你把这些字都综合在一起的话 你会发现肝硬化患者 他需要什么样的营养素组合 就是高蛋白 符合卫生素 然后呢 天然B2温柔 还需要什么 需要大量VC 还有什么 是VC1 那么在这些方案 如果组合在一起的话 大家知道会产生什么效果吗 神奇 因为神奇不是个宝义者 因为很多人太神奇了 创造了奇迹 最反感他们这样讲我们 这样讲我们不是赞美我们 是否定我们 大家知道为什么是否定吗 什么叫奇迹 你从100周楼上掉去 啥是没有 毫发无损 这叫奇迹 因为99%的摔的粉碎骨 你活下来啥是没有 那叫奇迹 大家想我们用营养制作的方法 换你的身体状况得到改善 是奇迹还是诡迹 是诡迹 是诡迹 什么叫诡迹 我走过一路 我从这走到那 你也能从这走到那 谁用谁就能受医 这叫诡迹 奇迹 100万人里面只有一个人能做到 那叫奇迹 所以他讲我们是奇迹神奇的时候 不是肯定我们是否定我们 我经常讲 医院能治好 那叫奇迹 我们不叫奇迹 我们叫诡迹 大家知道我为什么 我第一本书是 甘言 甘言化 甘言色的诡迹吗 我就早年学了 我第一本启蒙的书 就是这张书 我是非常幸运的人 我为什么给我们的伙伴 推荐这张书呢 这张书有知识 是不是有工具的使用 而且使用的结果 什么都有 而且是第一手知识 对不对 而且最宝贵的 不像现在教材一样 他自己都没用过 所以当时我看到 在本书之后呢 因为你看 在里面很多病 现在一些是不是都很难啊 对甘言来讲都很简单 我就想找一个病来验证一下 甘言是想的东西 后来选了一类病 这个类病就叫肝病 我为什么选了肝病呢 但是肝症的再生能力 是不是极强啊 他很容易验证吧 他反应速度快 还有个呢 我师弟呢 当年呢 我分到三两个院 他分到三两个院 三两个院呢 是北京的一个 很有名的治疗肝病的部队医院 都在同一条街上 四环路边上 直线距离不超过两公里 我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是不是可以向他请教 所以我早期 我就开始想 在肝病身上来验证 戴卫斯协定的东西 是不是吹牛 是不是夸张 后来证明 戴卫斯讲的完全是真的 我辅导的 比戴卫斯 那病还严重 因为戴卫斯在美国 可能没见过那么多严重病人 我们中国的病人 怎么能脱 都是什么病人呢 用现在是 话讲 是像都医院推货的病人 要么医院对他绝望 要么他对医院绝望 如果不是这样 两绝望的人 他也不会来找我们 知道的 对 你看我们不是专门找那几天杂争 是一天杂争来找我们 没办法了 所以我经常讲 好学生都被清华北大 这个收走了 就刚发现疾病的时候 最轻 都到医院看去了 医院看着看 不行了 找我们来了 把他变成地皮流氓 交给我们了 我们还把他再培养 学类疯基金分子 如果培养不成学类疯基金分子 就骂我们是骗子 大家知道我们的压力有多大吗 好在呢 扭吹来 非常的棒 那么肝脏 蛋白的还有个功能 是不是运输功能 大家知道 大家最熟悉的 是不是都血红蛋白 运输氧气和二氧化碳 对吧 所以一个人就缺乏蛋白 这个话 运输氧气能力下降 水平下降 就这个 这个营养不良性偏血 好 还有个维持血液的酸碱变症 尤其这个 大家知道 血液的酸碱度 维持在一个 相对比较窄的一个 一个范围内 偏近7.35到7.45之间 太少的话 酸中度 太大的话 减重度 那么这个维持这个酸碱平衡 非常非常重要 其中有一个基子 就是我们的蛋白质中的 氨基酸 这一个 这个碱性的氨基 又一个酸性的缩基 来维持血液的这个动态的平衡 酸碱度 还有一个 那么蛋白质呢 参与了凝血过程 参与了这个凝血过程 防止创生后的过程出现 大家在学人体八大系统的时候 是学了一个 血液凝固的机制 在那个课程里面 我讲的血液凝固 是谁启动的 是血液板启动的 对吧 大家都熟悉了 那是我在循环系统这样讲的 真正凝血机制 不是血液板启动的 是蛋白质启动的 在这我们来讲一下 那么在我讲 循环系统讲 血管是不是像那个河流 输血的话 像那个决堤嘛 你把它要堵上 堵上怎么堵的呢 我们以前讲的 是不是用沙袋 沙袋之前 还有个动作 如果决定要是用沙袋的话 往往医生就冲冲了 医生就冲冲了 装子 还有什么 网子是这样的 这个网子 这个网子什么东西呢 你看我讲的 这个 薛耀白是一道粗糙面 释放凝血因子 我们血液里面自身形成一套网子 这个网子什么东西呢 就是血里面的纤维蛋白源 变成纤维蛋白 纤维大家知道粗纤维 这么衣服都有纤维构成的 纤维蛋白源可以溶进在水里面 纤维蛋白不能溶进水里面 所以血里面大量的纤维蛋白源 我们是看不见的 一旦在地方创伤以后呢 这个纤维蛋白源就变成 吃状的纤维蛋白了 就像棉花丝一样 然后呢 这时候呢 用了一个粗糙面 薛耀白过来的时候 是不是释放凝血因子 把很多血液一包吸引过来 像沙袋一样 把它堵上 所以切发蛋白的话 就会出血不值 就会过度失血 这是这个蛋白质的 这个参与凝血过程 它在血腰板启动之前 都已经开始启动了 那么蛋白质重要不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一个人缺不缺蛋白质 我们怎么知道一个人缺不缺蛋白质 说到蛋白质 是不是从食物中摄入进来的 从食物中进来的 那么 这个表格大家不用拍照 也不用记 我不讲的话 你很难记的 我一讲的话 你不用拍照就记下来了 因为特别简单 我们所有的蛋白质 来源于食物的供应 那么大自然的食物供应 可以分成那么几大类 不要记具体名字 第一大类 左上角那个部分 把它叫肉类 你不用记什么肉了 不用记动物的名字 也不用记动物的身上的哪个部位 比如说大家在外面吃火锅 吃个牛肉 牛的哪个部位哪个部位 价格不一样 那个对我们来讲不重要 从蛋白质角度来讲 你只记住一个 肉类就可以了 只要是肉类 蛋白的含量不超过20% 你按20%算 只有多都没有少的 你就记个整数就可以了 小肉质后面都不用记它了 这是肉类 接着右上角这个部分 叫主食类 不管米 不管什么米 不管什么面 不管什么加工的 都叫主食类 蛋白的含量没有超过10%的 你按10%算 按整数算 这样是好接 接着右下角 这是几个代表 就是蔬菜水果类 不管叫什么蔬菜 不管叫什么水果 蔬菜水果类 蛋白的含量按零剂 我们吃到食物里面 是不是主要怎么三大类 你怎么加工 你不会增加到两次了 好 好接了吧 好接了 一个肉类是不是20% 你算的只有多都没有少的 主食类10% 然后蔬菜水果类 0% 就好接了 那么当我们要算一个人 缺不缺蛋白的时候 怎么算 首先我们在知道什么 第一个是不是知道他的体重 因为他需要量和身高体重有关系 大人需要量和小孩需要量肯定不一样 第一个体重 第二个呢 是不是也是习惯 因为说大概都是从食物中瘦入进来的 所以一定要大致分析一下 他的早中晚都吃了什么 吃了多少 吃了多少 你这样就知道 他大概瘦了多少蛋白 这个我讲的一个健康人 维护健康 如果是病人的话 需要不要动态调整 他需要动态调整 比如刚才讲的肝胰化患者 这个蛋白的量就要成倍的增加 那另一回事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一个人为什么会缺乏蛋白子呢 缺乏蛋白的原因 第一个呢 30种蛋白的功用不足 这个不是市场功用不足 是因为你的生活习惯 蛋白受的不足 比如说现在很多人是不是完全吃素 如果你全素的话 刚才讲了 如果以蔬菜水果为主的话 蛋白的量是不是不够啊 你要熬夜的不足 然后消化吸收不良 因为蛋白在体内要变成 氨基酸的吸收嘛 你消化有问题 就影响下一步的吸收 先消化后吸收 然后第三个蛋白的核重障碍 比如刚才讲的肝病 你核重白蛋白能力下降 还有几个原因呢 就是这个 比如说这个病人 比如说严重的肾病患者 蛋白的流失是不是非常严重 包括放出这些烧烫伤 还有各种传染性疾病 消化症疾病 都会什么呢 都会加重蛋白质的升级 造成蛋白质的缺乏 这是蛋白质的这个 缺乏蛋白质的一个主要原因 那么缺乏蛋白质有哪些表现呢 这几个表现 大家不用拍照不用记 很简单 我们怎么记呢 我前面是不是讲的 蛋白质的正常的生命功能 如果一个人要缺乏蛋白质的话 你只要了解正常生命功能 你就知道反过来是什么样子 这样子 你比如说我们皮肤结构 粘胞结构 是不是非特性免疫力 你如果缺乏蛋白质的话 皮肤结构 粘胞结构完全不完整 不完整 皮肤有问题 三婆鱼是不是愈合慢 但是非特性免力也低 免力也低 小孩也不长个 对吧 包括肝大肝功能下降 因为所有的反应都是霉 你切发蛋白质的时候 霉也切发 所以全身都会受影响 这个 那切发蛋白质的话 大家知道 是不是大头娃娃 大头娃娃 知道为什么要大头娃娃吧 水肿嘛 适量的 蛋白质是由氨基酸组成的 氨基酸系统有八种 有的叫九种叫必须氨基酸 必须氨基酸什么意思呢 人需要它 但是人又不能合成 食物中有我们身体就有 食物中没有 我们身体就没有 这个叫必须氨基酸 所以一个人如果受了很多蛋白质 但是必须氨基酸缺乏的话 这个多余的蛋白质还有用没用 没有用 因为身体没法利用它嘛 这叫木桶原理 我们知道木桶原理 最短的那个木片 是不是掀着了这个水量啊 那多余的这个东西变成什么东西了 变成能量代谢了嘛 是不是就会加重生长的负担 所以大家知道为什么 生命患者医生 不让他吃食物蛋白质了吗 让他吃什么 让他吃肉 有没有发现 是因为肉可以治疗生病吗 不是 因为食物中蛋白质分两大类 一类动物食品 一类植物食品 动物食品全是优质蛋白质 食物食品全是略质蛋白质 所以医生建议他吃肉类 让生命患者吃肉 不是因为肉可以治疗生病 是因为生命患者 只能吃优质蛋白质 我这个表现成了没有 那明白这个概念之后 纽出来蛋白质粉能不能吃 为什么 因为纽出来蛋白质粉 完全是优质蛋白质嘛 所以是可以吃的 你不要看它的配料 是大豆分离蛋白 大家记住 安理的广告中有两句话呢 第一句话叫自然的净化 第二句话叫科学的精粹 大豆蛋白也是个劣质蛋白质 它缺乏一种B氧氧酸 但是最后生产的时候 是不是加进去了 所以它仍然是个全部都是优质蛋白质 所以你能吃肉的话 一定能吃扭出来的蛋白质粉 好好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那个 我不知道上午这样的讲法可以吗 我是这样 我是把每一种营养素的应用场景 都调回来 大家以前学过很多 我们就复习了这个尿液的生成 实际上的 包括利尿剂 它怎么起作用的 在哪个环节起作用 那这样的话 我们在以后再遇到这样类似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脑子里面呢 就有一个整体观了 实际上的 现在公司给我们提的建议是 我们给我们顾客提供服务的时候 是不是要提供 整体的系统的解决方案 以前我们给我们顾客提供服务的时候 是这样 基本上顾客有一个什么问题 我们脑子里面呢 立马把它翻译成我们的营养素 是不是这样的 只有营养素这一个概念 最后呢 顾客的问题可能也解决了 但是实际上顾客呢 他有没有感谢我们呢 实际上没有 我经常讲 顾客那个问题 如果他是在医院这个场景上解决的 他早就把剪期送给医生了 我们把他问题解决掉 他为什么没有把给我们送剪期呢 我不说我们需要这个紧急 是因为 他的问题 我们脑子里面第一时间反应 把它翻译成我们的营养素的时候 他基本上就把我们定位成一个卖东西的人了 有没有发现 所以他就觉得我们可能赚了很多钱 那这个呢 真正其中可能就是营养素支持这个建议 是这个方案的其中 但是实际上 有没有发现我们有时候这个营养素上进之后 效果也不好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健康是一个不可简化的复杂性 营养素是一个最核心的一个因素 包括它的情绪 包括它的运动 因此三天的饮食 包括它的活动重要不重要 都重要 所以大家以后如果给我们的顾客 这个给这个解决方案的时候呢 可以把营养素支持这个方案呢 当成一个核心的工具之一 放进去 如果你只用这个的话 可能真正其中就是这个方案 但是顾客的感觉不好 有没有发现 这个我第一次意识到 如果别人的问题 我们立马把它翻译成 扭车的营养素的话 既是把问题解决了 别人也看不起我们 他觉得我们卖的东西挣了很多钱 他根本不知道里面根本没什么利润 对不对 所以从那开始 我开始给这样整体的系统解决方案 那效果当然也好 生活方式是打底方案嘛 你没有健康的生活方式 你吃再喝营养素 有用没有 没用啊 就像现在说的 喝了可乐泡枸杞 有用吗 你用白酒救了营养素 吃营养素 有用吗 没有用嘛 对吧 没有用 所以这次我讲的这个 大家一定要给我们顾客 提整体的系统的解决方案 把营养素支持 作为一个工具之一使用 我表达清楚没有 这很重要 不要一下子插到底 要改变这个思维模式 好 这是这个我讲的 今天上午我讲的蛋白质的时候 给大家提供了一些 把那些知识模块都调动过来 那么今天下午呢 给大家讲两种水融化维生素 水融化维生素 那么这两种水融化维生素 都非常简单 所以我会调动更多的 以前其他知识模块 大家一块知道它的应用场景 那么水融化维生素的共性是什么呢 可以溶解在水里面 这样可以溶解在水里面的话 就意味着什么呢 虽然水分似的也容易流失 虽然水分流失 所以在体内能不能储存呢 它不能长期储存 只能短期储存 意味着什么呢 今天你吃的再多 你明天还得重复吃 因为什么 这个小便 汗液 是不是全流失了 全流失了 这是水融分数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水融分数 由于可以随着水分流失 很少有过量的风险 几乎没有过量的风险 它的过量也在瞬间 一瞬间 因为它很快就代谢完了嘛 抬出去了 所以很快 基本上那都是一过性的 相对来讲是比较安全的 这个B维生素和V维生素 这两个是水融性维生素 那今天像我呢 我先讲B维生素 大家根据这个明星知道 它的B组 它就不止一种 是不是一个大家族 它就一个大家族 有很多种 我们一一的来讲 大家不用做笔记 到最后我总结一下 不总结的话 大家学了之后更乱了 更乱了 那B维生素呢 这是它的共性 共性水融性的 这样不讲了 我们先讲B1 它有哪些生理功能 缺乏症状 临床怎么应用的呢 它初间碳水化合酷 氧化分解 释放能量 那它的功能呢 主要维护神经系统的生理功能 今天上午我简单提到过 人类需要的七大营养素 从能量的角度来讲 是不是三大物质 就可以释放能量 所以叫能量物质 像碳水化合物 脂肪 是不是和蛋白质 是这样 那么B1呢 它就要参与碳水化合物 氧化分解 大家要强调它的特点 三大能量物质 它只负责谁释放能量 它只负责碳水化合物释放能量 它不管蛋白质 不管脂肪释放能量 为什么要强调这个特点呢 因为每一个细胞的生命活动 都需要能量 但是 有个特点 就是我们神经系统 它的功能 它的生命活动 只利用突刀糖提供能量 也就是说 它只利用碳水化合物提供能量 那既然这样的话 大家想一想 如果一个人严重缺乏B1的话 受影响最大的是哪个系统 对了 神经系统 所以缺乏B1的话 影响最大的就是神经系统 所以B1的作用的场景 临床应用 主要用在神经系统上 大家就好理解了吧 就好理解 那么我们来看 一个人如果缺乏B1的话 有哪些临床症状呢 就是承认脚气病 这个脚气病不是大家理解的 脚缝里面养 长到真菌了 抠脚牙子那个脚气病 这个是缺乏B1 这个脚气病主要是神经系统上的病变 比如说这个第一个 烦躁健忘思想不能集中 多梦多疑 这个是以神经系统表现 对吧 这个大家好理解 包括你的思考啊 这个记忆啊 都是以神经系统做物质基础 这个基础好理解 那后面的两个循环系统 胃肠系统增广 我刚才讲了 因为缺乏B1主要影响神经系统 为什么在循环系统胃肠系统上 也有表现 大家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我曾经讲过循环系统的高血压 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都忘了差不多了 我们再复习一下 血压形成有几个要素 三个 哪三个 血容量 心脏的受脱力量对吧 还有呢 血管面的弹性 血压直合在三个因素有关系 在三个因素 任何一个因素发生变化 是不是血压都发生变化 那我们讲的原发现高血压 是哪个因素发生变化 血管弹性 血管弹性 心脏受脱力量 血容量嘛 就在三要素嘛 一个人得原发现高血压 一定是三个要素 其中之一 其中之二 或者其中之三 是不是发生变化 那么到底哪个因素发生变化了 原发现高血压 血管弹性 血管弹性 对吧 好 血管弹性 因为形成了动脉状 然后崩块 弹性变差了 大家想一想 这个我们讲的原发现高血压 如果一个人血压早上高 晚上低 或者早上低 晚上高 平时都很正常 孩子一生 一惹他生气 撑 血压上了180了 这种血压的变化 能不能用原发现高血压来解释 你就不能了 因为他不符合逻辑了 不可能因为血管弹性 周月变化那么大 实际上 也不可能一下子就变得硬化了 但是不可能的 那这血压为什么会升高 我们讲的原发现高血压 只有三个要素和血压有关系 大家一定记住 这三个因素 每个因素都要受到调节的 实际上 它的调节因素发生变化 血压是不是也会动态发生变化 也会动态发生变化 那么人家的调节系统有几个 我讲过八大系统 哪些系统是调节系统 一个 是不是神经系统 一个什么 是不是内肥皂系统 这两个是调节系统 大家学到八大系统 不能都忘掉 因为我们讲营养素 或者其他任何东西 都是在人体上应用的 你对人体要最起码的了解 所以大家知道 B1主要参与 这个碳化氧化氧化分解 所以七发B1 影响最多的神经系统 为什么还会有 这些系统的表现呢 因为这些系统的生理功能 都是受调节的 包括神经调节 因为神经受到影响之后 这些生理功能会不会受影响 就会受影响 所以他们的表现 是因为上游的神经系统 受到影响 对他们的功能受牵连了 我这个讲成了吗 那么把这个概念明白以后 我们在复习 我们学过的神经系统 在八大系统里面 神经系统我讲过 神经系统的工作模式是什么 那它的功能 性能和意志 这是两个功能 神经系统工作模式 工作原理 很多人都忘了 反射弧 对反射弧还有印象吗 它是通过反射弧工作的 对吧 这个反射弧 有可能是兴奋 有可能是意志 通过反射弧工作的 那么反射弧 有几个结构构成 反射弧 都忘了 看笔记去了 摆住去了 反射弧有几个 这个构成 两个 五个 第一个是感受器 你得感受到刺激信号 有了感受器之后 要把信号 往大脑传 沿着什么传 沿着传入神经传 传入神经 把信号告诉谁 对了 是不是告诉中书 中书是不是加工之后 发出指令 要告诉谁 要告诉效应器 通过什么 告诉效应器 通过传出神经 是不是告诉效应器 所以知道 这五个结构了吧 第一个 是不是感受器 第二个 是不是传入神经 第三个 是不是中书 第四个呢 传出神经 第五个 做出反应的 是不是效应器 所以通过这五个结构 完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工作模式 叫反射壶 明白这个反射壶的工作原理之后 我们再思考一个场景 我们有没有见过在公园里面 在马路上 有人脑血 在后悔症 在那做康复训练 我记得上个月 这个月 早期还是上个月 一个短视频 一个女的 应该扶着她 她先生 在街上训练 走路 就控制不住自己的腿 不会走路 那个女的一巴掌 打她脸上去了 有人看过那短视频吗 有人看到了 你觉得那个男的矮一巴掌 冤枉不用 冤枉 一点都不用 为什么不用 因为他的健康观念没到位 我们讲健康是一种责任 健康是一种责任 什么意思呢 当一个人失去健康之后 他一定成为家庭负担和社会负担 是吗 所以如果 我们要失去健康 就会变成儿女的拖累 是不是 所以如果我们关心我们子女的话 要不要保持健康 一定要保持健康 预防级别 在第一个 第二个呢 如果我们不想我们的 儿女有负担 我们自己要保持健康 那反过来讲 我们想不想我们自己有负担 也不想自己有负担 我们要不要关心 家庭其他成员的健康 所以一定要关心家庭其他成员的健康 因为别人的健康问题 就变成我们的麻烦 所以你看是不是鼓励每个家庭的一个家庭健康管理员 就这个意思 从这个角度来讲 健康是一种责任 所以一个男的如果不了解这个概念的话 又吃又喝 又抽烟又喝酒 吃了一身的病 就会拖累谁呀 拖累她的配偶 拖累家人 所以她太太打她一点都不严慌 知道吧 因为她变成别人的负担了 所以那些缺乏自律的人都是很自私的人 明白这个概念了吧 那么我们回过头来讲 通过反射弧来分析一下 现在这个人他不能运动了 不能走路了 是反射弧的哪个结构出来问题 大家想一想 这很重要 你否则就不知道 为什么有些人做康复训练还不会走路 你又知道很多人信心都用着了方向 他根本不知道病的本质是啥 一个人如果挠血沾 留下口语症不会走路了 不一定不会走路 包括不会说话 不会拿筷子 是这样的 不一定是下车的问题 是反射弧的 哪个不会出来问题 对了 是不是中枢曾经出来问题 好 那么既然这样的话 大家看到的 大街上训练也好 公园训练也好 或者在康复院训练也好 包括按摩也好 他训练的是哪个部分 对了 训练是不是效应器 但是反射弧的哪个地方是有了病的呢 中枢曾经有了病 他天天训练都是效应器 效应器是肌肉 你的肌肉带动骨骼运动 你的神经自备肌肉运动 对吧 他运动的是肌肉 那大家想一想 是神经中枢的问题 他训练肌肉 他的病能好吗 当然好不了啊 你看我们在这各位 你要走的话 站起来就走了 谁需要训练呢 对吧 不需要训练 不需要按摩就走了 为什么 你反神经系统反射 五个部位 全是好的嘛 说就走了 想做什么动作 他花那么多钱 天天训练 都不会走路 所以知道 那叫康复训练吗 那个不是 瞎折腾 明白了没有 所以他应该把信心 放在什么地方 对了 改变中式神经系统 对不对 怎么改变中式神经系统呢 神经系统 为什么不工作了呢 因为血管堵了嘛 血管堵了 不供血了 也不供养了 神经细胞没饭吃 当然饿死了 神经细胞不工作的话 当然是 所有的他自备的活动 是不是都停止了 所以你应该把重点 把钱花在那个地方 大家仔细想 我们身边 有几个患者 知道这个道理的呢 所以正确的认知 重要不重要 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公司的三句话 非常精彩 正确的认知 一定排第一位 正确认知之后 你还得有正确的产品 因为产品就是我们 解决问题的工具 所有的健康问题 都要落实到工具的使用上 你没有正确的工具 什么事都干不成 对不对 有了工具之后 你还得有正确的组合 就正确的搭配 公司不让讲正确的方案 是这样的 对 有了工具之后 你还会使用工具 你会很好的组合 在三个组合在一起 大家没有发现 这个健康问题 就一定得到的解决 我们不能夸过说 白白的解决 但在三个是缺一不可的 直接看我们身边的 卖面患者 在三个 有没有用对的 连一个都不对 有没有发现 第一个 正确的认知 如果错了之后 后面一串全错了 你没有正确的认知 你不会使用工具 你更不会正确的使用工具 更不用讲了对吧 所以那些不叫康复训练 那你是不是觉得有活干而已 是这样的 那为什么要做按摩呢 为什么要训练他的腿呢 怕肌肉萎缩 因为他假设有一天你大脑会恢复嘛 这大脑恢复了 大脑能指挥这个肌肉 带着五额运动了 但肌肉没了 全部萎缩了 是不是也不行啊 它是避免肌肉萎缩的 不是让你康复的 我这个讲听了没有 所以这个很重要 在这正确的认知 正确认知 好这是这个 因为所有的活动都受神经系统支配 所以缺乏逼积之后 除了神经系统本身受影响之外 神经支配的所有的受命活动 是不是也会受到影响啊 这就表现出来 好像不相关一样啊 实际上是因为都受到神经的支配 好 那么再来看 保险保险啊 好 我们来看 临床上用B1 需要治疗什么呢 需要治疗神经系统病变 看到了吗 这个具体疾病 我们先不讲了哈 面神经麻痹啊 三大神经痛 做过神经痛 总而言之 是不是神经系统的病变 所以大家 发现我们做案例的话 你最大的信心来源什么地方 是不是因为产品好 你知道产品好一定有市场嘛 一定会有人认这个东西 对不对啊 这个我们最大的信心来源 但是我们能不能 好 我们能不能把B1分数当成止疼片用 不能 我们记得哈 头疼是个病还是个症 头疼是个症 脑瘤也头疼 对吧 颅内压身高也头疼 休息不好 是不是也头疼啊 你当然切发地球分也头疼 都会有头疼的症状 但是绝对不能把B1当成止疼片去用 否则的话 你有可能误大事对吧 那为什么我会用这个呢 因为我他的医院已经排除了 所有的可能用了 是吧 那判断他压力大嘛 比如食物中应该出粮次都不够 那这普通的立竿见影吧 所以但是我们不能 他可以用粮之后 头疼会缓解 但是我们不能反过来 把它当止疼片用 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哈 这是B1 那么这我们来看一下B2 他什么功能呢 出现蛋白的脂肪碳水化合物代谢 三大能量物质刚才讲的 B1主要在哪启动 碳水化合物体重 B2呢 三大能量物质集中 而所有的生命活动 是不是都从三大能量物质 设计能量 那大家想如果缺买B2的话 哪些组织情况会受影响 当然所有的组织器官都受影响 但是普通的组织器官 它对它的敏感度是不一样的 就是什么呢 它表现出来的症状是不一样的 我举个例子 什么叫缺乏B2的话 全是受影响 但是表现不一样呢 比如说这个疫情 疫情我们经济上 是不是很多人都受影响了 但是谁受影响最大 穷人老百姓受影响最大 对吧 收入都下降了 但是有钱人他的储备这么多 他撑着时间长 穷人呢 他储备少 储蓄少 他可能只撑个三天五天 是不是就不行了 有钱人呢 撑个三天五天都没关系 我这个表现撑了没有 是这样啊 所以它影响的是全身 所有的组织和组织 但是不同的组织织组 对它的敏感度是不一样的 所以它重点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重点表现在这些部位 这些部位大家不用记 我讲完之后你再记 你就好记了 什么部位呢 几乎身上所有的环状组织 受影响 环状组织 比如说眼睛是不是环状组织 鼻孔 口唇 生之道 算不上环状组织 是这些东西受影响 是不是大家就好记了 就好记了 你记这个身体的解剖部位的话 很难记得 很难记得 我们再看烟酸的功能 这个烟酸维护神经系统 消化肺肤的这种功能 缺乏烟酸的得赖皮病 我今天上午讲蛋白质的时候 是不是讲过 蛋白质还会有个功能 是代替部分卫生素 大家还有没有影响 到底哪个卫生素呢 我们来看 什么叫赖皮病 赖皮病是什么表现呢 身体裸露的部位 对称性的出现色素沉着 颜色比较重 边缘很清晰 大家知道什么是裸露部位 没有衣服是盖的部位 对吧 所以一般表现的是什么 手上啊 脸上啊 身上这样 身上这样 那么为什么讲赖皮病 一个人得了赖皮病 不仅缺乏烟酸 还缺乏优质蛋白质呢 我今天上次讲了 凡是叫优质蛋白质的 意味着这个蛋白质里面 是不是一定还有八种 或者九种B-C氨基酸 你知道吃够足多的 优质蛋白质的话 你这个B-C氨基酸一定有的 因为缺一个 都不叫优质蛋白质嘛 那么在优质蛋白质里 如果是优质蛋白质的话 里面一定有其中一个的B-C氨基酸 叫什么呢 叫这个 叫叫什么酸呢 我忘掉了 蚕 色暗酸 色暗酸 色暗酸在体内可以转化成烟酸 所以转化成烟酸 又意味着什么呢 如果你没有足够的烟酸 但有足够的优质蛋白质 这个烟酸缺乏 是不是就被掩盖起来了 但如果你已经 本来说赖皮病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烟酸和这个色暗酸 也就是必须怎么 必须赖皮酸 是不是两个都缺 所以一个人要有赖皮病的话 如果你补充营养素的话 应该补充什么样素 这两种样素都要补充上 就这个道理 那么 微生素B6 微生素B6 它有什么生理功能呢 它参与蛋白质脂肪的代谢 大家没发现 它不管碳是好代谢 对吧 那么切发B6的话 有哪些这个临床症状呢 得直性提炎 还有呢 我们来看它怎么用的 用于预防和治疗 妊娠反应 妊娠反应是什么 呕吐 呕吐反应的这个 其他场景是什么 什么场景还有呕吐 喝醉了 晕车 晕船 对吧 还有呢 化疗的患者 是不是也有 藕吐的咋样 都需要额外的补充 大量的B组微生素 知道了吧 所以这就是我们 要学会举一反三 生物素 生物素一般都不缺 但是一个人 如果有吃生鸡蛋的 那种不良习惯的话 那么就会综合生物素 生物素缺乏 叶酸 大家对叶酸的了解 最多的是哪个部分 怀孕 先生儿早期的时候 胎儿早期的时候 如果切瓦叶酸的话 是不是容易 无脑儿和脊椎链 这我们了解最多的 医用场景最多的 但是大家记得 叶酸还有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能 是人的智力 和叶酸有关系 那既然人的智力的话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他是怀疑 这一段需要的 还是全生命周期都需要的 全生命周期都需要的 大家知道 现在进入老龄化社会之后 从国家层面来讲 老龄化社会 每个人是不是一定会进入老龄 那么进入老龄之后 最大的这个问题 失智和失能 失能的话稍微还好一些 失能的话 就是你的生命活动 你没法进行 但你脑子很清晰 对吧 大小便学习人照顾 吃饭学习人照顾 脑子很清晰 还可以交流 但是如果失智的话 这个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就失智的话 就完全没有正常智力了 你想一个老人在家的话 有水有电有煤气 风险大不大 是风险非常大的 那再想一想 如果一个老人之后 像这样的发病人高的话 我们要预防的话 从什么开始预防 从发现你有老年痴呆的症状开始预防 还是从年轻开始预防 所以大家记住 所有的中老年疾病 都是表现 都是已经最后发展的那样的结果了 预防的时候 都要从年轻时候开始预防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健康是不是全生命周期的 不是有了病之后 才预防的 有了病之后 你才戒严戒酒 那不叫主动健康 那叫被动健康 还有很多人连被动健康都做不到 是被迫健康 是这样的 没办法了 再吃我就over过去了 你比如说糖尸病的最严重的变发症 下个坏区 包括肾功能率解决 是这样的 你想吃就不能吃了 啥也不能吃了 啥也不能喝了 再喝命都没了 那都叫被迫健康 所以大家想象 我们主动健康好 还是被动健康好 一定要主动健康 而且一定要知道 它这个全生命周期的需要的健康 这是个这个叶酸 那么叶酸呢 还参与这个造血功能 造血功能 那么其中逼顺 可以增加叶酸的利用 那么今天中午呢 我们还讲这个胃的问题 但是要逼顺的吸收 它需要我们胃酸分泌一个内因子 促进逼顺的吸收 如果一个人缺乏逼顺的话 就会造成恶性贫血 恶性贫血 那么就有人减肥 减肥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非常简单的事情 你发现大街上呢 做减肥机构的 它都把特别简单的事情包装得特别复杂 你没发现 包括医院有减肥措施 医院减肥措施 怎么减肥的 把胃切掉 去年不就有一个艺人吗 他自己把胃切掉了 管不住自己的嘴 因为凡是胖的人 都是因为能量过剩 能量全是湿进来的吧 他缺乏智力 他就强 让医生把他胃切掉 强迫自己 扫持这 他就做了一个胃的切除手术 大家知道 当一个人做了胃的切除手术之后 这个人的胃就变成残胃了 残胃的残 这个残胃就是胃癌的癌前进店 你想他那么年轻 就做了胃的切除手术 将来 他要得胃癌的时候 医生还管不管 不管 所以各位记住 我们不能只要效果 不要后果 所以这个大家记住 这个要减肥的话 很容易的事情 怎么减肥 对了 所有的肥胖 都是因为能量高充 三大能量物质 碳上化我脂肪和蛋白质 任何一种能量物质 吃到了 到体内 都变成什么东西了 全部变成脂肪储存的 所以减肥就是减脂肪 就这么简单 那么脂肪为什么多呢 是因为能量高充 能量从哪来 全是吃进来的 所以要减肥 只有一个办法 管住嘴 管住嘴 减少能量测入 另一个你还要迈开腿 迈开腿 增加能量消耗 这样的话 你能量就会负平衡 这样能量负平衡 你只把这个原则 把握住了之后 你不运动 你体重也会下降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即使不动 活着还有口气 你得有基础代谢 维持基础的紧张度 维持呼吸 血压体温 消耗不消耗能量 都消耗能量 这就叫基础代谢 那一个人基础代谢 你肯定能算出来 现在家里是不是 有很多智能生 你忘了一站就知道了 1300 1200 1600 都没关系 这你的基础代谢 就是你只要躺着 睡着了 都要消耗那么多能量的 那怎么减肥 怎么躺瘦呢 你每天吃的东西 能量只要少一 这个你的基础代谢 你是不是就减肥了 就躺瘦嘛 原来简单不简单 非常简单 所以你想减肥的话 就一定造成能量负平衡 不管你的管住嘴 还是卖开嘴 对吧 它的本质都一模一样的 各位知道外面的减肥包装 怎么包装的吗 减肥项目 我太太做完之前 上过这个当 她这个身材不满意 她要去减肥 交一万块钱 那报纸上媒体报道 那个广告 说就点血呀 按摩呀 交一万块钱 我说减肥非常简单 就能量负平衡 你不管这嘴 你再按摩 再点血你都讲不下来 十八五 你不懂啊 现在很多新技术 你不懂 非要去 然后陪我到一块去 去了之后呢 发现 男的不让进 男的一不让进 我知道这里面就骗你 因为男的比较理性 然后在外面等 在外面就等了一个多小时 然后呢 后来出来了 出来了 那个哭伤的脸 你十八五 你说的对 我怎么了 他那个还必得配合饮食 我怎么配合 一天要让只吃鸡蛋 只吃黄瓜 我说要一天只吃鸡蛋和黄瓜 还用花一万块钱 让他告诉你吗 但你想 我如果这样告诉他的话 你能收到一万块钱吗 你一千块也收不到 是这样子 很多人就这样的嘛 花了钱之后 我觉得哎呀 你看我得照人家说的做啊 你看收了那么多钱 对不对 否则就觉得钱叫做冤枉了 真正其中的是什么 是不是能量的控制 不是那个点线按摩 那是个噱头而已 好 这是这个这个 B 事 他需要我们胃 分泌一个内因子 才能出去它的吸收 所以你有炎症的胃病 包括胃座的切入手势之后 那这B 事 吸收就会受影响 有可能造成恶性的剔血 这是一个 那么这个 讲到这个造学 我来给大家 我们把知识延伸一下 我一开始讲了 我们不是讲什么 学什么 把以前的知识模块 全部掉过来 对吧 把它拼接在一起 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的一个知识结构 讲到这儿呢 我要讲一个 现在市场上的一个骗局 我讲的骗局 这叫什么 这叫干细胞骗局 我来讲 最近很奇怪 还在朋友圈里面 竟然有人带了一干细胞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见过 有人见过 那我来讲一下 什么是干细胞 大家看到外面的树 树上的每一个分支 每一个叉 每一个叶子 是不是树干长出来的东西 大家知道什么叫干细胞吗 就是我们身上的每一个细胞 都是从它来的 从分化潜能上来讲 干细胞可以分成三大类 我讲的时候 你想想它数就可以了 从分化潜能上来讲 分成三大类 第一大类叫全能干细胞 什么叫全能干细胞呢 就是我们身上的每一个细胞 都是从它来的 那这个细胞就叫全能干细胞 大家想象我们身上哪一个细胞 叫全能干细胞 哪一个细胞 瘦精卵细胞嘛 因为我们身上每一个细胞 是不是都从瘦精卵细胞来的 瘦精卵细胞就是个单细胞嘛 所以瘦精卵细胞是一个全能干细胞 只有它一个 但是早些的培代细胞 也可以这样认为 但是我们假设 只有全这个瘦精卵细胞 是一个全能干细胞 因为身上的消化系统 呼吸系统 八大系统细胞 是不是全都从它来的 所以瘦精卵细胞 只有这一个细胞 是个全能干细胞 那么从分化前 第二类细胞是什么细胞的 叫多能干细胞 我说你想要那个素 你讲素干的时候 素干上真的每一个叉 是不是从这素干来的 这个素干就全能干细胞吧 但每一个大叉上面 是不是还有很多小叉 这一根大叉就叫多能干细胞 它上面是不是还很多分很多叉 就多种细胞都从这个细胞来的 所以这个细胞叫多能干细胞 那么海外类细胞是什么细胞 它叫单能干细胞 我只能分化成一类细胞 这个细胞叫单能干细胞 从分化潜能上 我们人类的细胞 只有这么三大类干细胞 干细胞用的最成功的目前 我说目前最成功的 就是骨髓移植 骨髓移植 大家知道骨髓移植的概念吧 骨髓移植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一个患者的骨髓造型系统 所以有了问题 治不好了 治不好了怎么办 要把健康的骨髓 是移植到他身上去 那他自己的骨髓还有用没用 就没有用 没有用怎么办呢 把地方疼出来 叫什么叫清水 叫清理的清 就把自己的骨髓全部清理干净 怎么清理干净 用什么方法清理干净呢 对了化疗 多着反复的化疗 化疗到他身体里面 没有一个造血干细胞 那大家想 如果没有造血干细胞 包括免疫细胞 也说造血干细胞来的 这个患者还有没有免疫力 没有免疫力的 这个人没有免疫力怎么活 他就没法活啊 你想想一个人死了之后 是不是免疫力卖成零了 我们怎么处理这个尸体的 力就要卖掉 否则一天就变成粗肉了 他要做骨髓医治的时候 他一定要先清水 清水一定要把免疫力变成零 这样的话健康的骨髓 是不是才移植过来 移植过来 是不是才不会免疫排液啊 所以这叫清水 他免疫力一定要变成零 通过多次化疗免疫力 才会变成零 那你就知道了 化疗是增强人的体质的 还是血润人的体质的 血润人的体质 所以像多次化疗 身体越来越强壮 可能不可能 根本不可能 因为医院就用这种方法清水嘛 因为他的免疫力也要变成零 他是逐渐变成零的 所以就不能像我们这样 生活的这样的空间里面 生活这样空间 一天就变成粗肉了嘛 所以就要提前进庄 我刚讲了 无菌庄对吧 怎么处理的 空间全靠高下害怕 六王功力 这些的所有东西 接着所有东西 都不能带任何一个细菌 这样 那么清水成功以后 就把健康人的骨髓 移植到患在身体里面去 这个骨髓移植 就是为了移植这个干细胞的 大家想象 如果这个骨髓移植 非常成功 失败了 我们先不讲 假如这个移植成功了之后 大家想象 这个患在身体里面 就会重新建立一套 新的造型系统 新的免疫系统 那这个免疫系统 是他的 还是别人的 就是那个 健康人的 对吧 健康 那么这个免疫系统 是健康人的 那么这个免疫系统 在他体面工作的时候 我们学免疫系统学过了 免疫系统 通过两大反应 保护人的健康嘛 第一个是不是识别 识别先分钟敌我嘛 第二个是对第一步 识别是敌人 是不是排斥攻击 好 那么当骨髓移植成功以后 他这个患在身体里面免疫系统 是别人的 既然是别人的免疫系统 免疫系统在识别 他自己的身体细胞的时候 识别成自己人 还是敌人 敌人 敌人 如果是敌人的话 下一步什么反应 就会排斥攻击 这叫什么呢 这叫移植物 抗宿主反应 不是一般的排 排 排是你自己的免疫系统 排是你移植过来 这个组织器官 对吧 现在免疫系统谁的了 是别人的了 是移植物 抗宿主反应 宿主就是他自己 就相当于纠战的缺调 是这样的 是这样 移植物 移植物就是别人的骨锤 抗宿主 抗谁 抗他自己 移植物抗宿主反应 那么这样的话 免疫系统会攻击 哪个组织器官呢 对了 攻击所有的组织的机关 这是骨髓移植 成功了之后 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不成功那就另一个回事 对吧 不成功啥都不谈了 成功了之后 就会出现移植物抗宿主的反应 好 我把话筒交给我们的主持人 听我们主持人的这个交代 5分钟 那就不讲了 大家知道这个矿物质 基本上是不是也属于微量氧素 因为从需求量上来讲的话 人类需要的氧素 可以分两大类 一类叫红量氧素 一类叫微量氧素 所以的红量氧素 就是一个成年人 每天说需要的总量 超过1000毫克以上 叫红量氧素 1000毫克以下 是不是叫微量氧素 那么在几十种的矿物质里面 唯一的例外 就是这个钙 钙呢 一个人每天需要1000毫克以上 所以钙呢 可以归到红量氧素 除了钙之外 其他的矿物质 全属于微量氧素 那我们来看 这个钙在体内 它怎么分布的呢 99%储存在骨骼和牙齿里面 只有1% 受限在软组织里面 就是血液和其他细胞里面 99%储存在骨骼和牙齿里面 那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牙齿是不是骨骼 我在八大戏里面 可能没提到这个 99%的钙 储存在骨骼和牙齿里面 那么牙齿是不是骨骼 当然就不是了嘛 如果牙齿也叫骨骼的话 这句话就变成 99%的钙 储存在骨骼和骨骼里面 就矛盾了嘛 对吧 所以牙齿不是骨骼 不要觉得它很坚硬 是这样 那么钙呢 有很多胜利功能 对吧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是什么功能 构成骨架 让人有个最基本的轮廓 是这样的 大家没发现 当一个人缺钙来之后 他的轮廓就会发生变化 大家最熟悉的就是 赵本山和宋丹丹那个小品 宋丹丹经常演什么角色呢 演那个老太太角色 他演的是什么老太太 他演的是典型的缺钙的老太太 不缺钙 那个老太太不是那个形象 大家有没有见过 那个中南山院是在店上 中南院是八多了 去年在人民大会堂 接受表彰的时候 小跑过去 腰板吱吱的 不是每个人到老的时候 都那个形象 反正那个形象 都是严重缺钙的人 那么 谷的第一个 这个钙的第一个功能 构成这个 人体的基本轮廓 所以当一个人缺钙以后 他的基本轮廓就会发生变化 所以那个中南南你看 就会掉牙嘛 对吧 用黑纸一贴 让腰再一弓 是不是特别像个老太太 却跟老太太形象就出来了 所以我们姥姥都想不想是 那个形象啊 不想 不想的时候 啥时候开始预防 对了 大家一定把这个观念 给建立起来 中老年的疾病 一定从年轻的时候开始预防 所以健康一定是个 全生命周期的事 你不能等 等到有了病之后 我得去想办法 那个就不叫主动健康 那个叫被动健康 甚至要被迫健康 是这样的 大家把这个观念 一定建立起来 这是这个 这个盖的 第一个生命功能 构成人体的基本轮廓 那么盖呢 还采用到什么反应呢 神经信号的传导和传递 大家把我们学的八大系统 要调动起来 神经 不管沿着反射弧 传入神经还是传出神经 他传递的是不是都电信号 都电信号 那电信号 最后一到消用器的时候 你这变成机械信号 我讲过了吧 你比如有线电话 从南京到北京 如果是有线电话 现在大家都不用有线电话了 用的少了 这是不是一定有一根线 从南京到北京 这是肯定的 那南京到北京 在1000公里 沿着这根电线走的是什么信号 一定电信号 你听不到声音的 但那边一震灵 你拿这话筒 这电信号就变成什么了 电信号就一定要变成神经信号 是不是发生了转换 那这个都需要什么呢 需要盖的参与 如果没有盖的参与 神经信号的传导和传递 就会紊乱 我昨天讲了 神经信号有什么功能 兴奋和益子 那如果缺盖之后 整个神经功能的紊乱的话 会出现什么现象 该兴奋不兴奋 盖益子不益子 对不对 所以晚上可能盖益子了 该睡觉了 睡不了觉 是这样的 这有可能就缺盖 这个大家好理解 盖进来吧 是这个盖的申请功能 那么盖呢 实际上还参与到 这个肌肉的收缩和舒张 我昨天是不是讲过 我们运动的时候 是一主肌肉 是结抗泥 结抗泥是有变长的 是不是有变短的 两个页都配合在一起 那么如果缺盖了之后 这一段结抗泥 就不协调了 比如说收缩完了之后 不舒张了 在那抽着 对吧 抽着 有没有见过那个体育运动员 有时候突然就抽菌了 在那 就是疼得很厉害 对吧 那就是严重缺盖的人 缺盖的人 然后呢 还有一个呢 就是参与了凝血 参与凝血 昨天我讲蛋白子的时候 是不是讲了一个凝血 在血腰板启动之前 先启动了一个什么反应机制 忘掉了 你看 就纤维蛋白源 变成纤维蛋白嘛 先变成网状组织嘛 对吧 那我们是讲到哪 是讲到哪个机制 讲到钙的时候 凝血的 还不是纤维蛋白源 变成纤维蛋白 你纤维蛋白 怎么才能变成纤维蛋白 前面时候还有一个反应机制 这个反应机制 谁参与的 就是钙 参与 就是钙 参与的 这个钙的话 这个凝血 机制师也受影响 所以它的一连串 所以任何一个环节 都不能那个落下 这是这个 看到了吧 这个是不是典型的缺盖了 老太太 典型缺盖了 刚才讲过了 神经信号的传导传递 那么你光严重 神经传导不行 你还在最后变成什么 变成肌肉的收缩的信号 这两个信号是完全不同了 对吧 那么在这呢 就需要有钙的参与 如果没有钙的话 大家看到钙了吧 看到这了吧 说没有钙的话 你传你的信号 就是紊乱的 或者强度 是不是就不够 要么这个信号是紊乱的 要么信号的强度不够 所以它的下一机 支配的生命功能 就发生各种各样的影响 所以这个钙的生命功能 参与凝血 看到了吧 凝血酶源 变成凝血酶 凝血酶源 再让香味蛋白源变成谁 是不是变成香味蛋白啊 所以一机一反应 是不是缺任何一个都不行啊 就像我今天上午讲 微生物液一样 微生物液是不是参与了 生殖功能的调节 和这反应是一模一样的 缺谁都不行 但是微生液 能不能把它理解成是雌激素 不能 它是完全的两回事嘛 对吧 你不管得的是哪个 哪个那个那个 生殖器官的肿瘤 该需要微生液的时候 仍然需要补充微生液 对吧 他只是参与了这个过程 就像这个凝血过程一样 没钙不能凝血 有钙没有香味 没原 是不是也不能凝血啊 是一样的 缺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行 好 那么就是说说和书章 这个都非常复杂 大家不用不用管这个 知道这回事就可以了 嗯 那我们讲盖这么多胜利功能 刚才已经讲过了 盖的分布 99%在骨骼和牙齿里面 对吧 那像在肌肉的收拾和书章啊 神经心脑的传导和传递 包括参与凝血 是99%的钙参与的 还是1%的钙参与的 对了 是那个1%的钙参与的 所以不要觉得那个软子里面 只有1%的钙 总量可能很小 但是主要生理功能 都是那个1%的钙在参与的 所以它非常重要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来讲一下 如果一个人缺钙的话 它身上会有哪些表现 缺钙 骨子书章 骨子征征 原发现高起啊 我们来讲一下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刚才讲了 软组织里面有1%的钙 我们的生理功能 主要是1%的钙在承担 所以当一个人缺钙了以后 我们身体怎么处理的呢 对了 因为还有99%的钙 是不是在骨骼压根里面 那个可以作为钙库存在的 我们身体呢 就有一个调节机制 怎么调节呢 就把骨骼里面钙先动员出来 先动员出来 动员出来之后呢 你看抽筋的 你就都不管它 抽筋没有抽1天2天的 是不是过一段时间就缓解了 就缓解了 为什么会缓解 因为钙运输过来了嘛 钙不运输过来就没法缓解 那么钙从哪来的呢 就从谷歌里面出来的 我一会儿再讲调节 怎么调节的 它怎么出来的 那么大家想象 如果一个人他不知道 这样的生育反应 他缺钙的时候 因为我们谷歌里面作为 钙库 牢牢动员出来嘛 所以这个软主的缺钙 是不是容易被掩盖起来 那么掩盖起来之后 这个人就不知道嘛 那么如果每次缺钙的时候 我们谷歌的动员部分盖出来 每次缺钙的时候 动员部分盖出来 谷歌里面盖多了还是少了 就一定少了 所以就会骨质疏松 对不对 这个大家是比较容易理解的 那这一关 为什么还会有骨质增生 为什么骨质增生呢 这要讲到钙的调节 钙的调节 因为它是个内分泌调节 我一开始讲了 内分泌调节是精确调节 还是模糊调节 它是个模糊调节 因为内分泌调节是个模糊调节 所以这个抽筋这块 如果它需要的盖是100个盖 那么调节的时候 从谷歌里面动员出来的盖 因为它不是精确调节 它就不是刚好100个 它可能是1000个 是这样的 那么如果这1000个的话 多出来多少个盖 就多出来900个盖 盖少了不行 多了也不行啊 我们身体还要把它多出来盖 再调节回去 调节回去 这盖回到哪去呢 它不是从哪来回哪去 因为它来的时候是破骨细胞 把它破坏掉了 它再回去找不到家了 我也来举个例子 去年我记得有个新闻 就是这个清明节的时候 好像深圳一对 不止一对 那个弟兄两个 回老家湖南的那个记住去了 最后再回家的时候 两层小楼没了 被拆了 后来结果一打电话 才知道雾拆了 有人看过那新闻没有 我们盖出来的时候这样 它的家被什么 被推翻了 没家了 所以出来的时候 多了之后再往回桥的时候 找不到家了 找不到家的话 它一定有个地方盖嘛 它往哪去呢 它一般会沉寂在谷端 大家知道谷歌是不是会生长 会长啊 小孩长个 都是哪个细胞在分裂呢 是骨端的细胞在分裂 推着的骨骨长长 个子长高 那么这个盖呢 一般会沉寂到骨端那个地方 骨的两头嘛 对吧 是这样 但是大家知道 小孩长个的时候 这骨骨发育啊 它受到严密调节的 但是成年以后 这个盖往上沉寂的时候 它在长骨的时候 它就没受到严格调节了 它就乱长了 就长成什么东西 长成骨刺对不对 在影像学上叫什么 这里方有个骨子增生 是这样的 这个大家好理解了 这个盖的 如果盖有多出来的话 那就跑到骨端 新增骨子增生 那大家想想 如果这个盖没有跑到骨端上 而是直接沉寂到血管壁上的话 因为毕竟血盖多嘛 现在血管壁上的话 这个盖是一种矿木子 就像山上的石头就一样嘛 是矿木子 它沉寂到血管壁上的以后 大家想 血管壁上的这个 沉寂了很多盖 血管壁的弹性是增加了 还是降低了 弹性就降低了 大家去我们心血管系统的时候 我是不是讲过高血压 高血压 血压形成的三个要素 分别是什么 血容量 心脏收缩力 还有一个 是不是血管壁弹性 其中血管壁弹性 和血压是不是都负相关 血管壁弹性越好 是不是压力越小 弹性越差 压力越大 所以当一个人 如果严重缺盖之后 血管壁沉寂了很多盖 血管壁弹性是不是变差了 因为越差呢 血压就会越高 所以就会得原发性高血压 这个有研究证实 一个原发性高血压患者 如果每天补充2000毫克 这个盖的话 联系8周 他的血压就会明显下降 就明显下降 所以大家知道 如果给高血压患者 做营养支持的建议的话 除了血管的清道不之外 还应该把血管加上 把钙要加上 还有增加血管壁弹性的 什么东西要加上 蛋白质 还是不还有微容实液 都要加上 但是首先是什么 因为我们要给顾客提供 整体系统的解决方案 对的太棒了 给任何人建议做方案的时候 一定把健康的生活方式 放在地位 那是打底中的打底方案 你没有健康的生活方式 所有的这个营养知识都会大打折扣 只要你用可乐泡枸杞一样 吃上干 你用白酒吃营养素一样 都会大打折扣 所以这是这个 缺盖的危害 缺盖的危害 这是骨子疏充 骨子疏充 好 那么我们来看这个示意图里面 大家有没有发现 在宣传画里面 我们用的最多的 就骨子疏充和骨子疏充 都是老年女性比较多 有没有发现这个特点呢 为什么女性最容易骨子疏充 容易出现问题呢 这个牵涉到什么呢 牵涉到这个盖在身体里面 是怎么调节的对吧 钙的调节 那下面呢 我来讲一下钙的调节 那是怎么调节呢 因为钙是个内分泌调节嘛 内分泌调节 那么钙的调节 主要有这么几个基础 一个是微生素D 一个雌基础 一个甲状排行基础 还有一个降钙素 降钙素 我们分别来讲一下 微生素D 可以出现钙的吸收 这个大家都知道了 这个常识 如果晒太阳的话 是我们皮肤会合成微生素D 所以晒太阳很重要 那么这次微生素D呢 是增加股密度 还是降低股密度的 因为它出现钙的吸收 当然就增加了股密度嘛 所以这个微生素D呢 是增加股密度的 不让我们谷度输送的 那么第二个呢 是磁基础 磁基础增加股密度 还是降低股密度的 也是增加股密度的 我先把他的功能简单讲一下 那么假装螃蟹基础 先说降钙素 降钙素增加股密度的 还是降低股密度的 增加股密度的 因为什么 这个名字由于误导人 对啊 这个降钙素 降哪的盖的呢 血盖 对了 它降血中的盖的 它把血中盖降到哪去了呢 对了 降到骨头里面去了嘛 所以它是增加股密度的 也就是说你看我们盖的调节 微容地 磁基础和降盖素 这三个都是增加股密度的 那不能全都增加呀 它在平衡嘛 就一定能有降的嘛 谁降股密度呢 就甲状螃蟹基础 现在清楚了吧 甲状螃蟹基础是降低股密度的 然后把盖从骨头里面冻出来的 那其中这三个呢 是增加股密度 也就是说 他们三个加在一起像拔河比赛一样 是不是维持一种平衡啊 再来平衡 那明白这个道理以后 我们再来看 为什么女性更容易缺带 就是中老年女性 对了 因为女性进入更年期之后 是不是持继度水平 明显加价 她本来三个力量 微容地持继度和降盖素 加在一起 和这个甲状螃蟹基础 是不是平衡啊 你想三个人八个比赛 刚好能和另一个人 处在僵持平衡状态 最后你三个人少了一个人 少了一股力量 那么盖流失严重不严重 就非常严重 很快 所以这个女性来讲的话 现在来讲 中老年以后 更容易缺盖 更容易孤独疏众 大家知道 孤独疏众最严重的是什么情况吗 打个喷嚏 咳嗽一下 肋骨就能断 我们当年在军事业科学院上学期间 以前大家知道呢 单位都组织各个部门 是不是在这开那个趣味运动会 都见过吧 现在根本忙的 不再开趣味运动会了 趣味运动会就不是精赛性质的 画个圈 在那投篮 对吧 弄个篮球 你投几个看你中几个 这一个女的 就是根本就跳不起来 就做一下动作 就脚趾都骨折了 这个很严重的 还有一个 就是在武汉 有个小伙子 这都几年前的事了 大家可能要不太关注 这个健康方面的新闻 他被人家在卫生间发现 发现两个胳膊全部骨折 他上厕所提裤子 一提上提裤子的动作 全部骨折了 他送到医院里面 就检查 你个年轻人26岁 怎么可能那么严重呢 最后到医院检查 他得了甲状螃蟹肿瘤 就这么分泌 大量的甲状螃蟹基础 我刚才讲了 你缺钙的时候 是软度的缺钙 软度的缺钙 内分泌调节 是不是让骨骼的 钙动员出来 知道谁动员的吗 就这个甲状螃蟹基础 你看他得到 总的时候 实际的大量分泌甲状螃蟹基础 就能破过去 把天天工作 日夜工作 把大量的钙 都动员出来了 这骨折子疏通 极其严重 提库这个动作 稍微快一点 就骨折了 就被别人给发现 送到医院去 才发现是甲状螃蟹肿瘤 这是钙的条件 那么 这是我说的女性 因为她对实际素依赖 比男的要接 那男性里面 有没有实际素 是有 男的实际素水面也在下降 但是下降数呢 大概是女性的六分 这个样子 所以相对来讲 所以女性呢 更应该关注自己的 这个钙的健康 对吧 钙健康 所以这个 那这样的话 大家想象 预防骨折初衷 从啥时候开始预防 从年轻开始预防 因为我们的 我们的骨密度 大家记得 是年轻的时候 动到最峰值 对吧 你到中高年以后 是不是一定会下降 因为技能下降了 下降 但是我们为什么要 从年轻来预防呢 你年轻时候 见到这个峰值 越高 越稳固 就像你储蓄嘛 你储蓄的越多 你将来是不是用的资本就越多 就相对越多 如果到了更年期 一定会下降的 你想想几乎就靠吃老本了嘛 你每天补充盖的话 只是让它流失的更慢一些而已嘛 你本来储蓄的就很少 但是相对来讲 流失的又快的话 那当然就风险就大 对吧 所以大家这个观念 要建立下来 任何疾病 都是从年轻时候开始预防的 不能发现病了之后 这是这个一个 还有一个呢 我昨天简单提了一下 老年人最大的问题 一个是失能 一个是不是失智 但是失能最大的原因是什么 不缺盖骨折 缺盖的后果 老人一摔跤就骨折 是这样的 如果没有健康观念 没有营养观念的话 基本上就过常了 你看他一失能的话 一定有一个 有活力的年轻人 照顾他 就变成家庭负担了 所以这个老年人最大的问题 就是失能最大的问题 各种创伤因此的骨折 然后开始做论语 卧张不起来 那么这是这个 一方骨折出生 一定要从年轻人开始 那么我们来看 一个人需要多少盖呢 每天 这是不同的年龄阶段 不同的性别 需要的盖不一样 儿童需要800到1200毫克 这都每天承认800毫克 但是如果是女性怀孕的时候 怀孕的话 需要1200到1500 哺乳期1200 老年之后呢 这个女性1500 男性1200 看到了吧 是有区别的 从这里面大家受到一个什么启发呢 一头一尾 一头一尾 这个总结得很好 还有一个 就是我们身体需要的营养素 从盖的角度来讲 是不是发现这个动态的变化的东西 动态的 性别不一样 年龄不一样 身体阶段不一样 需要的量是不一样的 那既然这样的话 大家再思考一个问题 我们在家做饭的时候 因为家庭结构 基本上老年人中年人孩子嘛 我们做几锅饭 这一锅饭是满足谁的营养素 全家 你们太会做饭了 家里有老人 有孩子 有男性 有女性 对不对 有小孩 这是从盖的角度来讲的话 是不是都不一样啊 你说一锅饭 能不能满足全家人的 通过去行的 营养素 一般都做不到 对不对 要么就高了 要么是不是就低了 低了 所以严格一上来讲的话 有高有低的话 要不要调整 要调整 大家知道为什么 要用营养补充剂吗 我昨天是不是讲了 营养密度的概念了 你看 人的饭量就这么大 对吧 我家里以后 我没法 按理想的话 都做成资助餐最好了 弄很多食物嘛 你明白你需要什么 你就这个东西多吃点 对吧 你你缺什么 你把这个东西多吃点 但是谁有这种能力 天天做资助餐料给家人 不太可能 所以大家没有发现 这个营养补充剂 是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就是很好的一个选择 它很低成本 这个这个这个 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这是个问题的启发 那么补钙应该怎么补呢 你要补钙的话 一定有一个商品化的东西可以选择嘛 选择 那么这是钙的这个补充剂的来源 来源 主要有这么几大类 第一个 骨原型钙 有机钙 还有个我们要把这个概念搞定的 钙原作为钙原的区别 否则的话就容易上当受骗 我们讲这个在人体里面 百分之九十九的这个钙 在骨骼和牙齿里面 在动物里面也非常的类似 很多钙都储存在这个骨骼里面 那有些厂家呢 就生产骨原型的钙 这个无敌已经倒闭了 以前这个十几年前 有没有听过牦牛撞骨粉 已经倒闭了吧 没有这牌子了吧 倒闭了我们就说它一下 当年我们就不敢说的 因为你说了之后 有可能断了别人的财路 对不对 大家知道 这个骨原型钙是最差的一种概念 为什么呢 大家知道 有没有听过一个概念 叫食物链的概念 什么叫食物链呢 最初级食物 是不是地里长出来的东西 它大家初级 叫植物嘛 那么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兔子 是不是就会吃草 这个鹰会不会抓兔子 那么这个鹰死了 这个尸体可能狼在吃它 这就叫食物链 对吧 他知道如果这个土壤污染了 或者水污染了 那么经过食物链 就会附激这个东西 什么会 因为它代液不出去 像中间的污染 它代液不出去的 代液不出去的 整个食物链最上端那个 它体内肌内的浓度最高 受伤害最严重 我讲出了吗 一边这个牛是这个草 如果这个草是污染的 这个地是污染的 动物在骨骼里面 有没有中介组 它代液不出来啊 我们有没有 有一种说法说 两道腿沉得像灌签一样 就中间 中间的污染就这个样子 在骨骼里面 沉浸到里面就很难代液出来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骨圆形钙 它直接弄成粉状嘛 很容易什么 微生物感染 当年叫卫生部 现在叫卫生健康 基层委员会了 对吧 叫卫纪委了 连一车N多次 都是这个 骨圆形钙 重金属操标 微生物操标 当年做 特别厉害 讲到这 我要讲一下 安理公司真的太伟大了 从来没有吹过牛 就是我们不能做到十分 让我们说两分 别的呢 能做一分 能吹到十分 有没有发现 吹牛的全都倒闭了 现在做大浆钢 只有安理公司这一家了 在这个 骨圆盖是不能补的 不能补的 那么还有有机钙和无机钙 有机钙无机钙呢 大家知道我们对钙的吸收 你补什么任何钙 都没有百分百的吸收的 他有个吸收效率的问题 对吧 那么有的呢 他如果是有机钙的话 他就强调有机钙 人是个有机体嘛 吸收效率高 那么无机钙呢 他会强调 我的分子小 吸收率高 这个都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我们身体的缺钙状态 对吧 你越缺钙的话 是不是吸收率越高 越不缺钙 吸收率越低 因为我们身体有个调节的机制 所以这个呢 不要被大家误导了 被这个商家误导了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需要的800毫克 或者1500毫克 大家记得我们需要的是钙元素 不是钙盐 什么意思呢 我们只需要钙 但是钙这个元素呢 矿物上太活跃了 它在大自然里面 没法单独存在 它一存在 都是以各种钙盐的形成存在的 别大家说的 柠檬酸钙 葡萄糖酸钙 是不是还有碳酸钙 这都叫钙盐 但是我们只需要里面的钙 但是我们没法直接 只要钙 你没法 真的没办法事情 大自然本来就是一钙 内形成存在的 供应的 就像那什么呢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大家早上吃鸡蛋的时候 我们吃不吃鸡蛋壳 不吃鸡蛋壳 你能不能给鸡伤的商量 你如果下蛋的时候 别带壳 可能不可能 不可能 但是没办法的事情 大自然本来这样 对吧 我们只需要钙元素 但是钙来的时候 是不是各种各样的盐 形成来的 所以到我们体内 我们要把那壳去掉 我讲成了没有 只需要钙 所以当你补钙的时候 一定要补什么钙 咳少的嘛 也就是净重多的 对不对 那么现在净重最多的钙 是什么钙呢 就是碳酸钙 40%是净重 60% 是不是毛重 咳 其他的 90%以上都是咳 明白了吧 所以大家知道 扭出来钙是什么钙 碳上钙 所以从成本来讲的话 最划算的一种钙 最划算钙 所以你看很多人补充扭出来钙 是不是很快就减效果 补充别的钙 你很难减效果 因为什么 因为它给你提供 它不告诉你 像我这样说 你钙元素和钙元区分开来 它给你提供的可能钙盐的量 对吧 你一换算的话 是有9%钙元素 91% 都是什么 都能渴 资料没用吗 资料没用 对 讲到这 前一段时间 谁那个 有特别较直 我现在已经不带那个了 以前我们对安领工的要求特别严 有没有发现 安领工生产一个产品 是不是 市场上如果有竞争产品的话 要比一比 比一比 性价比 安领工的合适不合适 对吧 比一个 就是最好的 比一个最好的 后来我们就不再比了 前几天我在朋友圈 看来一个人还在做对比 做了一个什么对比呢 就咱们那个叫什么 那个一个茶厨吧还是什么 里面有个什么成分 茶黄素还是什么 这个社会上有一个产品 也强调了一个这东西 他就做了一个对比 他一对比 发现 我昨天 刚才上网讲 前面讲是不是有个标签 他就误导了别人 发现 他们一瓶里面的量 和咱们一粒的量是一样的 所以他标注的一瓶里多少东西 我们标注一粒多少东西 他那个 他卖的成本很低啊 看见成本很低 但是如果你换算 你真正需要的量的话 他比我们高几十倍 可能上百倍都不足 所以 所以这个 我们这个消费者 要有这种什么 起码的藏水 对吧 这样的话你才能做一个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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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有智慧的消费者吧 对吧 这是这个盖的补充剂 补充剂 这是这个讲的这个盖元素 重要不重要 重要重要 因为他冲量来讲 唯一的一个红量量素 其他几十个全都微量的 从豪格到微克级都非常小 好 这是我们讲的这个人体的盖影响 直接讲微生液 两种微生液一块讲了 那微生液呢 也是个指纹用微生素 和这个 这个共性和微生液一模一样的 他主要在哪里起动 一在磨性结构上起动 对吧 他在磨性结构上起动 因为磨的结构是个脂质结构 这个呢 这是我们最常见的一种 这个物区 关于营养商的物质是最多 微生液呢 一动物的生子有关 临床用于先造流产和习惯性流产 这个物质和哪个相关呢 就和昨天讲的白颠峰 不能用微生液的物质是一样的 用微生液具有美白的功能 对吧 所以医生就不让这个白颠峰患者 吃微生液 因为微生液参与了动物的生殖 所以女性的生殖系统疾病 就不让吃微生液 是不是经常出现这种情况 为什么呢 因为她觉得微生液是一个雌激素 是不是很多人这样认为的 但是我们现在学的微生液是什么东西 小麦配牙 我们叫它微生液 微生液 它是一种微生素嘛 它怎么都变成激素了呢 我们一方面把它叫成微生素 一方面在心里面把它看成激素 这是啥逻辑啊 是不是这样的 这个非常牵强的 就像我昨天讲的 肾变患者不能吃蛋白的一样 你肾变患者你也是个人 只要是人就要一口去 是不是都需要蛋白的 那为什么它变成生命患者 就不能吃蛋白的了呢 微生液有美白功能 为什么白电风就不能吃微生液的呢 因为微生液也不是白电风的病因 对不对啊 我们一方面把它叫做微生液 一方面把它就变成这个 这个看成激素 这个很荒唐的逻辑 大家记得微生液 这是参与了生殖功能的调节 它是不是持继续 不是持继续 那一个人要有生育功能 光有微生液够吗 光有持继续够吗 不够 他需要所有的东西 是不是要对具备样 缺一不可 他一参与了这个生育过程 但是他不是这个持继续 这个大家就要搞清楚 因为女性的很多肿瘤 它是持继续依赖性的 对吧 所以这个呢 我们对持续素进行管控 这个合理的 但对微生素不能管控 我表达清楚了没有 这都是产生在这个臭的联想的 那我们来看 微生液的有哪些生育功能 第一个 它这个高效的抗氧化剂 能保护细胞膜 免受自由基的损害 这个功能是什么功能呢 这个功能就是抗癌的功能 抗癌的功能 大家觉得奇怪不奇怪 我们是不是讲过 微生素A的抗癌功能了 讲过微生素A的抗癌功能了 微生素E 它怎么抗癌的呢 我昨天讲微生素C的时候讲 任何疾病都有病因的嘛 那么所有的癌症 是不是也有病因 具体病因不一样 但是我们大致 分成三大类了 一类呢 是不是叫化学债务 物理债务 还有是不是生物债务 那么他们的这个 这些 从病因来讲的话 风马牛是不相及的 为什么这些东西都可以让一个细胞变成癌细胞呢 因为从原因的角度来讲 风马牛不相及吧 但是都可以把一个细胞发生癌变 KIA就开始研究 那既然这样的话 从原头上看 完全风马牛不相及 但是都可以让细胞癌变 那有没有一个最后的共同通路呢 就是通用机制 有没有一个通用机制呢 KIA经过研究 在90年代提出一个理论 这个理论就叫自由基理论 自由基呢 就是所有自然因素 最后让细胞癌变得最后通路 最后通路 我举个例子 什么叫最后通路 大家都去过北京吧 我举例子 假设咱们都开车去了 北京以南的所有的省份 比如说河北的河南的 湖南的湖北的广东广西的 是吧 包括咱们江苏的 如果都要沿着京广高度公共进北京的话 你出发的时候 大家没有发现 我昨天是不是讲过那棵树 大家想象那个树吧 树不是有很多树叉 干细胞是从干上分出很多树叉 你要来北京 北京如果在树根的地方的话 怎么来 你每一个树枝树叶 代表一个省份 对吧 你那出发地点是完全不一样 但你那汇总到哪去 你那汇总到树干的地方 那树干那一段 就卡布那一段 那个就叫什么 就叫最后通路 所以所有的树枝树叉不一样 那叫不同的知病因素 最后都是通过自由基这个通路 让细胞癌变的 大家好理解了吗 所以那个就我们就要了解一下自由基 自由基是什么东西呢 自由基带有不稳定电荷的分子或者分子集团 先说我们身体里面有没有电 有电对吧 你面对这个北方啊 这个特别干燥东西 一摸那个金属把手的话 是不是方便 那我们平时为什么不方便呢 因为平时电荷是平衡的嘛 所以在瞬间呢 有可能电荷不平衡 我们身体内部的分子和分子集团呢 也有出现这种情况 在某个瞬间呢 它电荷不平衡 不平衡的话 正电荷负电不平衡的话 这个分子或者分子集团 还有稳定不稳定 不稳定 它积极不稳定 那它一定要怎么办呢 想办法稳定吧 它就强制身边那个 那个分子分子集团 从它身上强电荷 强了之后自己稳定了 别让它稳定不稳定 不稳定 就发生类似的情况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什么类似情况呢 我举个例子不恰当 便于大家理解这个反应 这个反应是个链次反应 链次反应 比如说 我这是举例子 假如说咱们每个人 每天的上下班 都靠骑自行车上下班 你今天早上一起来 你发现你的自行车丢了 你发现自己车丢了之后 你很郁闷 别人能偷我也能偷 你把邻居再偷了 邻居下来一看 想办法和你一模一样 别人能偷我也能偷 他再偷别人一两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想的话 你发现一天之内 整个南京市 每个人都丢了 丢了一辆阵子 但实际上 整个南京市少了几辆阵子 你少一辆阵子 这个链就转起来了 我得给讲清了吗 这个自由肌 都非常类似这种反应 叫链式反应 速度快不快 就非常非常快 那大家知道不知道 我们体内最大的自由肌的来源是什么 对了 叫氧自由肌 就是呼吸产生的自由肌 就每一次呼吸氧 在体内有代谢反应 都会产生这样的自由肌 而且是大量的自由肌 大家想说 如果自由肌在体内这样反应的话 人早就死了 他就over过去了 对不对 那为什么每次每个产生氧自由肌 人还能活下来呢 因为我们身体 有清除自由肌的系统 对吧 比如大家最熟悉的 有没有听到过 大包SOD密 SOD就是一个清除自由肌的 对吧 这是他用来外用 有没有用 那是另一回事 对吧 他是用来这个概念而已 最大的这个自由肌 是养自由肌 那既然这样的话 我们做运动的时候 能不能做剧烈运动 因为做剧烈运动的话 我们就无氧运动吧 你看我们强调 是不是有氧运动才健康啊 什么叫有氧运动 就是你运动 释放很多能量嘛 需要很多能量 就是你的氧气 足够你释放 足够能量就可以了 如果你运动强度到 我正常的呼吸 就不够我用了 呼吱呼吱 就会要大量的 我们那个能量物质 昨天我讲的碳水化 我脂肪是不是能量物质 能量物质 是不是能量 能量物质和能量 是不是一回事 不是 能量物质 它要经过燃烧 才能释放能量 对吧 我们生命活动 需要的是能量 不是需要能量物质 能量物质 一定要转化成能量才行 这样 昨天我讲了个 B主为主 主要生命功能是什么 我讲了B1 B2 B6 B12 主要是让能量物质 转化成能量的 这是它的核心的 最主要的这个作用 所以这个 我们那个能量物质 要转化的能量 完全是否能量的话 必有氧的参与 如果运动强度特别大的话 你需要的能量 是不是特别多 但你的呼吸的频率 是有限的 你受了不禁 那么多氧气 所以这个能量物质 在体内就会什么 就会冒黑烟 对吧 这个氧气气的频率 特别高 有没有彻底氧化成能量 带生能量 这个产生大量的自由基 那这样的话 你清除自由对系统 你跟不上 跟不上 刚才讲了 自由基在体制是练制感应 你想 咱们南京市 每个人都早上 都偷一辆自行车 社会自己都乱套了 是这样的 所以就会迎接猝死 所以大家知道 猝死的人 一般都是什么人 都是运动员 就是聚的运动员 有的猝死在场上了 有的像 现在这几年 那个叫什么 那个马拉松 没办 几乎每年都有马拉松死亡的人 就是这个 所以大家做运动是为了健康 一定要做有氧运动 这是这个 我讲的自由基 那自由基那叫做 有可能就攻击细胞膜 细胞膜如果被攻击了之后 是攻击细胞里面 有可能攻击细胞核膜 那攻击细胞核膜之后 核膜里面是什么东西 DNA DNA如果受到损伤了之后 有可能就发生变异 所以这细胞是被发生癌变了 是这样 这个癌变是这样 最后通路是通过自由基 起作用的 那么维织胞胞胞呢 它在哪里起作用呢 它是在细胞膜上 因为它只用的 所以在这就可以清除自由基 清除自由基的话 它都在致癌的最后通路的地方 是把它卡住了 所以这个人就不会发生癌变了 就像我举那个例子 假设我们都不像 人到北京闹事 如果每个省弄一个关口的话 这个城门是不是比较高啊 就比较高 因为它需要很多关卡 但是直到发现 所有人进北京 都要经过金黄高属公共 到最后通过丰台那一段进北京 那我在度假卡那是个卡 卡就可以了 这个效率高不高 这个效率就很高 所以这个微重一 是在这起作用的 那现在我们已经了解了 三种卫生素都具有抗癌功能 卫生A 卫生C 是不是卫生E 那当你一个人要预防癌症的时候 他就要补充哪种卫生素 对三种都要补充 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你身体 发展到哪个阶段 对吧 发展什么进程 所以这里叫抗癌的组合 这叫抗癌的铁三角 现在大家理解了 所以三种抗癌组合 就要一块用 一起用 那么这次这个微生素E呢 这个保护细胞膜 免受自由基的损害 就是它的抗癌功能 那么一个人如果长期缺乏 微生素E的时候呢 血浆的微生素E的浓度就会降低 红细胞膜膜就会溶解 红细胞的寿命速度 出现溶血清贫血 那现在我们反过来理解这个概念 如果一个人出现了溶血清贫血 我们给他营养支持的时候 应该把哪个营养素加上去 对了 应该把微生素E是不是加上去 而且量是不是要很大 力量很大 是这个 好 我们来看一下微生素E 所以这个缺乏微生素E的时候 耗氧量是不是增加 大量微生素E的时候 降低足足养的需求 知道它的游用场景了 对吧 所以三种血管狭窄的 都是供氧不足 那么心脏血管狭窄 脑部血管狭窄 还有一种情况 还有一种情况 是什么呢 比如说骨骨都坏死 有没有听说过骨骨都坏死 我记得在骨骼系统中讲过 实际上不是骨骼系统 我讲的实际上是骨骼系统 没有单独的骨骼系统 是运动系统对吧 运动系统包括肌肉和骨骼 但是肌肉上面的疾病偏少 所以我们直接讲到骨骼系统 其实我讲了一个骨骼都坏死那个案例 那什么叫骨骼都坏死呢 骨骼都坏死就是骨骼都缺血性坏死的简称 是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缺血 刚讲的一缺血的话 是不是一定会缺氧 缺氧的话 任何组织缺氧都活不下去啊 你骨骼都缺氧是一样的嘛 你心肌缺氧会坏死 骨骼都缺血也是坏死啊 所以骨骼都坏死是骨骼都缺血性坏死的简称 那么大家想想 微容液有什么功能 是不是降低组织的氧的气球 也就是说如果你有足量大量微容液的话 暂时没有那么多氧气 这个组织是像正常组织一样的生活 所以它就不会坏死了嘛 所以微容液还可以用在什么地方呢 调节骨骼都坏死 因为骨骼都坏死的本质 骨骼都缺血性坏的简称嘛 对吧 那么如果骨骼都坏死的话 我们怎么给它营养建议 先说的微容液是治病的还是治症的 对了仍然是治症的嘛 如果这骨骼都坏死的话 我们给它什么样的营养知识 先说 对什么蛋白质 因为组织不管它怎么坏死 组织想修复嘛 它一定要需要蛋白质嘛 说蛋白质 还有呢 VC VE 还有呢 钙 还有 还有个打动血管的嘛 那回答完全正确 是这样的 是不是鱼油 所以如果这样的营养素组合的话 大家知道有什么效果吗 我做的都没有做过 骨头那个关节自换手术的 你做过关节自换手术 已经变成机器了 对吧 你变成金属了 那就谁也没招了 几乎可以完全百分百的康复 效果极好 所以你看为什么我们说 公司的三句话 非常非常精彩 正确的认知 正确的产品 对吧 正确的方案 所以认知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没有正确的认知 你一定没有正确的行动 对吧 你也不会显得产品 这个耗氧量增加 缺氧 缺氧溶液的时候 耗氧量增加 所以这个 你看我把它解读一下 大家是不是就知道 在哪些场景用它了 肌肉萎缩 缺乏氧液的时候 肌肉萎缩 那如果我们不想 肌肉萎缩的话 应该怎么办 说大量的氧溶液 可以预防肌肉萎缩 也就是肌肉萎缩性疾病 如果可以营养质的话 应该可以什么营养素 除了其他营养素之外 氧溶液的量要不要大 要非常非常 很大 就可以预防肌肉萎缩 那么什么病是肌肉萎缩 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一个很典型的疾病 叫重症肌无力 重症肌无力就需要什么 需要大量的维生液 这个病就可以完全逆转 明白了吧 是逆转 逆转就是康复 多大个电话 刚才那几个朋友分享的 对吧 用到多大的量 20多里都少的 你量越大效果越好 对不对 大家回去看那个 看那个 代表性的系列重症 我刚才讲了 只能用维生素 是不是以国际单位换算的 一般常用国际单位 你在网上给检索一下 国际单位和重量怎么换算 对吧 你可以换算一下就知道了 这个 代表可以用到600个国际单位 还是600毫克 600个国际单位 你换算一下咱们那个 那个产品就可以了 你看有多少粒就可以了 公司的产品比较保守 然后国家规定的量很小很小 对吧 我来讲一下这个 中国军民散任指南 那个键那个量 那个量不是让我们健康的量 那是让不让我们生病的量 明白吗 就第一那个量就开始生病了 但你要健康 或者你已经压健康了 你要恢复健康 那个量够不够 是远远不够的 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一定要搞清楚 好 这是这个 肌的萎缩 然后营养障碍哈 组织发生退性病变 组织发生退性病变是什么 身体怎么了 衰老嘛 这一面就衰老 所以威中医 大量威中医 是不是可以预防衰老 大家是不是 很多女性是不是都知道了 所以威中医可以预防衰老的 谁怕老 我不能说女性都知道 男性没事 跟我没关系 所有人都怕老 对不对 不怕死就怕老 对对 对对 所以那个那个上的谁说了一句 我国外的一个哲学家说了一句 我觉得说非常精彩 他应该什么 应该我们怎么使法呢 头天生病第二天死 而不是病很长时间才死 那不是生命 那叫折磨 对不对 这叫大家要健康长走 对吧 最后是寿终症 这样的 预防和不预防 相差的非常非常大的 我们经常讲 把人比一层是一辆车 一辆车是不是要保养 我来讲一下 我对车 因为我可能这个老讲健康 老讲营养啊 对我这个其他方面 可能都多少有点影响 我们家开车 我不是两万公里保养车 两万公里保养车 我都是去斯埃兹店保养的 大家知道现在斯埃兹店 是不是有那保养记录啊 店那边都有记录 他说我的保养记录是最好的 真的 我的车 我讲一下我那辆车 我2003年买的马自达六 马六对马六 我开了十年以后 十几年以后 我送给我那小孩旧的时候 还有八九成心 看着 所以你想象我保养的好不好 非常好 所以那记录是最好的 为什么保养的好呢 因为大家想象 我们一家人都在车里面坐着 那对我们来讲的话 那是不是最重要的工具 所以他的安全最重要 和我们身体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我没得出差啊 抛藏的话 我一定要先去保养一下 有着会加保养 有人说 斯埃兹店都坑人啊 怎么的 我想斯埃兹店如果都坑人的话 街边上更坑人了 你想是不是这样的 斯埃兹店都坑人 用机油都是假的 用配件都是假的 那难道街上比他更养心吗 这不太可能对吧 不太可能 所以这个大家知道 我们身体也需要保养 啥时候你能看出效果出来呢 这种一天两天看不出来的 啥时候开始看出来 你叫他十年之后 同学聚会 老乡聚会 你没发现 你就比别人明显年轻很多 对吧 这个就有效果了 所以这健康是一个长期性 所以这个 大家有这种观念 预防衰老 他的应用场景 这是 戴威森那条是一类重书的 讲的 我为什么推荐戴威森那条书 你看大家很 有人看书看不明白 因为他第一人能写的吧 有时候用病做标题 有时候用微生素做标题 有时候用这个东西做标题 百万不如意见 你不是在那读下来 你根本不知道在讲什么 对不对 就讲什么呢 就讲微生意 具有卓越的成效 尤其去除疤痕 现在在中国大陆 因为这本书出的比较早了 也没有版权内说了 所以很多出版上都在印 每一本书 跟他印 这个不一样 叶马不一样 你回去没关系 大同小异 对吧 所以这本书 我觉得非常精彩 非常精彩 回去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么威柔医呢 还有一个功能 可以增加养的利用效率 改善冠状动脉 和周围血管的微心环 磷状治疗心脚痛 是症状减轻和消失 刚才已经讲过了 这个是不是属于对症治疗 所以这个呢 光对症状不够 我们必须在标本监制 是这样的 还要把那些 其他营养素呢 给加上去 加上去 就是疏通血管的 营养素加上去 讲到疏通血管的话 我们用的鱼油 时间比较长 鱼油上市比较早 比较长 那么现在呢 最近是不是上市了 一个营养素 叫什么 卵脸质 大家对卵脸质有没有感觉 有感觉 太好了 我也有感觉了 微容医能提高免疫力 预防衰老都知道 讲过了 然后呢 衰老时候出现 棕色的这个紫荷字 虽然我们俗称老年斑 老年斑 有没有发现用大量微容医 老年斑发生变化的 好 这是这个 微容医抗衰老 抗衰老 这是它的一个 应用场景 作用广泛不广泛 非常广泛 这个也是个很好的工具 对吧 抗癌啊 抗衰老啊 降低指数 对养的气球 对不对 这是微容医的生理功能 那么我们这个就 上午就讲这么多吧 大家知道 人类需要的其他类营养素 包括脂类 对吧 现在我们讲这个 脂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营养素 但是大家对脂类 是不是特别恐慌啊 主要恐慌的原因是什么 对了 不是脂类不足 而是脂类是不是过剩 过剩 所以大家记得 人类需要的其他的营养素 其实我们讲三大类 是不是叫能量营养素 在三大类能量营养素 任何一类过量 最后在身体面 都是以脂肪的形式储存的 所以现在为什么胖人那么多 包括内脂比较高 心脑器官疾病 发病率比较高 绝大部分都是因为能量过剩 不一定是脂肪过剩 但最后到表现出来的体内 都以脂肪储存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中午 你说吃碳的话 我吃多了 你多吃了一碗米饭 多吃了两个馒头 那最后在体内 转化了什么东西 脂肪储存 如果多吃了蛋白 就多吃了一个鸡腿呢 最后在体内 也是脂肪的形式储存 但多吃了脂肪 在体内 是不是还以脂肪的形式储存 所以很多人 我都吃素了 为什么还胖呢 你吃素了 你说碳的话我吃多了 碳的话吃多了 到最后体内 也是转化成脂肪储存的 所以大家记得 凡是要减肥 都是要减脂肪 对吧 减脂肪 那么现在我来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为什么要减脂肪 为什么肥胖 还有很大的健康的隐患 那么这样呢 就要回到我们学过的人体的八大系统中去了 我讲八大系统 其实有两个系统叫调节系统 对吧 一个叫神经系统 一个叫是不是内分泌 这两个调节的区别是什么地方 特点 神经系统是不是叫点对点的精准调节 然后内分泌呢 点对面对吧 它是个模糊调节 那么今天重点来讲 内分泌系统 它怎么把信号从上游高速下游的 怎么调节的 它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机制 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啊 反正如是神经了 我们讲的内分泌 今天下午讲内分泌 内分泌怎么调节人的生理功能的 对了 基础 基础是上游是不是分泌基础 来告诉下游应该怎么工作 对吧 就这个基础怎么起作用的 我讲它的作用机理 怎么把信号告诉给下游的 通过受体 这个比较专业的名词 我记得我在课程里面打了一个地方 就大家到大单位班室的时候 比如你找首长啊 找领导的话 能不能先见到首长和领导 见不到 一般先见到谁 先见到这个秘书都见不到 你见到那门卫 是这样的 你到大单位班室的话 一般叫门卫嘛 有的不叫门卫 是不是叫穿搭室 有的叫高档 有的叫警卫室 有的直接叫保安 叫的再接地气一点 就叫看门的 对不对 你不管叫什么名字 它的功能一样不一样 是一模一样的 先把你拦下来 你想找谁 你想告诉我 你找谁对吧 你找什么局长 找什么市长 那我打电话问一问 有没有约好 如果约好的话 我就把杆抬起来 是不是放进去 如果没有约好 我就不放进去 是通过受体 把信号从上游 传递给下游的 这个大家已经熟悉了 已经复习了 那我们来看 为什么一个人胖了之后 会有带来医生的病 那么我们讲 受体是在哪的 因为它上游 高度下游 受体对吧 受体在哪 又忘了 在细胞膜上 受体是不是在细胞膜上 今天上午讲了 细胞膜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 子类的结构 是不是子类的结构 一个人如果胖的话 多出来的是什么东西 全是脂肪 脂肪在哪 对也在模型结构上 也就是说 如果你脂肪多了 除了我们皮下脂肪 其他脂肪 这个之外 在细胞的层面来讲 多出来的脂肪 是不是全都在膜的结构上 这个大家好理解了 而受体在哪 也在细胞膜上 也在细胞 大家想想 这个脂肪 大家把我们的细胞 想象一个球状的结构 篮球 抬球 这样是不是可以想象 上面是不是有受体 这个受体接受信号的 那么大家想 如果它上面 呼了一层的脂肪的话 这个受体的数量 会被受影响 数量 有可能挤牙会呼住了 对吧 包括它的结构 会不会发生变形 就会发生变形 那么如果受体的数量 包括它的结构 发生变形以后 那么上游的激素信号 要告诉下游的时候 它的效率是增加了 还是降低了 效率就会大幅度的下降 我举一个大家 比较熟悉的例子 知道这个糖尿病吧 它缺点糖尿病之前 现在有一个阶段 叫胰岛素抵抗阶段 什么叫胰岛素抵抗呢 它知道胰岛素 它要把血糖降下来 它要带着血糖 对吧 血糖 血糖叫血中的糖 它要把血糖给建上来 降到哪去了呢 对了 因为它要把葡萄糖 带到细胞里面去 因为细胞的生命活动 是不是需要能量 所有能量来用葡萄糖 所以胰岛素降血糖 是要把葡萄糖带着它 把它送到细胞里面 因为细胞的生命活动需要这样的能量 但是它不是直接塞进去的 它要把葡萄糖交给谁呀 这个细胞膜是不是受体啊 受体 如果细胞膜有太多的脂肪的话 这受体的数量 受体的结构 是不是发生变化 那么胰岛素想把葡萄糖转运进去的话 就转不进去 那转不进去呢 它就很难把血糖数降下来 所以这叫什么 这效率低了嘛 叫胰岛素抵抗 谁抵抗它 就是个细胞抵抗它嘛 对不对 细胞不接待它了 对吧 本来到哪儿就把根儿抬起来 到哪儿就把根儿抬起来的 结果根儿就抬不起来 对吧 所以它血糖泄不下去 泄不下去 血糖就高嘛 说胰岛素抵抗 所以大家知道 你看糖泄病患者 什么人容易到糖泄病呢 对了 三大高危因素 第一个有家族死 对不对 第二个呢 我讲的都是二型糖泄病 三十岁以上的人 容易到糖泄病 第三个高危因素 就是胖 肥胖的人 那么这三个高危因素 哪一个是可控的 对了 只有肥胖 是可控的 你家族死没法控制 对吧 然后你的年量是不是没法控制 你总是要长大 微可控的 就是这个体重 所以现在知道 为什么要素身了吧 为什么要管控我们的体重了吧 不完全的为了好看 你体重如果超标的话 严重超标的话 医生的病 像糖泄病高发的话 那就比较典型的了 你包括关节 受累不受累 你想想我们的关节就这么大 就像我们这个柱子一样 这个柱子只能成 比如说这个四十层的大楼 你盖到一百层 柱子是不是 它实用生命一定会下降了 可能就不一样了 对吧 所以你关节就会受累 刚才讲了 那么胖人的话 就是女性来讲 是不是经常发现 这个女性如果太胖的话 经常有个内分泌紊乱 为什么内分泌容易紊乱 对了 因为内分泌所有的基础 通过受体来调节 这个生命活动的嘛 你受体受影响了之后 当然就乱了套了嘛 刚才那个我们伙伴 那个回答的正反馈 负反馈 是不是全乱了套了 所以当然就内分泌紊乱 所以这个肥胖 是现在常见慢性病的 共同土壤 所以叫什么 叫共同土壤学说 共同土壤学说意味着什么呢 你只要把体重观念好了之后 和体重相关的一系列的脉性病 都会得到改善 糖尿病会得到改善 心脏隙瘧疾病会得到改善 脂肪肝肤会得到改善 内分泌纹乱得到改善 包括你关节的收入类 对吧 你负重一下减轻了很多嘛 都会得到明显的改善 那我昨天讲了 减肥怎么减 不是少吃多运动 对 也不是吃素粮 记住能量负平衡就可以了 你怎么吃都没关系 你想吃什么吃什么 但你把总的原则 是不是把握着就可以了 我不管吃什么东西 但是我把总的能量 是不是控制住 因为我知道我的基础代谢 我就躺着不动 我知道每天代谢多少钱卡 对吧 我什么都可以吃 但是我只要总量不投标 我一定这个体重不会上升 简单不简单 所以你既可以享受美食 享受生活 同时体重又不增加 所以我们把总的原则 把握着就可以了 不是什么东西能吃 什么东西不能吃 什么东西能吃 什么东西不能吃 也是管控能量的 你把这个原则掌握住了之后 是不是就灵活了很多 你就自由了很多 对吧 这是我讲的脂肪 那么脂肪 现在绝大部分 都是因为 这个能量过剩 不一定是你真正 一下子吃脂肪吃的多 而吃碳的话吃的多 也会变成脂肪 我这个讲清楚了吧 这个大家 把这个基本核心原理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 脂肪的其他胜利功能 就不用讲了 什么这个脂肪垫 隔热 那个我们用的很少 我们来看 我们怎么控制脂肪 那么 因为能量都从食物中摄入来的 所以我们必须 在了解食物中的能量 那么其中有一个东西呢 就是我们吃这个包装食品的时候 我们必须会看这个标签 标签 那个这个标签呢 其中有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叫NRV看到了吗 最后面这个NRV 这是什么呢 NRV是营养素的参考百分比 什么参考百分比 我把它这个 这个做了一个通俗化的演绎 就是假设你吃了100克这种食物 都是假设 你吃了100克这种食物 相当于已经满足了全天 收缩的能量 或者主要营养素的百分比 再参考一次 都是假设你吃了100克这种食物 已经满足了你全天收缩的能量 我们讲的 全天的能量是什么呀 技不多是不是也不少 因为大家是不是有个技术代谢 比如说男的技术代谢 那你每天是不是至少要吃到1600克 那这样的话 我吃1600克 刚好技术代谢的1600克 我体重技不升 是不是也不降 就稳定了 这就是 如果你吃了这样的一个零食的话 这个零食里面有多少这样东西 因为这个零食绝大部分 不会代替我们一起三餐 所以你三餐在吃饭的时候 要把这个零食这里面的东西 要减去 减去 所以大家一定要学会看 这个标签 这个国家强制规定的包装食品的话 一定标注这些参数 主要参数 那么看 就这个产品来讲的话 这个标注的NRV 几个主要参数 一个能量 是多少 是27% 27%意味着什么 如果我们吃这个包装食品的话 我出来100克 已经满足了全天能量多少 27% 如果你一日三餐吃饭的时候 不考虑这个东西 你就会多出来27% 多出来27%你会不会长胖 你一定会长胖吗 这一天两天你看不出来而已 对不对 所以这个 那我们再来看 如果这个包装食品 我吃了一包呢 它满足了全天多少 我不是吃了100克 吃了一包 大家看这一包是多少 多少克 43个 它就不足100克 NRV是100克满足了全天能量的百分之少 所以我只吃这一袋 这一袋里面只有43个 所以满足的不到它的一半 对不对 所以27的一半都不到 所以你就吃主食的时候 就可以稍微放开 再多吃那么一点点 对吧 为什么要强调这个东西呢 因为大家知道 我们成年人还好一些 小孩是不是吃零食 吃得特别多 所以大人给孩子 买零食的时候 必须学会看这个指标 如果一个小孩 从小吃了小胖子的话 大概会有65%的可能性 他成年之后还是个胖子 那将来就一生的病啊 现在这个小孩 这个胖子病很多 一性胖子病 所以大家要把这些值呢 考虑进来 考虑进来 这是这个子类 子类呢不能完全没有 现在大家是过剩了 那子类呢 我们就知道 是不是有好的有坏的 所谓的饱和脂肪酸 和这个不饱和脂肪酸 对吧 我们主要是饱和脂肪酸 是不是过量了 不饱和脂肪酸 我们叫必须脂肪酸 好的脂肪酸比较少 那么讲到这儿了 我先给大家讲一个 这个咱们的饮食模式 因为这个 因为现在也是对我们健康 影响最大嘛 世界卫生组织 已经连续几十年 都推荐了地中海的饮食模式 相对来说最健康的 大家知道咱们亚洲 是一种饮食模式 北美是一个饮食模式 像北美啊 高脂啊 高油啊 高糖上的 高热量 他们有一种饮食模式 还有个地中海沿岸的 像法国啊 意大利啊 西班牙 希腊的国家 基督化沿岸的国家 他们的饮食模式 那特点是什么呢 吃的粗粮特别多 就他的面包啊 都是粗粮面包 所以国外也知道 那里面有时候还带着麦粒的 是吧 黑麦粗粮面包 第二个呢 蔬菜水果沙拉 什么吃的特别多 然后呢 吃那个鱼 然后再喝点红酒 然后呢 最关键的 他吃的都是什么油呢 甘粮油 特级塑炸甘粮油 我们知道 那是不是血管的 陈老婆 所以他们的心脑血管 疾病发病率 包括癌症发病率 平均来讲 全球都是最低的 所以如果大家有条件的话 按地中海饮食模式 饮食 那相当来讲 风险就比较低 这对我们来讲 实际上也不难 是吧 也不难 现在超市卖的 啥都有嘛 粗粮 是不是有啊 你家里买个面包机 你也不用去揉面 和面 是吧 到时候定是几